小系列早前的書 先進一步 請這個民進黨黨團 還有 清廣黨黨團 趕快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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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意见 第五案 第六案 第六案 感谢观看 好 好 謝謝院長 謝謝委員 我想這部分我們來說明一下 這個職災法的立法修正 其實立法的過程我們相當的積極在處理 但是因為它的確是有一些爭議 所以我們會來盡速處理 那這個案子我們是不是拜託 我們對於過勞認定的部分 我們是有承諾 我們會盡快來檢討 因為委員一直在關心 就是有關於過勞的這個部分 所以過勞的部分我們會優先來處理 但是對於職災的職業災害保險的話 我們盡快來推動 他的希望是下會期 你一定要送到立法院來 你們有沒有辦法 因為這個下會期我們應該是來不及 但是我們會盡快 因為 下個會期就希望 院長 柯總召 有什麼不行的 勞基法每一年你們要修 怎麼樣都可以 速度都可以非常快 職災法怎麼可以不行 我該大聲 柯總召 我該大聲的時候 我可以讓我大聲 蔡英文總統不是說大聲 怎麼大聲都可以 已經很溫柔婉約了 你不要再說他很大聲了 來 把他的期待 他的要求合理的話 我們是來不及的 真的是下個會來不及的 那什麼多久你們來得及 我們本來在立法期程 我們是在108年度 我們絕對會提出來 明年 對 明年年底的部分 我們會來盡快就把這個東西送到立法院 能不能一年內怎麼樣 明年就是一年內嘛 奏組決議 我們今年我們盡量今年來提出來啦 一年內嘛 現在是一月 那就明年一月 反正我們都要省預算 又可以來看看他們有沒有送嘛 院長 院長 你要他現在 我可以到下個會期末 如果 沒關係 下個會期末如果提不出來 六月底前 半年啦 院長 勞基法 你不要跟我講不行 民進黨要處理的法案有哪一個是說不行的 你們只要有決心都是可以的 這麼重要的法案 我不相信在現場許多勞工立委會說這件事情不重要 這裡面有牽涉到一些 要 那就看你們的執行能力跟執政能力啊 不是執行能力的問題 這個法案修動到很多部分 哪要簡單的手 現在就答應妳就好了 每一件 沒有啦 院長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其實我只是要把問題凸顯出來 我了解 我了解 我也是 所以我們也是在要求他 明年年底之前嘛 你說要明年這個會期 我不能接受了 今年年底啦 我就說今年年底 今年年底 就是一年嘛 大概一年的時間 十二月份我們省預算 因為算帳嘛 如果沒有提出來我們就 就可以有理由嘛 這不是 合同合同的啦 好不好 好 送不出來要怎麼樣 來 林部長齁 因為委員會的結議 是提出主決議才能解凍 所以你今年一定要提出來 提出書面報告 根據委員會通過的事情 不是他不是書面報告 他要提職業災害法啦 對對對 就是這個要提出來才可以解凍 院長沒關係 我來私底下了解一下 部長是哪些原因不行 委員會有結議啊 先保留一下 但是這個第二輪 我一定要再回來好好再講一次 好 先保留 保留一下 我這個我不是要表決 我要結果 我要結果 結果 沒關係 我們先保留一下 我跟部長私底下再談 好 那個來 或者是年底之前你要有進行公聽 他說他有 他有同意啊 年底他同意 那 如果他覺得說 李委員是說 這個會期啦 年底之前要有公聽會啦 那個公聽會那個都是程序啦 對啊 是什麼時候要提到立法院來 這個才是重點 因為你提到立法院之前 有時候我們會需要公聽會 在廣納意見嘛 那個沒有問題啦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是李委員 希望能夠再 這個 下個會期啊 現在差半年啦 沒關係 私底下再勾 我來提供你的會議 先保留你們 私底下溝通一下 那 這個 第一幕 我們就簡列14萬 凍結10萬塊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 經委員會統一後 使得通知喔 來 第二幕 第二幕 一般行政編列5億3千8百萬6千元 委員會審查結果 簡列55萬元 凍結60萬元 11案 簡列1億元 12案 改動5千380萬1千元 13案 全數刪除 14案 凍結7千190萬7千元 15案 改動100萬元 16案 簡列 辦公大樓租金及替代役易易男專業訓練及管理幹部訓練合計5千8百8十萬1千元 凍結辦公廳設搬簽手續費用6千028萬6千元 17案 改動500萬元 18案 並分組決議 改簡列25萬元 19案 一般行政向下改動500萬元 20案 凍結96萬9千元 全都完畢 第二幕 喔 來有沒有案 來有沒有案 那趕快趕快 趕快 我們就列入20之1啦 來 在哪裡 20之1 因為增加的喔 沒有啦 幾案子而已 幾案子而已 他們會測 他剛才就測了 然後補了幾案而已 沒有增加 沒有關係啦 我反落 全部才40而已 還好啦 還好啦 平衡的就 我平衡的就 那這個喔 這個 我們就把它列為 20之1啦 齁 好不好齁 20之1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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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過節 我當然是編20之1啊 編到最後 其他趕快編啊 看是在哪一幕 你就編到最後一案 之一之二之三 這樣子喔 好 好 那這裡面喔 我們就從 呃 第十一案來處理喔 十一案 這個減累一億元 這個要不要測案 燕修委員 十一啊 十一 是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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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這個測案啊 呃 呃 呃 測案 然後 第十二案 改動 解 五千三百八十萬耶 這個動體這麼多 會被勞工罵死 呃 我們這個測案好不好 好 呃 院長沒關係我們先看完所有的案子 好 那十三是全數 刪除 這個更不可能 齁 呃 我們這個是不是 蛤 蛤 沒有咧 12案咧 十二 十二 對不起 對不起 我來改一下 十二案 他改動結 十分之一 提書面報告 好 這個原寬委員的十二案 改動結十分之提書面報告 好來 十三案是親民黨的那個 就是 全數刪除 超 加班值班會中的超時加班會 五百零八萬五千元 你們是刪除五百零八萬五千元 對不對 十三案 這個五百零八萬五千元 那十四案 也是你們 那個 親民黨黨團的 是要凍結 七千一百九十萬七千元 就是要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一億四千三百八十一萬四千元的二分之一 你們要凍結二分之一 就是七千一百九十萬 那十五案 那十五案是 改凍結 只是凍結一百萬 改凍結一百萬 改凍結一百萬 十五案是 賴斯保維 他是凍結一百萬 我知道 改凍一百萬 這個 然後十六案 是 簡列 租用辦公大樓 租金及替代育覽 專業訓練及管理根部訓練合計 凍結 十六案是誰的 十六案 十六案 這個 你們看一下 劉建國委員 我看這個就是策案 這個沒有人在 在 簡列人家的 幫租金替代 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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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案 策案 十七案 改凍五百萬元 這邊是凍結 十七案是 凍結五百萬元 十七案是 呃 修正 我看一下 誰的 這是 十七案 沒關係啦 這個是呂玉玲委員的 凍結五百萬元 我都用完了 然後 十八案 併分組 決議 改列 改減列二十萬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減列二十萬 他本來就減列五十五萬 所以這個 十八案就併入 減列五十五萬之類 這沒有問題 這十八案 那 十九案 陳昭明委員 他是要 凍結一千 提書面報告 改動五百 提書面報告 那 二十案是 凍結九十六萬九千 這個我們等一下一併處理 來 我們 呃 我們 就以第二幕 第二幕 我們現在 不是針對結 我們是銀幕 今天一併這個策案了 那 改動 十分之一 這個大家等一下 是不是可以接受 這個 預算 這個 這個預算是 多少 五億三千八百萬六千元 那 呃 人事會多少 就是法定的支出跟人事會多少 報告主席 多少 一般行政五億三千八百萬六千元 那扣掉人事費的話是 三億六千五百八十二萬兩千 剩下業務費是 一億七千 兩百一十八萬四千元 一億七啊 一億七 一億七左右啦 一億七啦 好院長 我提議 共十分之一 好 書面報告 同意後 使得 好 接受你的意見 接受你的意見 那剪累五十五萬就不要了 沒有沒有 委員會歸委員會的 好委員會 我們不動委員會的喔 好 那剪累五十五萬 然後動賊六十萬 這個 這動委員會的 我現在是喊再加十分之一 沒有差多少 沒有關係啊 對啊 好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那這樣可不可以接受 要怎麼來講啊 但是他會 書面報告會針對你這個案子 包括在內 那個院長 那個 親民黨團的部分就是13案 我們堅持要保留表決啦 幾案 第十三頁啦 第十三頁 十三案還是十三 十三案 十三案 全數刪除這個 對對對對對 好 那十三案保留 十三案保留 然後 十四案的部分就是病那個凍結 十分之一 十幾案 十四案 十四啊 好 我了解 十三案保留 十四案病 十分之一 對然後就是我們所提的這個問題 一樣病那個 當然 一起報告 來 這樣子啦我來做處理喔 來 親民黨夥伴我們是不是在注意 現在這個全書刪除這個 所以他保留 他保留 我建議真的要深思思考 因為32條之一 是鼓勵員工自主管理 就是說我要補修是我要同意的 那我們把加班會拿掉的話 變成他就要補修 這個會違反我們當時32條的原因喔 沒有沒有 因為這個 這個其實 沒有因為我本來不想 就是因為我們 之前前幾天都有說要保留 就不要浪費時間 但是我們想先說明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這樣提示 我們的原因的啦 所以我們有這麼的立場 因為超時或未一規定給加班費 跟未期休一 其實這個都是違規的前三名啦 好不好 所以我們覺得 來我來處理喔 我來處理喔 這個 第十三案保留 那其餘的喔 其餘的 然後第十六案策案 其餘的喔 呃 扣除 人事會及法定的支出之外 凍結十分之一加六十萬 然後簡列五十五萬 然後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 金瑋瑞通議室的動之 那 在 凍結的部分 你要針對 每一個提案的書面報告要回應他們 好來 持庸 院長我們有提一個二十案的修正 應該現在應該是二十之一 然後 那我們這個案子 二十案的修正 喔對來 我們有一個二十的修正 那這個案子 我們的修正是 我們希望是 凍結百分之二十 然後 剛才我們就 改凍結百分之十啦 啊 針對你的提書面報告給你 一樣啊 一樣會 一樣會給你 一樣 因為 改凍結百分之十啦 因為我們很少再凍結到二十以上的 好啦 我可以尊重院長的才是啦 但是 我希望說 因為這一個提案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 這兩次的修法裡面 其實我們一直要求 勞動部要拿出數據 那 這個統計的數據 應該要 能夠分業態 然後能夠分業種去給 但是其實這一次給的數據 其實大家都非常的不滿意 所以這個未來 不是說只給一個總量 然後喊不噹噹 就用一個數字 就給大家 這未來對於政策的一個 幫助性真的有限喔 所以 這部分我們是要求 要勞動部 未來要針對我們的提案 詳細的去 把 好 書面報告交給你們 對 一定要 一定要做到 不然未來我們修法還是都是憑感覺的 好 那 部長要不要回應一下 是不是可以資料細 這麼細的 來 部長回應一下 謝謝 委員在我們法案整個審查的過程當中 對我們資料的這個提供的部分 提出很多的建議 我們會根據委員的建議 在我們事後相關的不管是新的制定 或者在修正法律的時候 我們會遵照委員的這個指導 不過這個 針對現在的問題 凍結十分之一 剛才有提到凍結的 你們都要書面報告 送到委員會 經委員會同意之後 使得凍結喔 好 那這個結論大家 剛才我已經宣告過了 那 那就是凍結十分之一 排除人事費用 及法定的 預算支出喔 加六十萬 簡列五十五萬 提書面報告 針對各提案凍結的案子 之後 經委員會同意使得解凍 好來 第三幕 綜合規劃業務編列一千八百一十八萬兩千元 審查會結果 簡列一百六十八萬元 凍結一百萬元 第21案 簡列一千萬元 第22案 簡列一千萬元 第23案 簡列五百萬元 第24案 改動五十萬元 第25案 改動五十萬元 第26案 改動一百八十一萬八千元 第27案改主決議 第28案 凍結五十萬元 28-1案 凍結五百萬元 28-2案 凍結百分之二十 29案 改檢綜合規劃向下十萬元 34案 並分組決議 改檢綜合規劃業務向下十五萬元 宣讀完畢 好 那麼 第 三幕 第三幕 從 二十一案開始 二十一 我這邊 二十一案 這委員會是簡列一百六十八萬 凍結一百萬 那 那 二十一案 學生委員的案子 這個 怎麼樣 院秀委員 院長 我們先念完 我先看完所有的案子 大家再來決定一個數字 好 二十二案是 檢略一千萬 檢略一千萬 兩個都是檢略 那麼 二十三案是檢略五十 二十四案是改凍結五十 二十五案是改凍結五十 二十六案是改凍結一百八十一萬八千元 二十七案改凍結一 二十七案改凍結一 二十七案改凍結一有沒有問題 我要問他們啊 可以 二十七案改凍結一通過啦 那二十八案凍結五十萬 那二十八案 時代力量有二十八之一跟二十八之二 但是 但是我要請 請問 時代力量 這個是同一個預算數 都是一千八百一十八萬 你一個凍結五百一個凍結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是三百六十 那你應該選擇一個案 不能夠 你同一個幕 你凍結一個五百一個三百多 啊到底你這個要怎麼處理 你要提一個案 你內容可以兩個都寫 但是你不能在一個 一個預算 一個幕裡面 你提兩個不一樣的案 二十八之一 你要選擇 二八之一 還是二八之二 凍結百分之二十 還是要凍結 五百萬 這你要 二十二十 好 我們先以百分之二十來討論啦 好不好 那 另外二十八之一 齁 你先測案好不好 因為 都是同樣的幕喔 內容你併錄啦 內容併錄啦 內容併錄啦 內容你把兩個併錄啦 齁 來 我們現在就來處理這個案 齁 那 大概 然後 二十九 齁 是改檢中和規劃向下十萬塊 這個是 減累十萬元 三十案是 呃 減累十五萬 啊這個都是 併錄 呃 減累一百六十八萬之內 所以二九三十都是併錄 一百六十八萬之內 這個沒有問題啦 齁 現在就是要 總結多少 院長我們沒有要併入 我們現在提出來是要另外再三檢或 三十案是 併分組決議啊 他有寫嗎 有有有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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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中和規劃業務向下十萬塊 二十九 你 你 兼不堅持 如果堅持就加十萬啊 測案了 沒有 部長我請問一下 那個 會計同仁 我們這個中和規劃業務的 這一幕的預算 幕底下的 預算數是多少 一千八百一十八萬 一千八百一十八萬 那扣掉統山的部分是多少 扣掉統山的項目 統山大概百分之二十左右啦 百分之二十是統山的部分 不是要扣百分之二十啦 大概有兩三百萬是統山的項目 那就等於差不多 我們抓鬆一點一千五左右 大概一千五啦 一千四百五 一千四百五啦 這樣子好不好 我保留 我有一個案 我二十二案保留表決 好二十二案保留 保留表決 但是我等一下讓我們 因為這個是蔣委員審的預算 因為我們同仁寫了好幾個預算 都認為說這個要刪除一些 整佈了一個就好了 對 所以我覺得要再增加一些刪除數 所以看看萬安委員的 他只有 他只有 通案刪減的部分 扣掉剩下一千四 一千四嗎 你在委員會已經跟他 減累一百六十八 將近十八了 本民是不是現在一千二 已經十八了 你已經減累十八了 一千二一千三嘛 那我們就 我們就 一百二 我看這個 動節一百萬 減累一百六十八萬 這樣子啦 院長 再多動一百 再多減一百 減一百太多啦 動節有道理啦 可以啦 真的可以 沒有 你要知道喔 這個統三還是快再減 我知道 所以我們 沒有 統三剛才已經 所以剩下 我不是說 一千兩百萬的金會 你跟他 三減兩百萬是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一千兩百萬 減掉兩百萬是多少 六分之一 十五趴左右 這個沒有 我們的預算 省一到現在 沒有減累這麼多 那減累 那再多減累五十 那再多減累五十 這樣啦 減累到兩百啦 好啦 減累到兩百啦 減累到兩百啦 這個不要再 那再多動節五百啦 你動節五百 就動節百分之一啦 十分之一啦 就是 十分之一 來 院長說了算 十分之一啦 那時代力量 這個 我們動節十分之一啦 但是他要 針對你們 這兩個議題 這個納入 動節十分之一的部分 提書面報告給你們 院長因為我們這個 有要求 這時間的問題 現在針對 第幾個有時間問題 二十八之一 要一週內怎麼樣 就是因為現在 針對於這些例外的 這些需求嘛 我們已經有針對各部會 先請他們提供意見 那這意見其實勞動部 手邊已經都有了 但是我們一直都要不到 所以我想是希望說 透過這個預算提案 希望說勞動部 可以在一週內 先把這樣的 各部會的一個意見 先就是給各個黨團 來參考 那二十八之二的話 是我們希望說 因為我們現在都不知道說 未來的主管 目的世界主管機關 跟勞動部 他到底要怎麼樣去審查 這些例外 所以這個部分 我也希望說 他們要做一個專案報告 這很重要嘛 我想這在審 這個法案的時候 是最大的一個爭議 那這個程序到底 未來是怎麼樣進行 怎麼樣跟目的世界主管機關 跟勞動部之間的一個 一個審核的一個機制 到底是什麼 這個要專案報告 這是我們的要求 那如果這兩個要求 都可以答應的話 並進去我是沒有意見 但是要要求 要能夠正面回應 我們這兩個要求 來 請部長 專案報告表處理 對 我覺得 我想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在我們的法案通過 到目前為止 也還沒有公告 那我們在法案通過之後呢 這個義務是由各個 中央目的世界主管機關 他們自己要去了解到 他們所屬的各個行業 有沒有需要適應到 這麼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目前我們也知道 各個目的世界主管機關 都在針對他所屬的行業 來做調查 然後來做評估 等到他們有了評估以後 他才會送到我們勞動部 那之前我們的確 我們有請秘書長 我們請這個秘書長 在召開會議 我們是把我們這個 所謂例外可以放寬的這種情況 也就是這裡所謂的四種特殊 我們就把它理定下來 然後根據這四個特殊 然後他們才去要求 他們的所屬行業 去理解到他們 有沒有這種特殊的情況 所以您現在要我在一週內 來送交這一個立法院 很抱歉 真的我們沒有辦法 但是我們都在密切的做 像我們昨天早上還在開一次會 我們現在還是在邀請 中央目的世界主管機關 把這一條法條的這整個的真諦 以及他們應該怎麼樣去協助 他們所屬的行業的部分 我們都已經告訴他們 所以他們會陸續來做 下個會期有沒有辦法 下個會期應該是有辦法 下個會期 反正我們都會有總諮詢 你要求他做不到 對 但是問題是 這11月的時候 就已經有請目的世界主管機關 但是喔 勞 勞就剛過了 那 各部會不一定 現在就配整給他 那院長 如果這一個不要的話 我們就保留去表決 這個你要表決 好保留 那28之2可以的話 就併進去 好28可以 就併進來 28 怎麼樣 但是不是專案 是書面喔 這個要專案啦 書面啦 這個前面大家 這個1000萬的經費 不是 這個 因為齁 我再跟你講 後面一定有 後面一定有 有專案報在併專案報告 可以可以 反正這件事情要放進去專案報告裡面 如果有專案報告 你就把這一個放進來 啊 你同意 就是凍結 十分之一啦 十分之一啦 可以吧 剛才講過吧 對啊 啊 減累兩百萬 這個減累兩百萬實在 很重的 那22案保留啦 所以 這個案子喔 凍結一百萬就沒有了 凍結十分之一啦 委員會的那個就沒有了 就是 就是那個 那個 講補助就是 通案之外的十分之一啦 齁 大概一百四十萬左右啦 凍結啦 然後 這個提出面報告 委員會的凍結一百萬還是有喔 蛤 委員會的凍結一百萬還是有 那你這樣子你就要凍結 百分之二十了咧 兩一個比較高 從許高 不會啦 委員會當時的決議就是凍結一百萬 那就我們就尊重委員會啊 當然尊重委員會啊 不是啦 江委員 我們已經在這邊協商四天了啦 今天是最後一個委員會啦 大家原則都一樣 我們所有的凍結案大概都以十分之一啦 然後如果高於 這個 委員會 我們就以十分之一 如果低於委員會就遵照委員會啦 這樣子 院長 我們這樣總凍結數是多少 這樣就一百四十萬嘛 那就這樣子嘛 一百萬是委員會凍結的 四十萬是我們今天草野協商 對啊 所以我是說 所以 沒有問題啊 委員會凍結一百萬本來就是有嘛 那他現在多加進來的四十萬 所以總共凍結一百四十萬 好好好 對啦 對啦 這個意思都一樣 好 這樣就對了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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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委員會凍結一百萬啦 那 我們外加凍結四十萬啦 有道理 拍手 好 那 那 那外加四十萬 那提書面報告 報告後 使得動之 那書面報告 你 你這個喔 這個 這個 二十八之二齁 把它併在書面報告之內啦 二十八之二 齁 書面報告 那如果有作案報告 你這個就列的作案報告 這樣好不好 使用違言對不對 好 來 那二十八之一你就保留啦 齁 二十八之一保留 所以 那二十二保留 二十八之一保留 二十八之一保留 那個二十八之一是這樣啦 只要 勞動部什麼時候把資料送進來 齁 我們就可以測案 但是絕對不可能在這 這個禮拜嘛 啊 我們這個 這兩天就要處理了 會來不及啦 那我是覺得齁 應該給他一點時間 阿 我說明一下齁 真的 法剛通過齁 其實像衛福部 我們社家署這邊就已經在召開 有關相關 這兩個一些條文的一個徵詢 但意見其實 還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還在整合中 所以到衛福 那這樣好不好 3月1號勞基法實施 3月1號之前呢 下會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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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儘快就快 下會期就到5月底而已啊 不是啦 我的意思是說你要施行啦 難道你這些 我們 我們是希望能夠在3月1號以前 能夠有一個具體的結果 但是因為這個不是勞動部能決定 他目的是要主管 那你3月1號要這個 所以現在行政院秘書長已經在快馬加邊 我們幾乎一個禮拜 就開好幾次會 再督促各個行政局 至於不要保留啦 下會期啦 你就下會期送過來啦 反正我們都有時間諮詢他們 那就3月1號嘛 好不好 3月1號之前 施行之前啊 施行之前啊 不是啦 你 不是啦 他們不是要你保留來表決 他只是要給你一個 時間點來追蹤這個案件 那如果3月1號不行 你就4月1號給他 看怎麼樣 你就給他一個期限 因為他要 這個也是你們的業務嘛 各部會的啦 我剛剛說我同意啊 因為我們希望在3月1號以前 我們一定把我們3月1號處理的節目 那個修正改3月1號 那就做主決議 做主決議啦 好 改主28之一改主決議 那主決議要趕快拿去修正一下 來第四幕 所以就沒有保留了 沒有保留 議員長25案 將起成這樣子寫 是不是可以改成主決議啊 好 25案改主決議 但是你們要把主決議 把那個數字 就是刪掉 我覺得他這個文字還可以啊 可以啊 你改主決議啊 可不可以 25案你們看一下 我把數字什麼要刪要動的都行 好啦就是 你們要求什麼什麼什麼 看看 勞動部看一下 你們自己幫他寫啦 寫給理委員看了之後 好 25 25啦 那就 那這個你就不必提書面報告了嘛 好來 第四幕 勞動關係業務編列71827萬7千元 審查會結果 簡列20萬元 凍結130萬元 31案改動200萬元 31之1案凍結1437萬5千元 32案病委員會決議並動100萬元 33案凍結1千萬元 33之1案凍結718萬8千元 33之2案凍結1千萬元 34案病委員會決議凍結35案 病案增動10萬元 36案改動20萬元 37案病委員會決議 共凍結20萬元 宣讀完畢 好 那麼我們看31案 31案 31案是 誰的 他要改動200萬 改動200萬 那 31之1 是要凍結1437萬 這 這個經費多少 7千 7187 那 委員會是動著130 那 32是併委員會捷育 併動 100 100萬 那 33是動著1000萬 33是動著718萬 這個就是10分之1 33之1是誰 維州委員 阿維州委員怎麼 提兩個 我們尊重維州委員這個33之1好了 這個院長 好 來 我想 我先連完 你再問 我先把 先看一下 34萬 34案是 病委員會決議 動結 這個沒有問題 病委員會 這個病入委員會 這個沒有問題 那 35也是病委員 增動 他是要增動10萬 那 36 改動 那 已經動結130 他要改動 我看這個不太可能 36我們就 試看看 好 改動20萬 那不可能 然後37 病委員會 決議 共動 20萬 來 那個 宜敏 宜敏委員 好 那個院長還有那個 各位 我想這個 31之1 我們維州 委員提出來的這個 其實很重要 因為這個關係到的就是 公會的組成的具體做法 所以是不是可以請部長回應一下 因為 如果很多的這個 我們這個休假 或者說是要縮短工時 這些都需要 勞資雙方做這個溝通的話 那公會的組成是第一步 我們之前其實在質詢的時候 也有拜託部長 是不是可以在某些期程內 讓公會的組成率提高 現在不到7% 那你總是有一些方式 能夠促進他公會的組成 可以從7% 半年內可以到20% 或者一年內可以到30% 總是要有一個目標 然後是不是應該有一個 有一個策略 還有他的這個組成公會的Q&A 你總是要有一個方式來協助各個企業 來組成他們的公會 像醫院的公會的組成 就有人會擔心組了之後 會不會就罷工之後 影響病人的權益 那其實我們高一公會組成很久了 那有些經驗是可以分享的 謝謝 我說明一下好不好 好來 請說明 這個款項 我們大多數都是在補助公會 也就是說我們是針對公會 他們怎麼樣去建議他們去 指導他們怎麼去守組 所以剛剛委員所說的 包括宣導的資料 或者做SOP 甚至於利臨現場去指導他們 這些都是我們利用這樣的經費 來做這樣的一方面的一個處理 那的確我們現在的公會的這個 籌組率的確是比較低 但是我們在委員會的時候 也跟委員報告過 這部分我們都很努力在做 那事後到底我們這樣子做 是不是有績效 我們也都一直在檢討 我們也都一直在這個處理 那有個KPI 那所以這個部分 我一直希望就是說 部長你這樣講我們都聽得懂 但是重要的就是說 你要有個KPI 就是到底你到這個今年年底結束 會有多組成率 至少應該要翻轉一下 是變成兩成或三成 是不是可以有一個承諾 這樣有個目標 大家才能夠往前走 要不然的話如果都還是7% 你要怎樣 這跟我們報告 因為在籌組這個工會的部分 是由他們來自主的 所以我們只能一直來拜託他們 一直來鼓勵他們 那麼透過各式各樣 那如果說我們的工會 也的確逐漸發現一些功能 我相信他們就願意再來籌組工會 這部分如果說我們主管機關 來定一個KPI 說我們在什麼時間之內定什麼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也不敢就定這樣一個目標 那所以我想我們這邊的努力 我們都一再的跟國民報告 我們隨時跟我們指導 看看怎麼樣我們共同來推 能夠協助來欣賞這個工會的成立 這不可能 能不能這樣子 你的勞資會議開這麼多場 但是你並沒有給我們一個數據 是這些勞資會議 到底是在哪一些企業裡面來談的 會不會有些企業 根本你從來都沒有去協助主工會嘛 好不好 所以資料是不是可以給我們 讓我們了解一下 資料我們都可以來提供 好不好 謝謝 來慈勇委員 院長因為我們在33跟33之1 有就是針對於勞資會議跟公會組織律的提案 那我們是希望說能夠安排一個專案報告 剛剛陳一鳴委員所講的 勞動部應該回去好好的去應付 那回來再跟我們立法院報告嘛 到底有什麼樣的辦法可以提到這樣的 你有33之1 欸 33之2啦 你的應該是在33之2啦 對 33跟33之2兩個 可以並一起 可以並一起裝 有啦 33之2那個給 你那個要影韻發給他們 影韻發給他們 他是這樣子啦 有啦應該有啦 應該都有啦 剛才 你有33之2有沒有 來來拿給 沒有的喔幾首 沒有的幾首趕快送 33之2 那如果 手招也沒有 那你什麼 那邊要啊 你就發給他們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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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們黨團的助理啊 喔 那要印 要印 趕快印 銀金壞掉 那第二次說卡紙 卡紙 卡紙很久 卡紙 卡紙很久 要卡紙很久 要卡紙卡紙 這樣子的喔 超肥脂肌肝壞掉 要加油 要轉換報告了 這樣 這個 我們的第四幕總共是七千一百八十七萬七千元 我們的通案要刪減的大概有百分之六十七到七十左右 剩下大概你算一下嘛 假設七十四十九五千剩下兩千二左右 兩千二 那個通案刪除的比率都可能會蠻高的 剩下兩千二 那你們大家要凍結多少啦 應該這麼講 那就凍七十萬 再加七十萬嘛 再加七十萬 好 再加七十萬 減三十萬要一個專案報告 再加七十萬啦 那減二十萬要再增加十萬嗎 這個事情沒有辦法用專案報告 院長總長我跟大家報告 我很認同勞動關係司在工會的努力 但是每一年都給你預算 為什麼只有達到百分之不到七個percent 到底問題點在哪裡 不是說我們每個會期都有在質詢 該給的建議都給建議 是不是部會裡面 你們自己預算要再重新調整 要給司長更多的預算 去組織工會 這就是你 因為我們不能增加預算 是你在部裡面的預算要去調整 你要想辦法去增加 你不能跟我講說 我們指導 我們指導永遠看到你百分之七這個數字 勞資溝通的天平怎麼會是平等的 送出來的勞資會議都有可能是造假的 包括今天這兩天公布出來休假換補休 後面還是加一個勞資會議同意之後才算 那勞資會議如果沒有足夠的籌碼跟條件 沒有工會去幫忙的話 沒有團體協約去幫忙的話 你這個勞資的如何去對等 你一直常說要努力要努力 那我給你預算就是給你努力啊 所以我們預算數刪的都不多 我也不忍心刪太多 院長也看得出來 專報是一定要專報的 但是我覺得主決議裡面一定要加一個什麼樣的內容 去要求他把事情做好 我們今天朝野協商的目的就是要求勞動部把事情做好 我們明年在看預算的時候才看得到 這樣子啦 這樣子啦 好不好 我們各部大概都會有一個專案報告 但是他會把各幕併起來一起啦 所以我們這個增加凍結七十萬 就凍結兩百萬 那減累我們沒有辦法增加預算 你在減他的預算也不好 但是委員會已經減累二十萬 我們就照減累二十萬來辦理啦 但是請他來專案報告啦 那個院長 減累預算不是目標 是要專案報告 看出他的成效這樣子 這個院長 那個其實勞動部是有救安基金的啦 救安基金的目的其實很重要 就是也要促進勞工的權益 要增進勞工的福祉 所以也都有這些計畫嘛 所以救安基金就是他的小金庫啊 他這裡面都已經可以做這些計畫了 那這個調整怎麼會有問題呢 重點只是在於說 我們要求的就是一個專案報告 因為喔 所以我說專案報告同意啊 專案報告一定要做 沒有錯啊 我剛才就是 但是經費開砍 阿爸你要砍多少你講嘛 因為KPI要做出來 KPI做不出來就不行 凍結增加70萬 那要減累現在 好啦那就再減30啦 減到50啦 沒多少啦 沒多少啦 就是這樣子 但是但是 但是部長 關鍵還是在 現在不到7% 你今天可不可以透過 這麼多人在勞基法3月1號要上入 你說 要給勞工足夠的保障 其實工會的組成就是給勞工足夠的保障 我不管你用什麼樣的手段 手段 是你要去想出來 方法跟方式 你有公權力可以去行使 你有誘因去行使 那你 你應該要有個具體的數字告訴大家 你要努力到哪個程度 要不然你勞基法修過 所有彈性都是給資方 那你又沒有能力去說 我想辦法有足夠的誘因給大家 我去組工會 我們這個專案報告 你就好好的來 沒有啦院長 專案報告都是過場 其實每個人都是10分鐘 我現在請問李委員 他現在能夠多少時間回答你這個問題 身為一個部長 如果連我有能力做多少事情都不敢承諾 你即便到10%也是一個承諾 到下會期增加個3%也是你的承諾 要讓大家看到你的決心 我跟你講 我跟各位 院長我們在這邊審預算都審假的嗎 不會我跟各位很報告 很多計畫都有KPI 我知道你先聽我講一下 KPI不過又不說就會讓他下台 對啦 連KPI都不願意承諾 這個是很高高的 不是啦各黨團聽我講一下 我們的目的是他來專案報告 不只是我們在場的委員現在問他 他現在回應 啊你現在 人家其他的委員也有咨詢他的權利啊 院長 所以我們的專案報告 你們可以逼他看他要多少 院長 好 專案報告的目的 還是要讓他把事情做好 專案報告 我們大家想 我想大家都有共識 只是今天我們非常希望可以看到 部長去承諾出一個 就是你至少到下個會期值 我給你預算 我想辦法增加到10% 就3%你也做不到嗎 司長有沒有辦法 可以嗎 如果做不到你缺的工具是什麼 叫部長給你啊 我是說3000% 現在大概 3%的工具都做不到 打5折了 已經打5折了 現在 你看有寫很清楚嘛 計畫 齊 寫清楚一點嘛 那你現在假如說 能夠答應 10%這樣 沒辦法報告 就算了 啊 他們動作都不要 但是就是 不是啦 院長我已經很客氣 10%不難啦 我不曉得 因為我不是這一方面的專業啦 可以請市長回應一下說 道路性那樣的目標 你是 你回應一下啦 大概 盡力做 會 大概 來市長 市長在不在 好市長在不在 好來 你說明一下啦 大家的期待喔 你們能不能做到 不知道各位委員 其實我們都一直努力 想要讓工會成長得更快 但是因為工會 它確實是一個人民團體 它還是得要透過那個員工 自我的籌組 所以我們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 透過很多上級工會去 輔導那些沒有工會的事業單位勞工 所以我們今年的預算很多錢 是要投入到 有工會的上級工會 譬如說各個產總 他們去找一些企業裡面沒有工會的一些勞工朋友 把他找來 然後教他怎麼籌組工會 那政府不適合去介入到企業裡面去幫他籌組 那未來我們今年度這些費用呢 這個就是給我們這些工會的籌組的用 第二個我們現在工會需要勞動教育 最終還是教育 所以這裡面很多費用呢 是希望透過勞動教育的補助 讓我們的工會有更多的能力 除了他的會務比較健全之外 他又可以去輔導更多的勞工去籌組工會 所以今天這個費用 那至於數字的部分 我們每一年 我們這兩年 每一年大概企業工會成長 都大概有多了20到30家 那我這裡順便有個數字 也跟各位報告 其實我們的勞工 30個人 因為我們的工會法規定 是30個人以上 才能夠有個籌組工會 所以我們在30個人以上的企業 有工會的比例已經到達15.5% 當然離世界各國20 20也是有差 但是不是那麼 沒有差距那麼大 但是我們會繼續來努力 那市長 那就可以去降低工會的人數 籌組的比例 籌組的比例就有機會增加 因為台灣都是中小企業 也很多啊 這是目標定了 你就會有下面 你應該去執行的方向 那所以今天燕修委員是說 那我們如果目標是10% 那你接下來專案報告 應該告訴我說 你要用什麼樣的手段 去達到這10% 這其實沒有什麼 其實還蠻簡單的一件事情 這目標是定在那 但是也沒有 他做不到也不會怎麼樣 老實說 你要錢 你要我們給你錢 然後你都做不到事情 我怎麼給你錢 我很願意給你 我還甚至要求部長多過一點 成長二三十家 而且其實我們當初在修法的時候 老公教育 老公育室抬頭 整個整個環境 沒有我們當初在修法 因為在提案說其實就用20 而不見得用30來籌組工會 那你現在如果都已經30以上 已經到二成多 那你怎麼會有問題 所以剛剛映雪委員講的時候 中小企業你要把那個石頭搬開 讓他們願意組工會 如果組工會的過程 有一些不公平的被 被虐被被被 被資方 就是解雇或什麼樣的 不公平的待遇的時候 必須要有申訴的管管道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你要提出來的嘛 對不對 你要想辦法把這些大石頭搬開 讓他們可以順利組工會 也有申訴的管道 我覺得這個事實上 就是應該要有所作為 不是把錢全部補助給這些產業工會 錢都等下 你自己都不要做事 這樣是不行的 那30個法規定的 你幹嘛跟他講到三個去 那你剛剛講到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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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提案就是要修法 變成20個人啊 那我告訴你 我們這樣子啦 好不好 我們這樣子啦 同樣的話 在委員會講過很多事情 那第一個 我們第三十一案到三十七案 沒有一案要減累預算 都是凍結啦 所以我們在委員會減累20萬 我們就尊重他啦 好可以 那增加70萬到200萬 這個大概十分之一啦 好啦 也是大家的共識 但是要務必來提專案報告 使得 金同益使得解凍啦 好 那你來專案報告 你能夠提升到多少 你們心裡要有準備 回復委員的 好 不是現在啦 你們回去檢討一下 然後你們真正的把委員的聲音聽進去 你來專案報告 他們可能會要求你提升到 八九十還是十一十二 我不曉得 但是你們要心裡上 要有一個譜 能夠在一年度 能夠要增加幾個比例 一年度增加幾個比 你們要有一些想法啦 做不到 到時候你們講 我做不到的原因是什麼原因 至少你努力過 你有一個目標嘛 我這樣講對不對 好不好 那以下會期提專案報告啦 使得動之 專案報就把你前面的納入 納入 剛才這個已經做決議了 好 來第五幕 38、39 第五幕 勞動福祉 退休業務編列3442萬7千元 審查會結果 簡列16萬元 凍結80萬元 38案改動100萬元 39案改動50萬元 宣讀完畢 照審查會就可以了 這個我看照審查會啦 因為它是要改動 不是要增加喔 是要改動 那頂多改動 增加20萬也沒有一 我們照審查會 尊重委員會中心主義啦 照委員會通過啦 第六幕 來第六幕 欸院長是39之二 啊你還有39之二 在哪裡 第六幕 在第六幕 39之二在第六幕 還沒有到 來啦 不會把你漏掉啦 不會啊我來處理 我處理一項都是很公平 很公平的 來 第六幕 第六幕 勞動條件及就位平等業務 編列558萬5千元 委員會審查結果 凍結30萬元 39之一案凍結279萬3千元 39之二案凍結2分之一 39之三案凍結100萬元 40案病動20萬元 41案測案 42案病動20萬元 43案全數檢列 44案檢列60萬元 45案檢列59萬1千元 凍結2分之一 46案改檢59千元 47案凍結94萬6千元 48案病分組決議 增動20萬元 第49案病分組決議 增動20萬元 第50案凍結11萬8千元 51案凍結10萬元 52案全數檢列53案全數檢列 54案檢列70案凍結5萬 55案凍結37萬5千元 56案凍結1分之一 56案檢列10萬元 凍結10萬元 57案病案增動20萬元 宣讀完畢 好 那麼這個是 這個目喔 是我們的第六目 是 勞動 勞調師 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業務 總共是558萬 558萬 558萬 來 我看558萬 來院長 我先把我要保留表決的 因為他就是 這次老幾法修法的關鍵 我要表決的我就先說了 妳先說來 保留的部分不要說表決 保留 保留下來的 44案要保留 43案要保留 43案要保留 保留 保留 然後呢 52案要保留 53案要保留 52 53 53 妳的全數檢列 妳 這個同一幕全數檢列三案 這個就是大家對於這次勞基法修法 我知道但是 妳總是要併案啊 都是全數檢列 就是一個 沒關係 我再看一下 妳再看一下 我這三個案要保留表決 因為 因為妳可以提 凍結 多少 阿妳全數檢列 53 53是親民黨的欸 54 43是 43是親民黨的啊 對啊 妳怎麼可以保留親民黨 我想說什麼 對啊我都奇怪 54 54 那個 親民黨這邊 43跟53都保留 來來來來 一個來 親民黨先來 我們就43跟53都保留表決 43還有呢 53 53 對 好 好 好啦 宴旭委員 那妳們是52吧 52 52跟54 52跟54 54是減列70 凍結5萬而已 沒關係 我先保留 後面我們有一個數字 我們再來討論 因為還有其他減列 好 那我 43 52 53 54 4案保留 好來 這個是500多萬 來 那 委員會是凍結30萬 這個 這個 有沒有 通案 不多 好 500多萬 來 來 怎麼樣 這個凍結已經凍結30萬 要再增加凍結多少 好 好 院長我先講一下 你可以 來請 第45案 好 45 45 大家換到45 萬 安委員的 來 好 關於這個 勞動條件 就業評論司 向下的 落實勞動基準法 保障勞工法定權益 我在這邊提出來 簡歷二分之一 凍結二分之一 然後要求勞動部提出 報告之後使得解凍 但是你減累就沒有辦法解凍了 好 所以 沒有 是動另外一分之一 我先講一下 最主要 對勞條司這一次 勞基法再修法 我想 不只是 災難委員 外界有非常多的不滿 尤其 看到 昨天上網公告的 勞工部 勞基法的事情細則 還有非常多的問題 都沒有解決 那 我想首先 對於 工時的問題 加班時數上限 到現在 信義細則出來 還是不願意面對 連續四個月 加班時數 54小時 所以我想請問勞動部 就這個問題 連信義細則也出來公告 你們的態度是什麼 你們是認同 就是連續四個月 加班 時數 54小時 你如果認同 你就大方的講 不要在那邊 扭扭捏捏捏 不敢直接面對 另外 三十二條之一 我的提案裡面 很清楚 就是年度終結 來結算 當時就在這邊協商的時候 林部長 一個字也沒講 結果 民進黨版 強行通過之後 外界的批評聲浪 排山倒海而來 才說 實行細則 可以來處理 先不要說 余悅母法的問題 為什麼 就不照我的版本 年度終結的時候 然後 就來結算 你非得要 世音細則裡面 跟你的議案 一模一樣 所以我在這邊請教部長 是什麼居心 當時就提出來 為什麼就不同意我的版本 非要到世音細則 我現在說話 柯總釗 所以在這邊 你還要說 這是你們 預算 是要保障勞工權益 監視納稅人的錢 結果 你們領納稅人的錢 做出什麼樣的事情 如果今天 我不堅持這樣子 難道 外界能夠認同 我們在這邊 監督勞動部 結果放任你們這樣 把勞基法修成這樣 所以剛剛兩個問題 勞動部 請林部長先回答 好來 部長你先回應一下 那我就來做一個處理 好 謝謝委員 我想針對我們這個 加班工時 這個 總量管制的部分 在我們的條文裡面 就是說 每三個月 那麼它是可以 有做一個彈性 所以呢 從這個法條的解釋裡面 本來就是可以 五十四五十四五十四 就四個五十四 所以在委員會的時候 我一再地跟委員講說 在我們的條文裡面 它是可能 是會有這種現象 所以我並沒有 遮遮掩掩掩 那因此呢 我們在適應細則裡面 只是在把它 再給它明文化而已 那麼其實是針對三十二條之一 的確當時呢 在這裡審查 大家在協商的時候 委員是有提出來 是要年度終結 但是要跟委員報告 就是因為我們的特休假的 所謂的年度終結 因為每個人 所採的年度不一樣 有人它是日曆年度 有人它是會計年度 有人它是學年度 還有人它有自己 另外的一個制度 所以在我們認為說 如果一概用年度終結的話 可能會跟我們的特休假的部分 會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在這次的這個 視訊細則裡面 我們的確是採取了 比較多的一個選項 我們大家來看看 是不是可以讓該公司 可以選擇跟特休假一樣 因為像學校的話 它可能就是八月一號 做一個學年度的一個終結 那你讓它到這個年度終結的話 可能對它來講 會發生一些會計上一些混亂 所以當時並不是說 我們不財委員的意見 那麼我們也是尊重 大家在這裡協商的結果 不過我們現在 大致上就是說 我們讓它有一個多的一個選項 每一個公司 它的年度的認定是有不同 以上補充謝謝 所以部長你是認為 連續四個月 加班五十四小時 你認為 你認為 這樣子對勞工朋友 有沒有過勞 我只要聽部長這樣講 因為他認為可以啊 不是啦我們 所以部長 你認為 連續四個月 勞工朋友加班 每個月五十四小時 連續四個月 你認為 是合理 你認為對勞工朋友 是公平的 這個 好來 你就再回應一下 再請吃擁委 好 在宜潔委 在李委 好 我們是用每三個月 好 我一樣回應一下 部長 我們還是有其他的這些職安法相關的規定 我們希望他們在針對勞工朋友的時候 還是要注意到我們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的規定 也就是說他必須要注重到勞工的身心健康 所以這是一個法條的規定 但是呢 實務運作上 還是由各該公司自己來針對員工的一些身體狀況 甚至員工自己也可以拒絕 他如果以身體健康為理由拒絕的話 他也是有這樣的一個權利的 好來 請示優偉 直接回答問題嗎 繞這麼久 這個不是在執行啦 在質詢的話 你們可以以問一答 我們這個要有自信 來處理我們的預算 我知道喔 來 現在換慈庸再換宜秉在換宜秉在換宜秉 對不起 宜秉在宜秉在宜秉在宜秉 來 院長 我先講一下我們的案子 50 51跟56是策案 50 51跟56 50 51 56 謝謝您 好 然後我們的39之2跟39之3的部分 39之2跟39之3在這裡 大家有拿到嗎 有有有 這是我們有在提出來的 他策案換這個案 來 對對對 那39之2喔 其實這一次的修法裡面 當然我想很急促嘛 那很多的報告其實也沒提出來 那我們希望說針對這次的一個修法 這一個影響評估喔 還是希望勞動部能夠再提出來 那去年度一例一休實施也已經滿一年了啦 我們也希望說他把整個 就是開一個專區啦 把所有相關的一些會議的一些資訊 全部都放上去 讓大家有個公開的資訊 可以做一個查詢 這不困難啦 沒有啦 你這有每時間而已 每一個禮啊 一個禮啊 一個禮最過的禮啦 那39之2你就是 他就是開一個專區而已 他沒有 他沒有3月1號 你有沒有看到 你要看一下他的內容 看一下內容 你有看嗎 39之2 39之2 39之2是要我們把這相關的 過去的一些績效的評估 可以來做一個公告 這個部分應該可以啦 但是你那個凍結的部分 這個能不能改主決意啦 因為凍結我們等一下會做一個處理 因為你凍結二分之一沒有意義啦 凍結可以改十分之一啦 好凍結改十分之一齁 啊那個 那個 這個 他就提一個書面報告給你啦 這個要專案嗎 啊你專案一樣 他一樣病了一樣都一樣啦 好也可以都沒有問題啦 反正你們病也一樣病嘛 好 結論 結論就是凍結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是等一下 你們這邊才五百五十八萬而已 所以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我會處理啦 我最後再處理 那你們之三呢 之三你看一下 一週內 要我一週內再把相關的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些是準備工作啦 那我們有點像是類似去指導他們說 這個條文的意義是什麼 那各該目的事業主管警官 他們分別回去 像你也知道 這位福部啊還有經濟部 他們都會去找他們相關的一些會議 那等到他們把這個會議 他們有了評估之後 送給我們 到老頭部 我們全部都上網 每次的會議 那個上網 這樣沒問題 不要一個禮拜啦 陸續上網 那這個就測案啦 好這個就測案 有問題我們再處理啦 沒有測案啦 他已經同意你會上網了啊 但是要各部會來 他們就上網 各部會來就上網 來就上網 所以他一直在做 啊你提一週內他怎麼做得到 這個專區有嗎 目前因為還沒有送過來嘛 啊你們會有專區嘛 以後只要是 我在委員會就跟各位報告 只要是我們勞動部的會議 每一次參加會議 我會去世話以後 我把我們所有的會議紀錄都上網 好這樣好不好 所以就有了 你就不必再提了啦 好啦可以啦 啊沒有啊這個就測案 他已經要做 啊沒有做的時候 你們業務質詢 你就可以質詢他了 所以這個測案啦 啊但是那個十分之一 這個齁 三十九之二啦 三十九之二這個加 這個齁 等一下 並那個什麼專案報告 這個沒 我看OK啦 可以啊 啊但是現在要處理 來 那個姨姐 姨姐來 好來姨敏來 恭喜選 那個 對就是針對這個齁 我想啦 勞動條件事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規範嘛 這些東西 可是就是在前天 我們這個台北市聯誼工會 就開啟了招待會 就提出來說 現在的衛福部已經找他們去 找他們這些 各醫護的這些工會 要求就是說 來訂這些 就是輪班的東西 要從十一小時變八小時 我在這邊要強烈的要求啦 勞動條件事 請問司長 你後來有去開這個會嗎 那你去開這個會 你是站在資方還是站在牢方 那衛福部如果要這樣子做 來壓迫我們醫護工作人員的時候 你們的立場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一開始 在修法的時候都講清楚 最擔心的就是 他的這個特例變通則 特例偏通則 那就不要講了 而現在是衛福部 既然可以公然的 就把這些台北市立聯誼工會的人 叫他們來開會說 在什麼情況下 我們叫十一小時變八小時 這是事可忍 孰不可忍 一定拜託一下 人家是來了解哪些 好來 但是工會他們的感覺 就是感受不一樣 那為什麼衛福部會變成這樣子 資方的打手 那到底司長 你有沒有去開會 立場到底是怎樣 你要不要看他們的臉書 你要不要看他們的臉書 好 那先講一下 楊叔 我們要先講一下 你看 因為我們本來是有43跟53案 那是要保留表決 但是因為有幾個問題想要釐清 或許明天如果釐清清楚的話 其實二輪的時候大家還有所謂的空間 好 因為在那個 在昨天老文部那個 那個預告勞基法實行細則的草案 其實在細則規定加班換補修 要在一年內補修完 那當時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為什麼當時在修勞基法的時候 然後我們不朝這個方向去明定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特休假的部分 其實基本連這個部分都在幾年內修完 其實沒修完 我們都可以換成工資 那也可以明定在勞基法裡面 那今天如果勞工的這個 所謂我們的血汗加班費 他現在被換破 就是被迫換成補修 那卻在勞基法沒有明定 那說我們到底多久內 他可以把它修完 那其實這大家是非常質疑的一個點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也請你們可以去跟 黨團說明清楚 這樣子 好不好 就是以上這兩點 對對對 因為這個部分我覺得還是要 說明得清楚一點這樣子 因為這是大家非常在意的 因為昨天你們公告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很大的問題 那個趕快去跟親民黨黨團說清楚 那說清楚他的這兩案他就可以 我不能保證 但是我覺得這個態度 你們要表明清楚 那到時候再看他怎麼去 就是事實上案 找誰啊 找我們三個都可以啊 找高精也可以 阿你就找姨傑阿 現在講就好了 沒有啦 現在忙就要講 不好意思下去溝通 之前有其實就有問過他們 但是答案不是非常的明確 而且我們覺得說 這個昨天其實就有預告這勞基於法的 實行細則的草案 其實這個很多當時都有很多爭議 其實你是可以把明定清楚 可是 對於就是加班費 他們是被迫換去補修 可是卻沒有去明定 要多久內修完的這一塊 我們希望能夠有個明確的答覆啦 好 那這個拜託喔 這個請勞動部 跟親民黨黨團說明清楚 43案跟53案這個先保留啦 齁 那你們說明清楚之後 他們如果策案 那就依 說明清楚的案件來處理 來 先燕秀再持庸 再妳 再萬安來 那個 部長 因為昨天公告的實行細則 也再一次凸顯出 如果我們當時勞基法的修法在32條之一 有討論的更清楚 更完整 實行細則 是不是有必要要這樣子處理 畢竟實行細則 它的強度 跟我們現在 在條文上的修正 它的強度並沒有那麼強 這是第一點我要說明的 第二點 如果當時過的真的是講萬安版本 就或許不會有這麼多的問題 包括我的 還是 我的版本 我個人的版本32條之一 我還要求在這邊 我們可以看看參考公教人員 高強度的加班之後 要求的是立即的休息 身體才有辦法快速的恢復 這跟特休假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沒有嘛 這個柯總長你仔細聽人家講嘛 因為這是這幾天發生的問題 所以我也在檢討他這兩天 所公告的實行細則是有問題的嘛 那包括你現在的實行細則 又要一個 你現在實行細則 確定是連續加班 四個月都可以54小時 就是確認把勞工的過勞 第一個合理化 第二個 我再一次強調 高強度的加班之後 沒有立即的休息 反而到年中才來去結清 人都過勞 身體都受傷了 或身體都已經過勞了 你到年底再有辦法恢復嗎 當人中風了之後 過勞突然中風了之後 運輸業 駕駛司機 開了連續四個月的54小時 過勞之後身體有辦法恢復嗎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 要去修正過勞的標準 跟每一季要重新再去檢視過勞 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我個人非常遺憾的 包括每一季要求看勞動部的過勞標準 跟重新修訂過勞報告 過勞的標準跟每一季看過勞報告 這樣的附帶決議都被民進黨黨團否決掉了 如果連最基本的勞工保障 讓我們可以看到 勞工過勞在每一季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要不要再來去重新修訂 如果連這樣的附帶決議都被民進黨團否決掉了 我不知道民進黨團是不是所有的委員都不重視勞工的身體 所以我要再一次提醒我最後一句就好了 部長我認為你昨天的公告還是有問題 因為你最後還是加一個勞資協商 如果剛才我們在勞條司那邊 沒有要求工會比例的話 我實在覺得 如果只有三個人的公司 我叫我自己一個人跟我的老闆協商 我實在不敢去跟老闆講說 我要放我應該要放的價 我不敢放 我不敢去講 我們很多都是十個人以下 十五個人以下的公司 中小企業 所以部長沒有足夠的條件 沒有足夠的力量讓勞工去跟資方談判 你的修法全部都重新是站在資方那邊 好那我現在來處理啦 這個 院長 不是啦我們 我跟你講喔 好我現在最後兩個啦 一個萬安一個持有 就剛才反而說院長希望我們撤 我們就把它改成主決議 對啊 39-3 對啦 那部長看看 來來 部長可以 可以啊 那個專區那個沒有問題啊 時間沒有時間點啦 他們就會有專區 來萬安 然後再進 我就結束這個話題 這一幕的話題 好謝謝院長 請教 林部長啦 很簡單 兩個問題啦 所以 關於 加班時數 54小時 所以 勞動部 林部長 你是容許 連續四個月 每個月加班 54小時 你就回答 是或不是啦 那第二個 關於 我這邊 唸給大家聽啦 很簡短的 當時喔 我想 大家印象很深刻 那天是 星期二一早 然後 民進黨團 丟出了 修正動議 對於 32小時之一 我就坐在那個位子 我當場表示反對 我提出來兩個點 第一個 要換補修時數 要造加班費率的加成 第二個 我就提出來 我說 會造成 你補修 如果交給勞資協商會 無限期的延後 我這邊就說 那個誰 不要在裡面照相 如果這邊的文字期限 由勞資雙方協商 所以會造成 無限期延後 可能會三年 五年 十年 那怎麼辦 所以這個文字 絕對要修正 這是 當時的協商記錄 結果我們看 林美豬部長怎麼回答的 他不僅 沒有提到說要怎麼解決 甚至就是說 因為現行事務上 都是由勞資雙方自己去協商 如果勞工加班後要補修 要在什麼時間之內修完 我們希望這部分 能由他們雙方去談 所以這個是 林美豬部長 你當時的態度 我們提出來說 一定要在年度終結 來結算 結果部長你當時就說 交由雙方去談 實務上也是這樣 結果 強行刪讀過後 學者專家勞團代表 強力反對 你當時都沒說過 你要來解決 那你為什麼現在 180度轉變 在施行細則裡面 這樣來做 當時我就提出來 而且我的版本就是年度終結 結果你把我的體驗否認 不是啊 當時你為什麼 知之不及 而且你就說 你為什麼先 柯總長我在講話 請尊重 你講話差不多一點 請尊重發言的 講過兩次一樣的話 請主席 不是啦 這個 我知道 所以 部長 你當時 就沒有說 我在講話尊重一下好不好 你講話是一回事情 但是我希望你 尊重別人發言 好不好 我處理一下 所以部長 當時 你就說要交給勞治雙方 我們就反對 讓他知道做到對的事情 為什麼 那個 禁訴啦 好不好 所以部長 我只是想請教 為什麼當時你堅持 說要交給勞治雙方 而且你也說 這是現行實務上 都是勞治雙方自己協商 白紙黑字 這都是當時的協商記錄 為什麼現在 強行通過 趕快 說 適應細則 我們要年度終結 這樣有說嗎 所以我要問部長 為什麼當時不接受我們的意見 好 為什麼一定要照你的意見 奇怪 那為什麼現在 欸 那為什麼當時不照我的意見 都到54小時 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 你再開專案報告再來一次好不好 第二個 請教部長 當時 為什麼你堅持 要由勞治雙方 協議 好 好來 來 部長回應 我儘快回答 第一個 54小時的事情 我剛剛已經跟各位說明過 第二個 有關於這個部分 那天協商的時候 是 所以部長你是容許對不對 你不要 針對 你讓他講嘛 那柯總總會一直插我話 所以你們 我告訴你不要講同樣話一直講 來 請回答 因為在32條之一協商的時候 問行政院的意見 因為當時行政院並沒有提出版本 所以我來告訴各位說 依照我們現行 我們在5月3號 去年的5月3號 我們做了一個函事 我們就是在休息日加班的時候 是由當事人自己來協商 所以我才說在5月3號之後呢 事實上當事人之間 在勞資之間已經按照這樣的慣例在做了 所以我說 我希望按照他們現行的一個方式來做 也就是說我當時說 是不是我們不要定32條之一 我當時的意思是這樣 所以並不是針對兩個版本之間 到底哪個好哪個不好 我想那天的協商是這樣的一個原由 那事後 我尊重大家的協商的結果 也通過了法案 那麼在法案通過之後 我們當然要針對法案的這個部分 來做相關的執行細節 所以我們才來公佈了這個實行細則 我想整個原由就是這樣的 當時是我來報告 我們行政院對於32條之一 勞動部對於32條之一 我們既有的看法 跟我們對法案的一個態度 以上 好啦 部長 所以第一個問題請回答 所以 勞動部是容許連續四個月 好 加班五十四小時 好啦 我們來處理預算 部長你不敢回答 很明顯 你容不容許嗎 我剛剛已經說到不好 容不容許嗎 不是 你問過 所以勞動部林部長 不敢面對 所以勞動部容許 勞工朋友連續四個月 每個月加班五十四小時 這就是現在 執政黨跟行政院還有勞動部的態度 好 我們現在來 我們現在來處理預算 來 院長 來 請以為 簡單喔 對 我知道 所以我要提出兩個很重要的意見 第一個事情就是說 我真的請在場的委員們 還有各黨團 是不是可以尊重委員會的這個 委員會中英主義 因為今天我也看到很多 在當初委員會的時候 可能已經否決的案子 可能已經解決掉的案子 或 在委員會的時間 其實完全也沒有請我們委員會提案的案子 今天通通可以跑出來 那這樣我們在委員會以後 我們都保留 就送協商就好了 不然我們那邊省半天 今天又蓋那麼多東西上去 我覺得這個部分 在制度上面 還有這樣的做法上面 我個人認為這樣對我們在委員會的委員 其實不是很尊重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我也真的覺得 大家在這邊 因為是預算協商 我們針對預算的內容做處理 那如果這邊大家要繼續這樣表演下去的話 我覺得這樣是浪費大家的時間 謝謝 這個大家要 來來來來來 這個我處理 來啦我處理啦 我知道 我處理 不知道這樣子的話 不是啦 很多的委員 陳委員 你要聽我講嗎 他的問題我當然可以 我先回應 如果你 你不滿意我們 他們有人嗎 民進黨有代表嗎 我知道 可是院長 一個委員會的招委 他怎麼這樣講呢 陳委員 他完全不了解狀況嘛 陳委員 如果要這樣的話 實在力量講都是屁話嗎 大家都一樣 陳委員你聽我講 他們沒有一個代表在委員會 他們就不能講話 你聽我講嗎 聽我講好不好 這很奇怪耶 聽我講嘛 我們言開會委員不是委員嗎 你不要對我派週子 我沒有對你派週子 我對他派週子 好啦我們不要 我們就這樣子 你叫他不參加 學生有代表 為什麼我要叫大委員 他完全都不懂耶 不要什麼叫 誰教育誰啦 誰都是委員啦 來啦 這個 這個黨團的提案 雖然經過委員會有審議 通過我們盡量尊重 剛才講完委員 也堅持嘛 委員會中心主義 他們凍結的案子 要 黨團再提高的話 要外加不能 直接說這是黨團委員會 我們是尊重委員會中心主義 但是到院會是二讀 所以會有黨團 還有個別其他人的提案 所以才有這個學商嘛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有一點 我們不能在 預算審查變成變相的 專業的報告的諮詢 這不好 因為其實這個都是在實況轉播 大家不要 就覺得 找到機會 我覺得這個 不一定外界會接受 因為我們 有三千五百多案 你看我們 四天要處理 三千多案喔 而且有一些 提的案子 根本 一點意義都沒有 我們都在提 但我們都很有耐心 一案一案的來 聽大家講 來處理 那麼針對第六幕的部分 委員會是凍結三十萬 委員會是凍結三十萬 院長 你剛剛那樣講法 我們回應一下 因為你講完都不讓我們回應 你馬上就往下走 我要說明的是說 我們當然是尊重 但是 上次在修法的時候 就是中間就斷掉了嘛 就斷電 然後就表決 很多東西沒有機會講的 你當然要讓我們講 沒有 我跟你講喔 上一次的勞動基準法的修法 勞動基準法的修法 是我在主持喔 我們都尊重大家的花園 我們從來沒有用停止討論 來黨 而且各黨團還來拿麥克風 三分鐘都可以講到十分鐘 我都從來 我都不干預 盡量讓你們講 後面的助理 不要在那邊 私私的確疑 我覺得助理提供這樣的信息 委員照聽這樣不好 我上一次勞動基準法的審議 我是完全開放 讓廣泛討論跟主條討論 盡量讓大家講 可是院長 那個時候部長都沒有在場嘛 但是透過實況轉播 沒有辦法這樣子回應溝通嗎 透過實況轉播 都全國人民都在看 那你們沒有辦法 互動是委員會 你們根本不讓人家省 你們都是要站在主席台 我們就不會有停止討論 我們不要再回顧過去 我們不要再回顧過去 現在就來省預算 現在就來省預算 好就來省預算 所以先回顧過去的 我沒有再回顧過去 我是在說我們現在在省預算 不是在做業務的質詢 那 第六幕 委員會凍結30萬我們尊重 那麼 親民黨 有全數減累 43案跟53案 保留請勞動部去說明清楚 但是有一點 國民黨黨提出52案跟54案 一個是全數減累 一個是減累70萬 凍結5萬 你們到底是要全數減累 還是要減累70萬 凍結5萬 能不能選擇一個 因為這是矛盾 因為是個別委員提的 吳院長 所以請保留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尊重 我們就保留 那 這個案子只有558萬 那麼 大家都有 凍結有減累 那基本上 我們 尊重 我們還是凍結 十分之一啦 五十 五萬八千 但尊重 剛才江委員講的 就外加 二十五萬八千元 就十分之一啦 凍結 然後 經 並前面的專案報告後 今委員會同意使得動之 因為前面有一個專案報告 我們就併一下 來 第七幕 第七幕 勞動法制業務編列 七百四三萬元 委員會沒有 三減凍結 五十八案 車案 五十八至一案 凍結百分之五十 五十八至二案 凍結二分之一 五十九案全數簡列 宣讀完畢 那個 凍結百分之五十 跟凍結二分之一的意思 都一樣啦 齁 你們乾脆就 同一個問題 把它 變成一個問題來就好 啊凍結數都一樣 提兩個案子 你們去整合變成一個案子 我們受理 或者我就不受理 齁 齁 這個沒有意義的案子嘛 來你們去受理 整理一個案子 有啦 這樣就有啦 齁 聽音樂說嗎 然後 五十八案 測案啦 這五十八案是誰的案 我看一下 五十八案 你測 王毅秉測案 那五十九案是 全數簡列 那你們要保留 這一案喔 好來 因為是關於公時規定的修法程序 其實非常的粗糙 嗯哼 包括剛剛加班公時喔 這一次 勞工部容許連續四個月 讓勞工朋友 加班每個月都五十四小時 然後 三小小之一 在討論的時候 非常的草率 到現在才要透過身影細則 才來補救 所以這邊 連續委員提案喔 要求在 這一個勞動法制編列的 一百十九萬七千元 尤其關於勞動基準法 相關公時修法 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喔 草率粗糙 要求全數簡列 所以這一案 連續委員是堅持要保留 好 五十九保留 那你們五十八案之一來 來 我先問一下喔 那個 最低工資法喔 這個部分 有沒有辦法提前 因為之前 部長的意思應該是說 要到年底 近年底 我那天有跟你講 會盡快嘛 但是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再往前 因為這個從我 2016年的時候 那時候的郭部長 就說那一年年底要提出 然後2017沒有 2018還要到年底 我覺得這真的是有點牽強耶 這沒有辦法在今年年中之前提出來嗎 那改主決議可以嗎 好 改主決議你給他看一下 你不要說有一個期限啦 你給他看一下 你們一下子要 你們去主決議趕快去處理 好 一兩個公投 兩個立法 到底要哪一個 蛤 你們這個非公投 不是要去公投嗎 不是啦 我叫他們整合一個 好 然後你們整合一個 你們立法通過了 不用公投啊 這不是 我們就是希望說 勞動部趕快把他的版本提出來 好你趕快提主決議 來我們進入主決議的部分 來 第60案的主決議 有沒有問題 新增4個主決議 那是等一下處理 等一下處理 這麼多喔 欸 我 我是很欽佩你們的用心 但是喔 這個助理還是要用一點心來處理這個預算 不是 提出來就算 提出來就算 你看你 呃 73之4 這個 大概跟前面都討論過了 一立一休相關的問題都討論過了 你還提主決議 這個有意義沒有意義你們自己想清楚啦 來 我們進行主決議啦 我來進行主決議 要不要收案的問題 不收案了啦 從現在開始我們就不收案了 從現在開始不收案 我們就不開始 就不收案了 這個昨天就本來就不收案 今天是特別 前面都不收案 來 我們 主決議第60 有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就照案通過 61有沒有問題 好 照案通過 62有沒有問題 62 63也沒問題 那64呢 64來 64看一下 陳超明委員的 能不能做一些文字修正 有沒有辦法 62 那你們 所以我說要你們看清楚 就這樣子喔 不要一直沒問題 沒問題 事實違憲了吧 改成書面報告 喔那已經改過書面了啊 對對對 就修正通過嘛 好你們有溝通就修正通過 好那64呢 這是 震險增加 密算 密算的增加 所以你們沒有做功課嘛 你們主決議你們要看啊 要修正文字要跟委員討論啊 因為我們已經把文字提給委員辦公室 可是再來協商之前沒有 可是再來協商之前沒有 其實是要進行案還無所謂 六十四案 六十四案 好六十四案就 因為剛剛才 好那六十五呢 六十五 我們不能夠保證說 我們會 勞動部版本我們可以提供 但是你說要提供行政院版 因為行政院還要開 這個行政院來決定 所以我們勞動部可以承諾 我們可以提出來 但是行政院部分 好那這個保留 六十五案保留 六十六咧 六十六沒問題 六十七 他已經提出沒有修正 六十七也沒問題 文字是有修正過 就修正後的文字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 好就以修正後的文字啦 有看過喔 六十七他就有 所謂每季公佈 提出勞動過勞暗數 是這樣子嘛 你們是修這樣子嘛 好可以接受喔 好 六十八呢 有問題啦 調評師來說說看 來 五年內 最定工資法 沒有他最定工資三萬元啦 好 這個 有沒有問題 保留 來六十八案保留 六十九案 六十九案 保留 保留 七十 七十有修正文字也同意了 好 通過 修正通過 七十一 遵照辦理 好 七十二 遵照辦理 好 那我們 還有七十三 這個我們是用保留 好保留 七十七五都保留 那個七十三之一 你那邊有沒有資料 七十三之一 剛剛提的嗎 對 七十三之一 你好嗎 沒關係啦 好來 七十三之一 要調查報告 怎麼樣 一月十二 一月十二 實施情形 要我們多久之內提出 沒有就是今年的年終跟年末 都做一次這樣的一個調查 可以 好那這個就通過 七十三之一通過 七十三之二 這什麼 這病那個專案報告 這個病專案報告 好 這個病專案報告 可以吧 這病前面的專案報告 也通過 是不是 對 病前面的專案報告 沒關係 他病前面的不必 他這個也是專案報告而已 病前面的 前面的專案報告 病前面的專案報告 改下位期 並於下位期內 這個是不大 所有的時間都 全部改下 要下位才 齁 改下位期 關系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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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長來 關系師 因為剛剛才拿到 用專案報告來 可以 可以 那個 這個 改書面就可以了 所以你的專案報告 其實是改書面 我們改書面好了 我們改書面好不好 因為太多專案報告了 好 改書面報告 這幾個 這幾個 改書面報告 我們也是改書面 好 那73-3也改書面 好 謝謝 2-3-4 都改書面 2-3-4 改書面 都可以 改書面 好 那這個就 改書面之後全數通過 三個書面 這三個書面就可以了 好 這樣好 來 那我們現在進行 勞工保險局 六四這個看一下好不好 六四這個看一下好不好 六四不是通過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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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增加預算不行 六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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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移民 喔他用劍勤啦 劍勤可以啦 他沒有一個劍啦 這個勤而已啦 那加一個劍嘛 好不好 王安委員 加一個劍 劍勤啦 因為如果我們 我們立委員不得 做增加預算之 決定啦 所以要改建請 好 好 那修正通過 六四 來我們勞工保險局 勞工保險局 向下編列 三十億 九千九百五十九萬八千元 七十四案 結果 凍結一千兩百七十六萬元 七十四案 簡列一億六千一百一十一萬九千元 七十五案 簡列一億三千九百四十八萬兩千元 凍結三億 零九十九 九百九十六萬元 宣讀完畢 好 七十四案 七十五案保留 對不對 好 那凍結 我們就通過凍結一千兩百七十六萬元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 這個是委員會我們尊重嘛 好 第一幕 第一幕 一般行政編列二十四億一千六百五十四萬八千元 委員會審查結果 凍結一千兩百七十六萬元 七十六案 並分組決議 增動一百萬元 科目指定調整 七十七案改組決議 七十八案 並分組決議 增動一百萬元 宣讀完畢 那第一幕 就增動兩百萬元 但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那七十七案改 改組決議有沒有問題 七十七 要看齁 七十七 紅毅 好 七十七就改組決議通過 那 另外 增加凍結 兩百萬 因為七十六跟七十八 各一百嘛 所以 增動兩百萬 然後提書面報告 使得動之 OK 好 來 第二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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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 增參凍結 第七十九案改動一百萬元 第八十案改動五十萬元 宣讀完畢 好 那麼 這個 這個 改動 因為五十萬 是在一百萬 如果 七十九跟八十 動載一百萬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 你們接不接受 好可以 我們就動載一百萬 提書面報告後 提書面報告 後 後 使得動之 主決議八十一有沒有問題 文字修正 文字修正後 文字修正後 文字修正後通過 八十二 八十二我們再看一下 蛤 修正 對就是專案改書面 好 可以齁 八十二我們也是改了書面 好就是八十二就文字修正 專案改書面通過 好 現在勞動力發展署 勞動力發展署 勞動力發展署 列十七億六千 六百三十四萬六千元 委員會審查結果 簡列七百五十七萬元 動結六百九十四萬兩千元 第八十三案 簡列八千八百七十三萬元 第八十四案 簡列七千三百七十七萬三千元 動結一億七千零六十三萬五千元 宣讀完畢 好 八十三八十四 保留 那麼 這個我要跟余秉民委員 跟外安委員 請教一下 我們這個是 總預算 你們在委員會已經 簡列七百五十七萬元 動結六百九十四萬兩千元 這個是整個TOTO 好 這個是總預算 但是後面 這個第一幕 第二幕 你們又各做了決議 那這個是 外加在 總預算 還是內涵在總預算 這個要講好啊 外加 外加 好 謝謝 好 這個大家沒有意見 你們委員會在省議是怎麼樣 你們委員會在省議是怎麼樣 他們要求要外加 好 外加 那我們 勞動力發展署 總預算 先檢列七百五十七萬 動結六百九十四萬兩千元 提書面報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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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經委員會同意 解凍 第一幕 來 第一幕 一般行政編列兩億八千五百六十萬一千元 委員會審查結果 簡列五十萬元 動結五百七十四萬兩千元 第八十五案 簡列一百萬元 宣讀完畢 好 第八十五案 是 在簡列一百萬元 那 在委員會是 簡列五十萬 動結五百七十四萬兩千元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資 那現在要增加 簡列一百萬 這個 第一幕是 勞動發展所所長在不在 怎麼樣 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再簡列一百萬 有沒有什麼影響 報告院長 簡列一百萬 對我們來說 因為這整個 我們的一般政策上有困難 那有跟委員溝通 基本上委員他是不堅持 所以我們是建議說 測案 好 那我們測案 就簡列五十萬 維持委員會 因為委員會 院長等一下 沒關係 這案可能尊重個別委員提案 他要保留 他要保留 那你不是說有溝通 這這個案子是 這是陳學勝委員 陳學勝委員 陳學勝委員 對啊 對 他不堅持 對 OK 報告主席 那個黨才希望保留 謝謝 黨才 好 八十萬保留 來 第二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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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力發展業務編列 一億九千一百五十二萬元 委員會審查結果 簡列一百萬元 凍結一百二十萬元 八十六案 簡列五千萬元 八十七案 並分組決議 增動十萬元 八十八案 改組決議 八十九案 凍結十萬元 九十案 並分組決議 增動十萬元 九十一案 並分組決議增動十萬元 選組完畢 這個八十六到九十一第二幕 這個大概都是統三的項目喔 統三數高達百分之九十五 所以統三的數目會非常的多 你們委員會已經凍結一百萬 一百二十萬 簡列一百萬 我看 是不是照委員會 統三那個喔 你這個 你們三的是 要加入統三的部分喔 假設 因為這個預算多少 一九千萬 好一九千 假設 五趴他就三 要三 兩千萬了耶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喔 所以我們是不是尊重 你們的簡列一百萬 凍結一百二十萬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 因為這個是委員會 重新主義 尊重他 但剩下的就一統三辦理 可以啦 這一幕我們就照委員會審查的結果 好 照委員會審查通過喔 對 來 第三幕 第三幕 分數管理 編列 十一億兩千六百四十一萬一千元 委員會沒有增三 凍結 九十二案 改減二十萬元 九十三案 改減五十萬元 九十四案 改減七十萬元 九十五案 改減五十萬元 改減十萬元 宣讀完畢 這樣子啦喔 委員會沒有三檢啦 那有五個提案啦 那這一幕是多少經費 七百多萬吧 總共十一億 好啦你們要減多少你講啦 減最多的啦七十萬好不好 報告院長因為委員會已經減了五百三十萬 沒有啊 沒有 陰疫貿易自由化有三檢 回去有分配到這邊減五百多萬 我們陰疫貿易自由化它是整個三檢 那三檢之後其實我們五個分數都有關係 什麼貿易自由化在哪裡 陰疫貿易自由化的預算 是 這個是整個大象 就是大象已經三檢了五百多萬 那分到我們五個分數 實際上都有被檢獵到 趙偉換就好了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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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長現在搞不到清楚啊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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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這邊 有沒有去溝通 有 你這個你都同意哦 我看到你都同意哦 那你同意 你同意 你有溝通 有同意你就要 對線 你五個案子 你就要找一個案子 不然三減五十萬 這他們都去港溝通啊 我這就什麼 所以我們找一個最大的 情勢變成的重新溝通 所以溝通的結果你們都同意啊 好 我們就同意三減七十萬 因為你港溝通啊 其他的意思其實是各分數各三的 我都知道啦 但是七十萬你也是各分數 平均減累啦 很少啦 好啦 就三減七十萬啦 沒有啦 別去港溝通 來 職業安全 主決 第四幕 還有第四幕 第四幕既能檢定中心管理 檢列 欸 委員會決議 檢列五十萬 第九十七案 並分組決議增動五萬元 啊 就是要五十五萬啦 怎麼樣 可以啦 那檢列五十五萬 那是增動耶 那不是減五萬 唉唷 五萬不要啦 動五萬要幹什麼 測案啦 這增動五萬沒有意義我還是 好 測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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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測啦 測啦 這個大家都很理性啦 測啦 來 九十八主決議 怎麼樣 還有主決議啊 九十八呢 改書面 然後修正通過 改書面 九十九 改書面修正通過 一百 改書面修正通過 一百零一 改書面通過一百零二 改書面通過一百零三 改書面通過一百零四 通過 好 來一百零五 好 改書面通過一百零六 遵照辦理 好 很清楚 好 謝謝大家 現在 職業安全衛生署 職業安全衛生署 編列七億四千零二十萬一千元 委員會審查結果 凍結一千三百一十四萬兩千元 第一百零七案 簡列三千八百四十九萬元 第一百零八案 簡列三千一百 零八萬八千元 凍結七千四百零二萬元 宣傳完畢 107 怎麼樣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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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呢 保留 好 那 109 改主決議 我們現在第三幕 委員會凍結六百五十萬 來 請宣讀第三幕 第三幕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 編列三億三千六百四三萬八千元 委員會審查結果凍結六百五十萬元 第一百零九案 改主決議 第一百零三案 凍結五十萬元 同一照列 第一百零三案 改動六十萬元 第一百一十二案 並案 增動十萬元 第一百一三案 並案增動十萬元 第一百一十四案 第一百一十五案 都是並案增動十萬元 宣讀完畢 好 這個 一百零九案 改主決議 你們 可以 那一百零九要改主決議 通過 那 一百一十萬 他是凍結五十 同一照列 所以他這邊已經凍結六百五十 這個應該 是含在內了 那一百一十是改動 恐怕 要不要改動六十 宣讀 原來中 動六百五十 你要不要改動六十 可以考慮嗎 不是 他是改動 改動 他這邊寫改動 好啦不要啦 我看你也沒有辦法解決啦 策案啦 沒有 不是策案 不是策案 改動六十 改動六十 那 現在已經凍結六百五十 你改動六十 就少了五百九十呢 那 一一二 已經凍結六百五十了呢 所以策案啦 趙委員會啦 那 一一二 一三一四 一一五 都是要增動十萬塊 那我們就增動十萬塊 齁 就 六百六十啦 齁 那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齁 好 來 一六 通案 看一下 一六改 那個 時代力量改組決議 親民黨 親民黨 對不起 親民黨改組決議 有沒有問題看一下 同意 好 那我們就通過 對啦 那我還是要說明一下 原本我們是要 刪減的啦 但是 因為職安署齁 你們始終都沒有對 總共要出1.96億的這些共同興建 這棟大佬的必要性 你們都沒有提出來 因為我們預算法的第39條裡面有一個規定 就是繼續經費預算編制 應該要明列全部計畫的內容經費總額 因為後面刷刷108年以後就要直接撥嘛 所以我們覺得這是有問題的 好 那這個請勞動部再注意一下 那改組決議通過 好 那現在勞動基金運用局 勞動基金運用局 編列1億八千九百零八萬八千元 委員會審查結果 動結四百七十四萬五千元 第117案簡列九百八三萬三千元 第118案簡列八百八十八萬七千元 動結一千八百九十萬九千元 宣讀完畢 那117這個 那是保留 保留 118保留 那我們就通過動結四百七十四萬五千元 然後提書面報告後使得動之 好 來 會現在換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編列三億兩千三百四十五萬三千元 對 委員會審查結果 簡列三百四十五萬一千元 動結一千兩百四十萬元 第119案簡列一千六百八十二萬元 第120案簡列一千三百二十六萬兩千元 動結三千兩百三十四萬五千元 宣讀完畢 好 那麼 119我們保留 120保留 那我們 沒有其他提案 就尊重委員會 簡列三百四十五萬一千元 動結一千兩百四十萬 提書面報告後 經委會同一時的動之 好 來 第二幕 第121改主決議 有沒有問題 那 122策案 那麼 第二幕 簡列三百四十五萬一千元 動結一千零四十萬元 提書面報告後 經委會同一時的動之 OK 勞動部 結束 結束 謝謝 好心 痛苦喔 剛才炒了好幾架 炒阿姐講我都笑了你沒看 可以講 剛剛那個 欸你們不是有意見嗎 怎麼沒有講就要錯 什麼 剛剛他們有一個主決議 他們說他們沒有辦法做到 他們要保留 哪一個主決議 七十三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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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剛剛有一個五十八之二啊 剛剛沒有處理到 五十八之二啊 剛剛沒有處理到 有啊 改書面 就是那個案子十分之一 然後書面報告 改書面那個通過了 改書面 有 OK 院長 我建議齁 他動二分之一太多了 那樣就改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改 我已經改十分之一了 我已經宣讀了 改十分之一 所以我在念 八之一是改主決議 他們主決議還沒有 哦 你的主決議還沒有 五十八之幾 五十八之二 五十八之二 五十八之一 五十八之一啊 五十五 五十八之一 對啊 五十八之二 五十八之一 是十分之一病入 凍結了啊 那五十八之一要改主決議 對 五十八之一改主決議 對啊 沒有錯啊 凍結十分之一怎麼沒有 有啊 病進去凍結十分之一 大家有念到嗎 有 有 我說我在處理這 不會漏掉每一個案子 院長我還有好幾個 院長 院長我還有好幾個主決議的內容 要請部長再來跟我溝通內容 還沒定喔 五十八之一是什麼 保留的部分嗎 剛有保留 對剛有保留 但是 我可以不要 保留改成主決議 但是請部長來溝通 那個部長 你那個幾個保留的 跟李彥庆委員再溝通一下 好不好 五十八之二 我是不是跟那個 跟那個 五十八之二怎麼樣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是 勞動法務業務是辦什麼 辦那個人民的宿願 行政救濟的錢啊 那怎麼樣啦 那那個每個禮拜 那個都要 都要處理 一年有六七千個案子 而且是諮詢系統 而且是諮詢系統 動解的話 沒辦法 動十分之一啦 是 啊你交書面就解凍了 啊你交書面就解凍了 這個還聽不懂 明天就送過去好了 好啦 我覺得 他只要提書面報告 好 不要緊張 提書面報告 也沒有刪啦 哈哈 不會啦 你來這裡緊張 明天送明天送案 OK 來 我們請 下一個單位 謝謝 謝謝 溝通 謝謝 院長 反正我們所有的案子 保留量要 最後要再減少 務必請部會首長 都要跟所有委員 再溝通一下 好 我們留一點點時間 好不好 柯總長你了解我意思齁 那個 明天不要打電話 留一點點時間 讓跟保留的委員 再溝通一下 這部會都有 我們為了後面的 保 保留的量 可以少一點 好 留到最關鍵署 對 不是啦 很多委員都有意見 我們想辦法 再讓 讓很多政策再溝通一下 拜託 謝謝 拜託你幫忙啦 幫忙協行好不好 拜託部會 多了解一下修正 該修正的政策 要去做一些調整 拜託 謝謝 好 來 我們現在處理 衛福部 衛生福利部 好 來 衛福部我們部長來了齁 好 陳部長 因為我們衛部審完 我們就全部告一段落 就可以休息了 還有環保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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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部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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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部只有100多個案子 很快 來 來 來 稅錄 第一案 稅錄的部分 改組決議 有沒有問題 沒有 那第一案通過 第二案 增累20萬 你們接不接受 接受 好 那稅錄 第一案改組決議 第二案 增累20萬 那 我們進入 第三案 改列150萬 改檢略 150萬 你們接不接受 他們同意 好 同意 第三案改檢略150萬 這個 第四案 第五案 是通案那個 賴委員跟會委員的 我們就保留了 對不對 好 第一幕 從 第六案 開始 來 請宣讀六到十 第一幕 公費生培育 第一幕 公費生培育 編列1億 7千380萬5千元 委員會審查結果 凍結500萬元 第六案 改檢列50萬元 第七案 車案 第八案 改組決議 第九案 改凍結15% 第十案 改組決議 宣讀完畢 好 我現在先處理兩個組決議 第八案跟第十案 改組決議 你們有沒有看過 阿可以接受嗎 好那 八 史通過 第七策案 現在處理六跟九 你們在委員會已經被凍結500萬了 那第一幕的 第八案是 改組決議 那第一案是改 減累50萬 改減累50萬 我看 這不要 已經 尊重委員會 所以是凍結500 那改凍結15%是高了一點 這一幕的 這是 我跟各位報告喔 九十九點九都是 通案啦 嘿 那我們已經凍結500了 我覺得我們就照委員會的 通過的案子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資 因為這個 九十九都是通案啦 但是他 那個 部長你是不是有跟 委員溝通過 同意改動15% 對啊 他有溝通過啦 可以啦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是說 我不是反對啦 我只是要告訴你 這個 這個通案會 三減蠻多的 因為衛福部 不曉得 院長 基本上 我覺得改動15% 改書面 使得動資 這件事情 好OK 好OK 一節而已啦 那 500要不要 含在裡面 就含在裡面 都是委員會中心主義 我們另外外加啦 沒有 沒有 聽我講 內涵 內涵 看扣多少 反正總數 就是要凍結15% 總是15% 保留委員會中心主義內涵在裡面 保留委員會中心主義內涵在裡面 那看剩下多少就是我們現在動的 第十案 我看一下 委員會的加起來叫主席 第十案是誰 第十案 第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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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案 百分之五是多少 九百五十七萬 957萬 你外加500就1400萬 多少 凍結多少 就是 957萬 957萬 那就是總數啦 第一幕 凍結957萬 提書面報告後使得動資 好不好 好 來第二幕 第一節 第二幕啦 11到42 請宣讀 第二幕科技業務編列 35億1689萬9千元 委員會審查結果簡列1830萬元 凍結6500萬元 第十一案 簡列2647萬元 第十二案 簡列1514萬元 凍結1分之1 第十三案 凍結31元 第十四案 全數簡列 第十五案 簡列800萬元 第十六案 通案 十七案 通案 十八案 全數簡列 十九案 簡列1500萬元 二十案 改動5% 二十一案 通案 二十二案 全數簡列 二十三案 檢列500萬元 二十四案 通案 二十五案 改主決議 二十六案 撤案 二十七案 通案 二十八案 通案 二十九案 改主決議 三十案 檢列300萬元 三十一案 改凍結40萬元 三十二案 通案 三十三案 通案 四十四案 全數簡列 三十四案 三十五案 檢列300萬元 三十六案 改檢列60萬元 三十七案 通案 三十八案 撤案 三十九案 通案 四十案 檢列300萬元 四十一案 改主決議 四十二案 通案 四十三 改主決議 四十四 通案 四十五通案 四十六撤案 四十七 通案 四十八通案 四十九撤案 第五十案 通案 第五十一案 通案 第五十二案 通案 宣讀完畢 我跟各黨團報告 喔 第二 第二幕喔 他的通案比率是 九十八點四啊 你算算剩下一點六 一點六是多少錢啊 但是你看委員會喔 減列一千六百三十萬 這個是第一節 還有第二節喔 兩百萬 總共減列一千八百三十萬喔 你們跟人家減列一千八百三十萬 凍結多少 凍結六千五百萬 連委辦會都 都把它凍結掉了 對 通案是九十八點四 你看這邊 包括的項目 我跟大家講一下 他的這一幕 但是 院長我們要看一下 第二幕他的總預算數是多少 三十五億 三十五億嘛 三十五億 一千六百多萬 你扣掉九十九趴嘛 剩下一趴嘛 其實大概就 你已經凍結六千多萬啦 三減一千八百三十萬 凍結六千五百萬 假設你已經凍結 它是剩下一億多 你已經凍結百分之五十了 而且這個 報告院長 那個三十五億是包含國衛院才有三十五億 沒有沒有 有 是包含國衛院的 那個是在第二節 所以才獎補助會會特別多 你看 但是我們看起來 像一百零五年 它拼累了九點零三億嘛 還有存 一點零八億耶 所以 這個還是有三減的空間吧 所以委員會已經三減一千八百三十萬嘛 那你總不能說 他去年的業務 今年就 就繼續 我們是希望他能夠推動嘛 他的諮詢率百分之九十幾也應該算蠻高的了 但是看起來他還是有空間可以三減啊 所以你有 你 我們是 本來是十四十八二二三四 我們都是全數三減的嘛 全數三減 你全數三減 是全數三減三十五億喔 不是啦 我說十四十八二二三四那是個案 我們是 都三減的啦 只剩就八千兩百九十萬全數三減 因為我們認為他是還有三減的空間啊 剩下面多少錢啊 不是啦 通案等一下喔 我跟委員報告 通案三十三十三億 大概三十三億 假設他三減的話 他就三減九千萬喔 要不然我們就左減啊 九千萬你再加這個就一億多喔 你說他剩多少 那就左減啦 院長 院長 我覺得 我覺得不是說都沒有刪的空間啦 聽聽看大家的想法 沒關係你們講 因為他有基金預算 我覺得基金並不是 但是這個就是預算數喔 這個是預算數 它不能動用 我們都了解 因為今天院長你是坐在中間去協調 不是行政院來說服我們大家 不要刪 但我們會提出具體的理由 我們怎麼刪 當然外界也都會檢視嘛 沒有關係 因為我只是要說明喔 我知道 我了解 我們刪的不只是一千八百三十萬 我們刪的是 他三十五億裡面的三十三億的通案 可能是假設三個百分比 三十三億就會有九千九百萬的刪減 就會一億 那你在刪一千八百三十 就一億一千八百三十萬 其實院長很多的委辦費 事實上他們衛福部可以自行去做一些調整 這個東西其實我們看它這些計劃內容 其實並不是說不能去做任何的調整 你如果說是對國內的地方的補助 弱勢團體的補助 我覺得當然我們都盡量不要動 對各縣市建設的推動 我們當然都盡量不要去動 但是對於某一些基金預算 我覺得它的 不是不要說它的執行率 就是那麼多的計劃 研究計劃 其實我覺得當然是有可以討論的空間 所以我現在沒有說要刪多少 院長你不要緊張 關鍵齁 對啊 院長你現在好像行政院院長一樣 坐在上面 看我們要砍預算動 我們好緊張 因為陳部長跟我私交不錯 所以我覺得並不是都不能挑 我們今天坐在這邊 其實外界都在檢視我們到底刪得合不合理 有沒有認真在做把關 所以我覺得也不是說都不能刪 有一些預算編得非常浮爛的 或者執行率不好的 或者是研究報告 三年的研究報告跟前三年的大同小異 都在研究類似的東西 那當然是可以討論的空間 好 沒問題 我 我 我只是要說明 要弄出來大家都很 都不見得好看 我只是要說明 通案三檢 加上委員會的三檢 大概是一億一千萬 一億一千萬 你就佔他的大概幾個百分比了 就是三個百分比 快四個百分比 我只是要提醒 大家別忘了這個是通案 我只是這樣 因為你三列多主記長在旁邊越高興 那要不然我們就三兩百萬 好OK 多兩百萬 那 沒有就 第二幕 第二幕 那其中其末要來報告一下 蛤 第二幕 讓 讓 減兩百 減累兩百 好不好 好啦好啦 要交書面 院長他兩百我也兩百 要交書面報告喔 幾十八 幾十八公平 好啦三百 三百 三百 要交書面報告喔 院長 好提書面報告 凍結提書面報告 那凍結就凍結了六千五百萬喔 好 那提書面報告 那增加三百 院長 這個書面報告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啦 專案報告會比較好啦 坦白講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很多的這個 這個研究案 我知道你們等一下 不管在這一幕 書面報告 沒關係 我們需要跟他 對應 我了解 你們不管是這一幕 還是其他幕 一定會有一個專案報告啦 這個是大概 不會 那我們病啦 好不好 我們看在哪裡 授權招委去處理啦 我們都寫專案報告 但讓授權招委去處理啦 不要啦 你找一個比較主題性強的 其他來做輔助啦 我們等一下再選擇 院長我要提 因為我們齁 在審預算的時候 針對不同的項目 也有要求很多的專案報告 我覺得你們很認真耶 這魏凡實在很認真耶 大概每一幕 但是院長 你這邊部長給我們 才是說你要誰跟誰並 我覺得這樣不好 院長我跟妳講 我們很認真啦 但是喔 部長對我們都不太好啦 他每次都去看執政黨的委員 都不來看我們啦 你們沒有去溝通嗎 沒有 都沒有來溝通 他打扮 像少子話的議題 甚至我還要追到 吳玉琳委員的辦公室去 才見得到他啦 真的啊 不相信你去問 不相信你去問 好來 我們這個題 沒關係 前途前的啦 來這個題 好 我們就提專案報告 沒關係 我們就專案報告 第三個月沒有見到你 我也要計較一下啦 衛福部也是沒有來 來拜訪我們 這個 沒有啦 衛福部齁 我雖然跟你感情很好 但是這個要去拜訪啦 好 我們跟部長感情也很好 但是他都不來溝通啊 他也從來沒有跟我溝通啊 他也沒有跟我溝通啊 案子其實有時候要平均啦 要平等對待 好 我們有時候收到的這個報告 兩頁 可是到執政黨委員那邊 拿到的都是十頁 就是差別待遇屋啊 學一個主決議 學一個主決議 在後面找一個主決議 好好 來我來處理了齁 我要處理了齁 第二問我要處理了齁 第二問我要處理了齁 第二十五案改主決議有沒有問題 第二十九案改主決議有沒有問題 好 那其他的我看後面 四十三案 四十一案改主決議有沒有問題 沒有 四十三案改主決議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那 呃 第二幕 我們簡列一千九 呃 後面還有喔 兩千一百三十萬 第二幕 第二幕喔 好 那動結六千五百萬 然後 呃 提 專案報告 經委員會同意後 使得動之 這樣好不好 好 來第三幕 是韓國委員會的齁 總共 兩千百 好 來第三幕 第五十三案 等一下五十三案是誰的 來 第三幕請宣讀 第三幕 五十三到五十九 第三幕 社會保險業務 到五十八到五十八 一千六百八十六億五百一十六萬九千元 委員會審查結果 凍結八十萬元 第五十三案 簡列一千零三十三十二萬 凍結五分之一 第五十四案 改凍結三十萬元 第五十五案 第五十六案 改凍結五十萬元 第五十七案 徹案 第五十八案 徹案 第五十九案 改組決議 宣讀完畢 委員會凍結四十萬 好 五十三案 委員會凍結四十萬 那麼 那麼 第五十三案 那麼 他這邊是 簡列一千零三十二萬 凍結五分之一 這去全民就 把 我 然後 五十四案 是 委員 他 改凍結三十萬 吼 五十五案 五十六案 五十六案 原委員 改凍結五十萬 五十七 徹案 五十八 那總共加起來 是 以原委員的來講 大概凍結是 八十萬 齁 那八十萬 我們 怎麼樣 宴旭委員 宴旭委員 我們就外加八十萬好不好 加上去就好了 就一百二十萬 好 好不好 就把他們 溝通過的 全部加上去 對 外加上去 基本要尊重 尊重委員會 刪除跟 凍結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 外加八十 外加的部分 好 那就變成一百二十 這個就提書面報告就好了 對 好 好 來 五十九組決議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五十九組決議 我們就通過 來 第四幕 六十到六十六 第四幕 社會救助業務編列十三億 一千四百三十一萬七千元 委員會審查結果 凍結三百萬元 第六十案 測案 第六十一案凍結50% 第六十案 檢列一千萬元 第六十三案 通案 第六十四案凍結一百萬元 第六十五案凍結一百萬元 第六十六案 改凍結二十萬元 宣讀完畢 那這部分 也有百萬元 那 第四幕 九十八點九 百分之九十九 都是 通案 九十九怕是通案 這個預算多少 十三億 十三億 十三億多少 十三億一千四百三十一萬七千元 蛤 十三億 靠掉通案剩多少 這一趴 扣掉通案 就多少 一億三 一億三 沒有 一趴而已 唉呦 一趴一千三 社會就住了 對 社會就住了 好這我知道 這個部分我有一個案子 來 第幾案 六十一案 林立財林委員的案子 來看一下六十一 這個案子我覺得 衛福部的努力過去做的實在是不夠 我們現在新住民 無論是 來自大陸 來自東南亞幾個國家 新住民越來越多 那剛結婚還沒有取到身分證之前 其實有一個貧窮圈 我們沒有被納入計算進去社會救助裡頭 那所以我一直希望說 部長這一塊怎麼去做處理 因此 妳用主決議好不好 對我可以用 就是 沒有 沒有戶籍的部分 對啦 也有三十萬新住民未受社會救助法保障 無法獲得 妥事的社會資源照顧 那用主決議 這邊結束之後 然後 原此 請為福部 延遲 延遲 修法 政策 或什麼配套措施 延遲 這樣子 改組決議 來 改組決議 會比較好 因為這個是社會救助的經費 大概都是 來 對 其實我們最近也跑了很多新住民的團體 那也知道說很多新住民本身沒有身份證 其實在我們社會救助網是被落網的落下來的 那很多是沒辦法去協助到的 那其實我記得當時在總統選舉的時候也有承諾 希望我們社會救助法入法啦 那這塊沒有去照顧到 所以我覺得說一定要去把它規劃 那從我上任到現在也兩年了 那從衛府部的我們的第一任的部長到現在 其實我每一次都有問這個議題 你應該對這個議題不陌生 可是我們到現在還是沒有去解決 所以我覺得說 對呀 我有提 我的法已經在裡面了 我有提 所以希望說規劃 如果在修法裡面 我們這邊什麼時候可以提出 我們衛部的那個燕板這邊來 其實社府 對啊 社府的議題其實不陌生 就是剛才我講的主決議嘛 對 好啦 我們共同題 好 不要表決 來 要不要回答一下 那個陳部長 部長回答一下好了 我們可以來規劃相關的齁 不過現在社會救助法是對要有戶籍嘛 那另外說因為在內政部裡面好像就有一個另外的一個 內政部您講的內政部叫做新住民基金 它只是一個基金的機制 其實在社會救助網絡裡面 我們希望它變成一個就是永續性的照顧 而不是有補助就有沒有補助就沒有 那再來因為這個議題 我們也談很多次了 我期待說院長還是我們各黨派 其實大家可以是否能在三個月內 要衛服自己的整個提出來啦 要思考一下 沒有身份證 它的居留選項 因為現在我們在台灣有52萬個新住民 大概有將近二十幾萬是沒有身份證的 我覺得我是覺得要把那個數目數量核算一下啦 因為立場委員講的是沒有錯 但是呢你說它在等待這個身份證期間的這些人數 是可以計算出來的啦 我是覺得還是把人數計算出來 我們再來讓主計去籌編預算再修法啦 人數早就計算出來了 等候期多少人衛服部在這邊 我相信我們也執行過N次了 其實都有移民署那邊還是內政部都有統計 護政司也有統計 這想一下好不好 我知道 這不都是非本國國民耶 就我們寫的嗎 那個 對啊 那個 二十幾萬耶 那個 柯總長您知道非本國國民 也是我們本國國民的孩子的媽媽 那而且我們起的身份證有些是四年 有些是六年 有些程序上面遇到一些問題 可能到八年到十年 對 包括陸配 但我覺得說我們在做社會福利的照顧 應該不要分國籍也不要分地區 只要有需要那應該要提供照顧這一塊 我覺得 對 我覺得這個會比較完整啦 五年六年去 對 我想這個議題當然是很大 就是也是很重要的議題 那牽涉上可能剛才給我知道大概有三十萬人這麼多 那整體將來在救助法或在基金裡面處理 我認為還是要配合整體國家的預算再來思考 當然我們可以提出一些相關的建議跟方法跟委員來討論 那不過牽涉到預算會非常的大 這裡才十三億而已 我簡單講一下嗎 其實需要社會救助的人數 不是這三十幾萬都全部都需要 大家可以理解嗎 像台灣 整個台灣有多少人 需要社會救助的低收的到底有多少人 不是全部 而且這些低收的本身他有時候他付家也是低收了 再來 其實只要我們照顧好他 我們的社會照顧也是可以去做一個協助這個家庭的 去脫貧的 其實如果廣面來看的話 他對台灣的社會是有幫助的 等一下 我已經講看看好不好 我想這個議題有涉及到社會救助法的修法 那因為沒有戶籍這件事如果要開放的話 真的是要回到法的訂定才有辦法解套 那至於說 對於弱勢的一個關懷可能我們 其實未來的家庭 整個社會安全網裡面 以家庭為中心的這個系統 應該不是用社會救助的系統 但是會是安全網的系統會去處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涉及到修法 所以在這邊凍結的話 又會影響到地方 因為低收低收跟都在地方政府的財政喔 所以我覺得不宜在這邊去凍結預算 建議還真的是用主決議 那還要修法 還是要回到修法的層次去處理 院長我再簡單講一下 第一個我們只是希望主決議 但是是否有一個時間 因為從我上任到現在也兩年了 因為這個議題是當時 蔡英文總統在選舉的時候有承諾喔 是讓社會救助法納入法律裡面喔 當時有評估完才講出這樣子的一個政策 那我覺得說這個是應該大家來做會努力的 再來我講的是說 不是這個30萬都拉垮了台灣 他本來就是在社會網絡裡面是要幫助的 不管他是家戶還是我們台灣的人的配偶 都有需要幫忙耶 建議員有外配基金在處理嗎 喔那個 柯總召 其實外配基金它是一個補助的概念 而不是一個勇氣跟納入法律的概念 第二個如果是那個外配基金可以去執行的話 當時蔡英文總統在選舉的時候 就不應該說讓他納法 變成一個政策的一個 就是一個know how跟一個選舉的一個 就是支票 蔡英文總統怎麼講 我們再來了解一下啦 我們再來了解 不是說你現在講 那我們了解蔡英文總統的原意講的是什麼 沒有關係啦 院長我建議這一個齁 留一個主決意 我們先空下 就就給他研議 研議啦 那個衛福部你們朝你一下啦好不好 下個為期提出我們的一個相關的評估報告 好啦 這要請衛福部齁是不是能夠邀請地方總研議一下 因為齁我們外來的修法齁 不要變成中央立法齁地方買單啦 因為我們要照顧這些人 不要照顧我父親啊 來你們先好了嗎 你去提法經濟 來去copy一下 給大家看 好我來宣讀一下 好你先讀先讀來 這個主 部長我就來宣讀一下 好我就宣讀一下主決議喔 來 近年兩岸 即跨國婚姻逐漸普及 因婚姻來台之新住民人數已育52萬人 加上新住民第二代 人數已超過80萬人 新住民人數逐漸增多 其確實常被視為外國人 而被排除於社會福利體系以外 許多新住民架至台灣後生活無餘 卻也有許多新住民落入貧窮圈 即需我國政府予以協助 我國政府應以人道立場協助其獲得最基本的生活 及醫療水平 目前我國外籍配偶及陸籍配偶取得身分證者 大概有約有21萬人 根據社會救助法規定 尚未設有戶籍之非本國籍配偶 或大陸地區配偶 被排除於該法之適用資格 換言之 約有30萬新住民未受社會救助法保障 無法獲得妥適的社福資源照顧 原此 建請衛生福利部 提出修法評估及研議配套措施 送交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OK 這樣好不好 好 那大家簽名 共同提案 修法評估 好 OK 那61案就改成主決議通過 好 現在進行第五幕 那第四幕我們就凍結300萬 提數片報告後使得動之 來 第五幕 凍結數是原委員會的 300啊 因為這個99都是尾辦會 剛才我不是跟大家報 報告過了嗎 報告後使得動之是不是 好 好 來 順便報告 第五幕 第五幕 社工及社區發展業務 編列1億6265萬9千元 委員會審查結果檢列1萬元 凍結150萬元 第67案改凍結50萬元 第68案改組決議 第69案改組決議 宣讀完畢 來 我來處理一下 這個68 69改組決議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那我們就通過 那改凍結50我們就尊重委員會 檢列1萬元 凍結 檢列1萬元 檢列1萬元 這個委員會 沒有人提議要檢列我們尊重委員會 檢列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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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我們要不要改動節不要動節150改動節50就好 沒有尊重委員會啊 你的目的是專案報告啊 沒有就尊重委員會 阿委員會沒有說要專案報告啊 所以你一下子要尊重一下子不尊重 院長 院長第一我尊重委員會的 數字都不要再動也不要再增加也不要再減少 就是這樣子然後但是我這些提案當中 我就只要一個專案報告 但要不要併前面的專案報告是趙偉來決定 他們去決定 要有這個項目社會安全網這個項目 那這個改專案報告 不然有時候別的專案市長沒有來沒有用 那個燕秀委員的意思是對社會安全網這個整個的專案報告嗎 併前面沒有關係 不然別的專案報告市長沒有來沒有用啊 不是 他要病看趙偉 因為搞不好半天就一個結束了 對因為這個專案報告會關心的還是未反啦 其他比較不會啦 所以 未反也關心了很多次的 來 現在進行第六幕 第六幕保護服務業務編列4億 0 413萬4千元 委員會審查結果凍結1千萬元 第七十案改檢列50萬元 第七十案測案 宣讀完畢 那 他要改檢列50萬 意思是不要動載改檢列嘛 好他是有修正啦 好那 能不能檢列50萬 那動載1000萬 那提書面報告 沒有那個院長報告一下 77案對不對 蛤 77案我們的 不是不是 71 第六幕 還沒有還沒有 好 好 那個部長可以吧 好 好 那 簡略50 那動載1000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資 來 第七幕 72到77 請宣讀 第七幕 一般行政編列8億 8698萬5千元 委員會審查結果凍結1500萬元 第七十二案 檢列2295萬5千元 凍結五分之一 第七十三案 檢列136萬8千元 第七十四案 改凍結十分之一 第七十五案 凍結2000萬元 第七十六案 改檢列100萬元 第七七案 改組決議 宣讀完畢 好 那麼 這裡面 七十七案 改組 改組決議 改組決議 組決議啦 齁 那個清兵黨 是你的案子 七七案部分我們有文字修正做主決議 新的有發給大家 好那我們這個就通過 七七案就通過 衛福部看了啦 七七案我們就改主決議通過 那七十二 他是要減累 兩千兩百九十五萬 然後又凍結五分之一 聽死人 啊 七十三 減累一百三十六萬啦 七十四是改凍結十分之一 七十五 七十五是 凍結兩千啦 七十六 改捡累一百萬啦 七十七改 主決剛才已經處理了 七十六改 減累一百萬 那七十五 是凍結兩千啦 他這邊已經凍結一千五啦 那七十三 七十二來 院長這樣子好不好 好 好 凍結就維持委員會的數目 好 那我們有七十六跟七十八 那要不然就是再加簡列一百萬 好 簡列一百萬 有道理啦 七十八那個第八目 七十六啦 就簡列一百萬啦 凍結一千五啦 提書面報告後使得通知 好不好 好 院長 是不是因為署長在這邊 我們是不是還有部長也在 那我們南部這邊 其實在入主的那個龍發糖的事情 發生到現在 真的是 焦頭爛額啦 這個事情快過年了 還是一百多個家屬 病人的家屬來陳情 龍發糖 從五零年代就開始到現在 可是因為爆發了這個疫情 不管是肺結核或者是阿米巴雲蟲的感染 造成了這個狀況 那高雄市衛生局的黃志忠局長 他也有跟我講 碰到的困難的地方就是中央這邊 有些衛福部的我們的那個招呼師這邊 社家屬這邊 對於這個因為有些部分 是要社會救濟的部分 有些名單或者那個 因為龍發糖不是都很高雄啦 不是喔 外縣市 他總共五百多個病人 收容的這些精神有異常的這些病人裡面 重症的有一百多個 外縣市有兩百個 所以最後的狀況就是現在 因為龍發糖又要關掉說家屬帶回去 可是很多的資料 其實都在社家屬的手裡啦 所以是希望說他們甚至連對口單位都不曉得找誰 那我上次其實有開過一次會 我希望他們那個善司長 有跟那個部長報告嘛 所以現在是和啟工出來 來協調 可是重點在於是說已經一個多月了喔 裡面的病患還是蠻多人在裡面 然後還在交互傳染中 疑似得到TP的還是很多人 那要把它疏散出來啦 不要在裡面再繼續感染 那所以這部分其實社家屬這邊應該也要出來協助 那能說明一下好嗎 因為那個局長說社家屬連對口 這新口師還是社家屬 窗口 新口師 新口師在樓下等一下 沒有錯 但新口師有在幫忙 但社家屬我們不曉得他怎麼樣能夠給予協助 因為他們說連打電話過去 對口單位都不曉得是誰 你知道就好了 不是我知道就可以 他們出來幫忙的啊 我來會比較沒有人 你跟我們說 也跟委員報告 這個農法事件事實上是多年的一個社會事件 那這一次有這樣的一個傳染病的群聚的情況 那高爾市政府也非常的負責 把這責任擔起來 那跟本部是密切的合作 那我們也協調各個衛生局 每個衛生局都要把原來的人在 經過傳染病治療之後 都要把他接回去 那可以說大部分的衛生局也都能夠配合 那本來503人我們現在也大部分都移出 那目標是要在過年前 90年前把他都移出 那社家屬現在整理了 所有一些他的一個相關的一個家庭的情況的資料 那會給他們最大的幫助 那整體希望說移出來之後 能夠在醫療之後 能夠有一個安置的情況 那後續的安置是稍微有一些困難需要去解決 那在醫療跟短期的治療 或短期的安置 這邊我們一定會把它做 好 好 好 請問轉告一下好不好 好 你的選區嘛 先轉告他們 好 你要選市長 我知道 好來 那個 柯委員講的話 他一向很幽默喔 來我們第八目 78到85 請宣讀 這個案子喔 大概 在 在委員會喔 已經檢列六百五十萬元 凍結兩千一百二十二萬一千元 那我們 是不是要尊重委員會 因為我看他檢列數喔 只有檢列五十萬也不高啦 也不高 其他都是凍結案啦 那檢列就照六百五十啊 不要說五十 因為尊重委員會 現在是凍結的部分啦 這個 院長我想聽一下 第八目喔 是一四十 那他們的預算總數是多少 好來 扣掉人事行政費通案的部分 他們剩下多少 第八目這個 預算數是 六億零五百九十二萬一千元 六億 對 六億多 那扣掉人事行政 這裡面沒有人事行政費 我來講啦 第八目的通案是九十二點八啦 OK好 都是通案 對 好 那 就照動 因為你檢列六百五 院長 我有兩個問題 因為這個第八目一四十 其實是 推動很多 我們健保業務很重要的單位 對 一四十這邊 人力評鑑的部分 能不能落實 上個會期所有委員會 朝野黨派的期待 人力評鑑大家的要求 能不能落實 大家覺得應該要修正的地方 收明一下來 部長 你了解嗎 我們問了一個會期 兩個會期 我相信 不管哪一個黨派 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 那我今天要再給你預算 不是說我們問過 只有十分鐘 十二分鐘 問過就沒事了 把時間 落完就沒事了 我們今天要在這邊 一四四這邊 我們就要要求說 你醫院評鑑 在人力的部分 你能不能落實 包括接下來的 醫師納入勞基法 你到底之前的準備 你有沒有去做好 不要說 我們邊在質詢 然後民進黨又宣稱說 有 我們可以 明年度我們可以把 醫師納入勞基法 那你事前的準備工作 都沒有在做 那後面又開始跳票 我擔心是你們 民進黨又開始跳票 到時候被修理 所以我今天質詢的目的是 我要你開始去做暖身的準備 你醫療評鑑 人力評鑑的部分 能不能落實 我們問了那麼多次 大家都在關注這一點 來 部長你跟他回應一下 謝謝委員的關心 那基本上在人力 我們在醫師會裡面 相關的評鑑 人力的部分 還是放在我們的項目裡面 並沒有把它移除掉 那至於未來的增減 或適應在勞基法 醫師要進入勞基法的部分 我們現在有相關的委託計畫在進行 那就是看怎麼樣 人力的分配是最適當 那另外關於相關的 我們不管是Hospitalist 或者說那個助理人員的增加配置 那我們都考慮在裡面 所以現在設在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什麼那個 人力的指引上面 人力的指引上面 那相關的 經過這一年的實施到108年 我們會來評估整體一年實下的情況 到目前來講 應該都還算是順利 好 好來 陳委員 那個部長 因為其實剛剛我們也問過這個 勞動部的林美柱部長 同樣的問題 因為就是在前天 23號 其實有一些這個護理人員的團體 包括說 甚至連聯醫 臺北市聯合醫院的工會 醫師的一些團體 都有在指引 就是說你們現在已經 著急他們要開會 討論說要這個輪休的時候 11小時減回8小時 要把這個例外變通則 他們都覺得說不可思議 那衛福部的部長他們都是說 這個是你們在主導 那我是不是請部長 能不能在這邊公開宣示一下 你們會不會把這個事情 到底要怎麼辦 應該 11個小時是 能修的一個底線吧 怎麼會現在還要再推動花花班 那這樣子的話 例外變通則 不是他們這些護理人員可以接受的 謝謝 謝謝委員的關心 不過這樣的一個講法是非常的不公平 人民團體來 我們不找他開會 他有話說 找他開會 是好像我們在預謀什麼事情 沒有 我們是在這個法要使之前 找大家來問問看 到底大家實際在做有沒有困難 那我們的原則不變 既然大家沒有提出 他有特別的需求跟特別的困難 我們在維持裡面 就是我們那三項 就災難疫情的緊急情況那些之外 我們不會再開放 所以原則11小時 另外8小時 在那三種情況發生的時候 才會有 而且要事先來報準 那個部長 你們自己有一個護理人員白皮書 你們自己的護理人員白皮書 我要提的問題是 你如何透過你們現在每一年的醫院評鑑 把這個人力補足 也就是落實你護理人員的白皮書 因為你這個白皮書 是你自己寫的 人力上 人力的編制上 時間點也都是你認為可以達到的 那你接下來的醫院評鑑 今年度 因為現在已經是一月份 今年度的醫院評鑑 在人力的部分 你怎麼樣搭配的落實你自己的東西 這是我要問 因為東西是你給的 那我不用說我要求你多少數字 你達不到 你這樣會覺得我不合理 所以我最起碼的要 即便我對你的白皮書 我是不滿意的 我覺得其實護病比的部分 還要再提高 好所以我自己就退下來 那至少落實你護理人員的白皮書 你能不能在今年的醫院評鑑裡面 落實你自己的人力的配置 這是最起碼的要求 不然你寫那個白皮書出來騙大家的 好 請邱泰委員 委員 那今天第一次花園 沒有 看了整天的電視 看了好幾天的實況傳播 那今天第一次花園 那 因為這個 評鑑人力這個我絕對支持 包括 11小時那個 我絕對支持 醫療人權 的維護 這是我們 一定要做的核心價值 那 當然民眾怎麼樣得到好的照顧 這也很重要 不然你 有時候我們硬要求一些醫療機構 去做一些他們做不到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每一年都必須要在這邊 講得這樣很難 所以我認為如果 如果未來的白皮書部長 那 你現在醫院 我們現在從104年到105年這兩年的統計 我們的健保少幾戶的 已經核三很嚴重了以後 還少幾戶的給醫療機構相關藥品 少了455億 那這個部分少了那麼多 其實是吞下來的 醫療的機構是吞下來 他有沒有能力 我覺得醫學中心也是還可以 但是我們要考慮 醫院不是只有醫學中心 你要評鑑 可能比較嚴重 都像區醫院小醫院 根本沒辦法應付你那麼多 評鑑的一個 鎖碎那麼多的事情 乾脆不要做 這樣對也不好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 衛福部在寫白皮書 一定要考量 是不是你有那種背景 不然你還是寫了以後還是做不出來 因為醫院根本沒有那種經費 因為一年少了455億的醫療費用 你說叫醫院能夠有辦法 把負病比提高嗎 所以他只好去做停車場 去做餐廳 那結果在醫護比真的是做不下去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反而要去檢討 他有醫院經營上有這麼困難 可以從哪個地方得到一個資源 來達到我們醫護比 或甚至我們尊重勞動權 的一個整體配套的措施都要想出來 不然一直逼依撤會 依撤會的那個董事長是我好朋友 只有可能做不下去也會這樣死 所以可能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個部分 要整體來配套 來努力 謝謝 來 陳業界委 不好意思 院長各位同仁 因為我們的案子是79 80 83 那針對那個79 所謂醫療業務督導管理部分 成效部長的這個部分 因為剛剛移民委員也講很多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是 的確應該要管理落實 所以對於這79案的部分 我們是希望能夠保留表決 那80案 80案的部分 因為我一邊三個案 他講一講的 80案的部分 就是所謂 凍結醫療業務費用 50% 就是說 在這裡我們還是要強調 就是說 衛福部應該要 以醫生納入勞記法為前提 要共同去研討 提出到底是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政策 是雙方都能接受的這個公時架構 那這個部分我們希望說 等一下就院長 如果你才是 就是要一起凍結 十分之一或什麼 我們這個部分可以納入 好 就是用院長才是的方式 但是我們希望在書面報告的時候 能夠針對這個部分 去做全面性的一個答覆 政策上的一個 不論你是演你也好 或者是去開公聽會 不論 但是在書面報告當中 一定要對於這個部分 要充分的答覆 就是說 怎樣才是一個雙方 能夠接受的一個公時架構 這個是親民黨團非常強調的部分 好 謝謝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83案 我們還是堅持要保留表決 為什麼 因為這個偏遠地區的這個醫療資源 極度不足的部分 其實這個在 其實這個內政我們會沒有關係 可是在內政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在講偏鄉差異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討論得非常的充分 那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是國人都非常有共識的 到底要讓偏鄉的醫療怎麼樣可以補足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還是我們需要保留表決 就是說要怎麼樣去重整這個醫療資源等等 那怎麼如何去彌補這個資源不足 針對偏鄉的地區的這個部分 所以再重複一次 就是7983保留表決 然後80就是醫院長的財事 等一下病案 然後書面報告 好 那 那個 怡兵 我補充一句好不好 因為從94年開始 這個三區的這些 這些 醫事 醫事師的部分 都做得非常不好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給他震盪一下 讓他螺絲酸緊一點 我們的意思是這樣 好 來 醫病委員在立場 那我們就聽子發言 好 我想就是接續剛剛幾位委員的發言 稍微再提一下 不是說是只有護理人員的問題 因為最近我們也接到其他paramedical的一些人的一些陳情 其實這邊包括了就是有醫檢 然後也有這個心理諮商師 然後也有這個聽語 甚至聽語的還有藥劑師這些 他們全部都有來談 希望說這次勞基法修法之後 這個醫院的人力 不要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就予以叫他們加班 叫他們幹嘛 所以這個部分 就像剛剛我們部長已經有宣誓的 一定不要輕易的去把這個輪修的 輪修的這個11小時變8小時 那具體的做法 其實剛剛我們那個邱台邱委員 他有關心這個東西 但具體的做法我要提醒 醫師司其實那個時候是從兩部 司長來我辦公室的時候 我們在討論醫師入勞基法2019年要進去嘛 這已經是黨團 我們三黨協商的共識 2019 因為當時其實時代力量是希望馬上 國民黨是希望2018 然後執政黨這邊是希望2019 我們尊重 但是我們也有說 在這個入勞基法的前半年一定要做出來一個精算 健保費率的精算 因為我們知道說 因為署長這邊也有提出來這個就是hospitalist的問題 所以因為有這些人力的增加 然後又有勞基法的這樣子的修法 所以一定要如何維持醫院服務的品質 當然健保費率一定要做精算之後要做調整 因為你希望有好的品質 但是你費率不調整 當然造成的結果就是醫院的bankruptcy 就是醫院的破產 所以在這邊其實我們是有提出建議的 所以希望醫師司不要忘記這些東西 站在在野黨的立場 我們是希望說很多事情應該要 還是要有一套循序漸進的方法把它做好 我們也不會說又要求醫療品質 但是一方面又不注意到醫院的整個的收入 或者這些的給付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醫師司這邊應該要有一個專案報告 針對明年2019年醫師入勞基法 而現在這個勞基法修法的狀況 要讓我們全國的這些相關的醫事人力的這些學會 他們能夠放心 然後大家可以好好的把這事情做起來 以上建議謝謝 現在換林委員 謝謝你送給我的咖啡 謝謝 那個我們有兩個案 其實我先談一下新住民的部分 其實不只是新住民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醫政業務裡面有一個叫做 新南向醫護合作與產業鏈發展中心的中長城的計畫 那我們知道我們整個醫療對新南向到底做了什麼 其實本期在上個會期就開始走訪很多醫院 那我們知道說我們的醫院缺乏的是我們的醫療通醫 那我們的醫療通醫可以提供台灣 其實不只是照顧可能剛入境的新住民 他在產檢方面有協助的必要性 這個部分院長也知道 然後上次我在9月份也有執行過賴院長 賴院長也承諾也同意這件事要去做的 而且這件事要去做 不只是照顧到我們台灣的新住民媳婦 也可以照顧到未來我們要去做的南向的所謂的醫療 還有我也有去到很多醫院 我突發突然發現更多很多在照顧阿公阿嬤的這些移工看護工 其實在幫阿公阿嬤在做復健的時候 他都需要醫療通醫人員去告訴他阿公阿嬤怎麼照顧 不然你不能說他在那裡 醫療器材他也不會用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那時候在種植刑的時候 就有跟賴院長提到賴院長也承諾 但我們知道衛福部到現在都沒有在叮噹 所以我覺得說這個部分我動節可以少一點 還是待會院長可以裁節一起動 但我覺得說一定要去完成它 不可以說很多長官都已經承諾了 而且我們衛福部這邊沒有去完成它 這個是在第85案 那第84案的部分是我也追了一年多了 針對我們上一次我們的警察人員 因公受傷進到急診室 躺在急診室好幾天就在那邊過往去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也走訪很多派出所 我也走訪很多需要 就是執法人員如果因公受傷的時候 我問他你們需要什麼 其實所謂的優先床位 讓我們的執法人員 不要說大家都說有需要的時候 真的叫什麼人來講 只要執法人員因公受傷應該給他一個 就是國家應該要給他的一個照顧優先床位 對這個部分我也問了很多 應該這個不會有問題吧 對我覺得衛福部這邊 需要院長您跟我一起來改督促才能完成 其實我們在內政部的時候都會協調 那時候的 警政署嘛 都會消防署啦 就是在救災啦 很多啦 那個都會優先處理 應該部長這個為國家 犧牲受傷 這個都要優先啦 這個我想不會有問題 這個不必再做決議 部長都聽到了啦 感謝院長 我們就執行就好 那個余杰瑋妳 不好意思謝謝院長 我只要補充那個兩點很快 第一個部分就是剛剛補充一下就是 親民黨團它有 親民黨團它刪那個醫療業務督導管理部分 第幾案 醫政業務第79案 喔79 對 因為我還是要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非常堅持刪這個醫政業務600萬的原因 其實記不記得昨天的新聞嗎 就是那個醫美的這個糾紛 那抽值死亡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也有去調了一下你們提供就是這個查詢的資料 從99年到105年它其實是每一年都是percentage都在增長的 從22個percent已經到105年其實已經將近104是42% 105年是38個percent 所以我們覺得說你這個醫美的糾紛從101年開始幾乎就佔全台北市的醫療糾紛 幾乎佔了全部的三成至四成 所以這一塊到底未來你們要怎麼督導我們希望你們能夠真的落實啦 這政策面還是一樣要把它說明清楚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補充一下剛剛那個偏遠醫療的部分 偏遠醫療的部分 就是那個博公醫療網結合在地醫療的這一塊 因為在內政部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有內政委會的時候討論的非常就是客家村 博公醫療網不單單只針對客家村 但是結合其實有很多客家村 他有很強烈的相對這個醫療不足的問題 那其實這個當時是 蔡總統想要落實的政見 所以博公醫療網這個部分要 衛福部要怎麼樣去推動 我覺得這個是不是你們可以提出更 拒絕的這個方案出來 那這樣子能夠趕快提供給我們 那或許在明天二輪的時候大家有討論的空間 這樣子我來處理第八目 第八目 親民黨保留七十九案跟八十三案 但是這個是有討論的空間 請他把那個醫美的糾紛跟那個博公醫療網的部分 沒關係齁我們先保留 看看你們的資料提供怎麼樣 在處理之前 那 我要跟各黨團報告 這個預算大概是六億 但是他的 通案 占九十三趴 所以 大概剩下七趴四千萬而已 四千萬我們已經減累六百五十萬 那 凍結兩千一百二十二萬一千元 我是建議齁 我們就照委員會通過 但是 書面報告裡面 要針對林立場委員 不是我喝了你的咖啡還特別值得 八十三案的問題 八十四案的問題 就是通意 跟 所謂的 我們八十三案那個 八十四跟八十五啦 八十四是 呃 高風險的 就是我們的執法人員的優 不是說 一般的不重要啦 因為他是為國家犧牲 所以 我們 應該在最優先的時候 通知各單位 能夠 呃 能夠來特別 齁因為 因為 真的是 奉獻啦 這個 不要做決議啦 這個做決議被百姓看到也不好啦 我們就知道啦 這個我們 也會請 內政部 我會跟 內政部長 因為 還有 電政部就是消防署嘛 就內政部長 也 稍微 這個呼籲一下 請 這個 衛福部長去要求 有點奇怪 我們請 內政部基於是他的部署 他來做要求 好 因為我們在內政委員會 我提過好幾次 那這一次 部長怎麼講 其實在我們警政署的前幾天 我們也拜訪了副組長 我們也請副組長來聊 那其實我拜訪了很多單位啦 那當時我拜訪了團體 他說要就是保留床位 那我拜訪了很多我們自己的公部門 他是說 就是如果萬一他執法遇到緊急狀況的話 不能讓他死在急診室 應該要讓他們有優先床位 他說保留床位 會有觀感的問題 那優先床位 所以我們不能做決議啦 所以 那個院長我再講一次 我拜訪的時候 我們在某個縣市 在上個月某個縣市有一個警察 把因公送到醫院來 那個醫生 那個門診室的醫生 好幾個醫生 為了去幫他 開刀 處理他的事情 門診停了兩個小時 而且我們的民眾是掌聲 覺得說醫生是 他們願意等這兩個多小時 醫生是應該要先去協助 我知道啦 那我的意思是說 不用寫阻截疫 可是我覺得這個凍結是要 這個應該知道啦 不要凍結了 好 沒關係 我來 院長 我提具體的建議好不好 我提具體的建議好不好 我希望這幾個第八幕 因為裡面還有還有新南向 還有包括人力評鑑的部分 大家覺得是做的落實的不夠好 那因此我要求凍結十分之一 冬結十分之一 冬結十分之一問題是 你兩千一百二十萬就超過了 不會啦 院長他 反正他很多都是委辦費 他可以解凍 送 沒關係 他送來之後 大家同意他就可以動支了嗎 好 因為我關注到新南向在衛福部裡面 其實都是例行性的業務 過去已經有在做 我的意思是說 並沒有因為政府強調新南向 他的做法有加強或更精進 所以他的報告裡面勢必要去 對於新南向的做法 怎麼樣做得更多 怎麼樣做得更好 去文字把它寫清楚在裡頭 那你這樣子嘛 你就讓他提書面報告 對 我要讓他提書面報告 要回答清楚這兩件事情 好 沒有問題 我要有答案 那我不滿意就改專案報告喔 反正這個大家委員 在委員會怎麼做決議 部長也沒有第二句話啦 我們針對親民黨的問題 林立場委員的問題 那個李院旭委員的問題 還有剛才陳立民委員提出的問題 我們都提書面報告 那這個喔 我是建議 不要再十分之一就六千多萬 六千多萬已經超過我們保留的 這個四千萬的那個獎補助的 而且獎補助你看喔 他假設是5%他就要三千多萬三減 所以你這邊已經減了六百五十萬 這個對衛福部已經是非常痛苦了喔 好啦 要不然就 現在動多少 現在動多少 這樣啦 就加到三千就好啦 加到三千啦 好 動三千 但是這個是外加喔 因為剛才江委很在意委員會中心主義喔 所以我們就外加 八百 七百 就是加到三千啦 然後提書面報告後 經委員會通會死的動資 好 那減累數一樣是六百五十 這樣啦 那剛才講的喔 那七十九跟八十三 七十九跟八十三保留 但 我們還有一個主決議 等一下印一下 主決議到最後主決議再來處理好不好 好 來 我們進入第九幕 八十六到九十二 來 第九幕 心理及口腔健康業務 編列十九億零六百五十五萬兩千元 委員會審查結果檢列兩百五十萬元 凍結一千三百萬元 第八十六案 改凍結一百萬元 第八十七案 通案 第八十八案 改凍結兩千萬元 第八十九案 並委員會決議凍結 第九十案 並委員會決議凍結 第九十一案 凍結五千萬元 第九十二案 改凍結兩千萬元 宣讀完畢 好 這一個科目也是一樣 九十七點五都是 統三的部分 那麼委員會 檢列兩百五十萬 已經凍結一千三百萬 所以你看他的案子 八十六是改凍結一百萬 八十七八八這個都是 他是改凍結兩千萬 八十九他還是併 併委員會的決議 他是支持委員會的決議 九十一案也是併委員會的決議 也是支持他的決議 所以九十二案是凍結兩千 那九十一案是誰的 我看一下 育民這個動五千太多啦 太多啦 那個我們減累兩百五十啦 啊凍結 我們就一千五百啦 然後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外加兩百就好了 好 院長你講的我都支持 新口市的預算非常少 但是院長我們現在毒品 台灣毒品氾濫的狀況 真的越來越嚴重 我可不可以有一個拜託 希望行政院長在下個會期 賴院長如果我們 我們真的要掃毒 好好的去運作 賴院長在下個會期的施政報告 可不可以好好強調一下 我們如何向毒品宣傳 我們會 加進去他的專案報告 加進去他的施政報告裡頭 好我們會跟賴院長轉答 不是轉答 我們怎麼樣去寫 好了這不要寫 這也是主決議的問題 可以寫 他來你最想問不要緊 不要讓他自己說 他要怎麼做 好 好 第十幕 落實要怎麼做很重要 我知道 來伊林 我們要趕一下時間這個 大家 晚餐那個便當要開始準備了 這個 我知道都中了 跟這都沒有拿到便當 好來 好來 來伊林 那個 新口司是做得很辛苦 但是呢 有些地方我覺得可能 他們真的是人力不足 人力啦 不是能力啦 所以呢其實 在一些法案的推動上面 其實有一點點瑕疵了 舉個例子 像口腔衛生師的法案的推動 那我們都接到很多很多的陳情 兩方的意見很多 口腔衛生師如果真的要立法 不是這樣做的啦 不是說先立一個法 然後將來再來協調 其實很多學校也可能有一些 口腔衛生的這些相關的科系 大學也有 專科也有 科技技術學院也都有 可是重點在於是說 到底口腔衛生師他的執掌是什麼 我想我們那個科總長在這邊 很清楚的到底 部長也是啊 是啊 部長也是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口腔衛生師在國外其實是可以做洗牙的啦 可是呢在國內呢 你們現在要推的法案裡面 他的執掌是沒有洗牙業務 口腔衛生師是很重要的 叫做這個口腔的那個健康的這個諮詢 諮詢的業務很重要 可是你們分口腔衛生師跟口腔衛生士 可是業務方面 執掌方面完全沒有分開來看 所以這其實對於一個教考訓用來講 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難怪會有這麼多的牙醫事業反彈 所以我的建議啦 就是像這樣子的狀況 應該在修法前應該先辦 就是要法案要草案要弄出來之前 應該先開公聽會 要達到共識再來做這個處理 所以希望心口師這邊 口腔衛生師的法案 應該要釋緩責員好好來處理 而且像這件事情 都根本沒有跟我們溝通 那造成的情況就是 我們的手機都是被這個 兩邊的人都一直傳簡訊來 我們根本就覺得這件事情 跟他們好好討論 為什麼要馬上就來弄呢 你不要擔心啦 我們兩個都牙醫師 這個都參與審議了 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 版本是前年會的版本 好 那麼我們就進入第十幕 院長我第九幕 我有一句話要講 來 沒關係 這個會期 我們修正了口腔衛生人員法 後來沒有過 我覺得這個案子 其實看起來好像是美式一件 當時在文會討論 但是工會似乎還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跟意見 所以我覺得任何法案要推動之前 加強地方工會的溝通 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 美式一件的東西要想辦法去 圓滿 對 要怎麼樣去調整 讓大家覺得 沒有 這個真的是正面的 部長要加油 好 這個沒有問題 我是一日牙醫中生牙醫的 但是現在二點零版 再拔 復古拔牙 把功能牙醫 好 我們進入第十幕 我們進入第十幕 好 第十幕 第十幕來 第十幕喔 只有一案 那已經改成主決議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照委員會 動結三百萬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 第十二幕 第十二幕 九十四 九十五 委員會動一百萬 現在是怎麼樣 新增九十五 我們剛才不是說 新增的不收的嗎 蛤 早上喔 好 早上我就接受 長起來了 早上我就接受 我們先看 院長 我剛九十五 我有一 現在在處理 剛在處理而已 還沒有 九十四 九十五 來 九十四 是 他要簡略 簡略兩百六 兩千六百零二萬 那九十五 簡略一千萬 動結三分之一 那麼 委員會是動結一百萬 來 來 請 那麼 九十五之一 是 動結五百萬 然後 提 來 來 彥世偉妳先講妳的 來 我們今年長照上路之後 最近突然修正了支付給各地方政府 所以這個變成為地方的承辦單位 民間的團體承辦單位 你們突然修正了支付的標準 因為每一年未來量能到底有多少是不確定性的 你們又修正了支付標準 變成為 他 他 無所適從 他很擔心說 我今年請了這麼多的人力 我原本以為我可以承接多少的業務 我今年可以收到多少的錢 服務了多少的量能收到多少錢 你們突然修正了支付標準 變成民間團體 變成要先賠錢 自己要墊那麼多的錢去做 你這個增加了很多長照團體的不確定性在 所以未來 你這樣也是會影響你後面長照能不能推動的成功 因為承接團體對政府是沒有信心的 這個長照才剛上路 然後你支付的標準又不斷的再調整 這個引起很多地方團體的抗議 所以我覺得 你這個勢必要去做一些調整跟修正 針對鄭義牧院長我具體的提議 我動結數可以少 我可以不要三 我動結數也可以少一點 但是這件事情 十分之一是勢必要的 好 動結十分之一 提書面報告 那這個時代力量這裡呢 好 我講一下 因為剛剛在省勞動部的時候 有講說就是我們針對三十四條 跟三十六條部分 因為我想 衛福部這邊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那你們在二十二號二十三號 也開始在討論一些例外的一些事情 那有一些狀況是我覺得 有需要一些承諾 那裡面我們有寫上四點 比如說你在開會 你要在一週之前就要先通知 你不會下禮拜要開會 這個禮拜五在通知人家 很多人沒有辦法參加這些 那以及他的這個比例代表 因為勞工很多 他是沒有辦法請假的 所以這個比例上面 還有就是 這個各地區 北中南東 這些代表你們要都去邀啊 不要都只有北部的 那以及就是這些會議啊 應該都要在你們的官網上面 去公告你們一些會議紀錄 跟你們這些狀況 這些是我們的要求啦 希望你們可以做得到 來 針對 針對時代力量黨團 這個部長有沒有什麼回應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這一個 基本上那個時間上 大家有一個時間的壓力 我們大家也非常希望說 有充裕的時間慢慢來開 可是事實上這個法 就要3月1號 他開始要14歲 勞動部急著要知道就是說 有什麼樣的特殊情況 那在基本上 我們那天是要來收集意見 並不是要來做決議 所以基本上 我們還是在醫療的 相關的這些工作員裡面 我們的態度一樣 就維持那3項的基本的例外之外 其他我們沒有另外再設 其他的例外的一些情況 來 部長 因為社家署在禮拜一開會的時候 已經有形成決議了 所以這部分 並不是像部長講的說 不會產生什麼決議 只是收集意見 這個我覺得你們可能 那部要理解一下 因為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這個例外的部分 那雖然說之前 我也不是有在保證 可是很多的單位跟機構 他們還是希望來表達意見 那你們要給他們 有充裕的時間 一個禮拜不為過啊 你不能跟他講說 禮拜五通知你禮拜一 我又不能請假 或是我工作沒辦法安排 那要怎麼辦 這是很基本的事情 我了解 現在這樣子 他有四個請求 四個要求 一 你們在開這個法 要前一個禮拜 開會通知 要給 議會者 我覺得這個沒有問題 一個禮拜應該 應該要一個禮拜 之前通知 應該沒有問題 二 他要勞工請假 與會 較為困難 會邀請之勞方代表 因比例應代知方比例代表 這什麼意思 我就 我知道你的故事要比 你 你 你來開會 至少 知方不會說 讓他來開會 因為都是屬於衛福不管的單位嘛 所以二 這個我覺得 有一點比較奇怪 三 邀請以會之中南部 中南東部之機構團體代表 應與北部機構團體代表 比例相當 這一點我覺得 應該也合理啦 就是 區域均衡嘛 第四 將衛生福利部及首屬機關 召開應應勞基法的修正 新法令 適用之相關會議資訊 包括開會通知會議紀錄 及相關資料 以一週內公告於衛生福利部 官方 網站 並隨時更新事項 來你們 使得動之這個不要啦 那個一週內可以拿掉啦 因為剛剛有討論過 一週內剛才說 剛剛那個第二項我回應一下 那個院長說的 因為 現在你如果一比一去邀請 因為其實勞工他 在與會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工作上面 安排一些問題 他可能沒有辦法來 所以是不是說 你可以邀請多一些勞工的 這個機構或是團體 那他有一些沒辦法來之後 那你是要求結果還是 反正不早說 直接收集意見 我覺得這個動節 他的意思不在動節啦 這個可以變成一個主決意 但是你覺得這裡面有沒有困難啦 我說這裡面大概我們都可以同意啦 針對 針對這勞機法在修動 就修訂這樣要訂定例外的情況 我們可以尊重這樣的原則 來辦理 那你這樣改主決意 齁 好不好 你改主決意啦 齁 好 那一週就 動字就拿掉了 齁 來改主決意 好 那九十四十分之一提書面報告 使得動字 齁 這個 院長 我要請他們多去跟民間團體的承辦長照去了解一下 到底現在面臨哪些問題 這沒有問題啦 你的書面報告他一定要把這個回應你啊 齁 我可以是 但是齁十分之一 我們 因為都已經凍結一百萬 我們 我們十分之一這一百萬就不要凍結 就含在十分之一之內了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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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到時候齁齁 tämä大家會有誤會齁 então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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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 齁 齁 齁 ví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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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第1項目 國際衛生業務 編列1億7268萬6千元 委員會審查結果簡列1510萬元 凍結1500萬元 第96案 改簡列90萬元 第97案 凍結208萬4千元 第98案 測案 99案 測案 第100案 通案 第101案 測案 第102案 通案 第103案 凍結20% 第104案 改凍結5% 第105案 病文會決議凍結 第106案 通案 宣讀完畢 好來 來 第13項 委員會已經減累1510萬 凍結1500萬 喔喔 我覺得 你們對於衛福部實在太狠了喔 把他們減累這麼多經費喔 那麼 這個96案 改列90萬 這個已經減累15100 改列90萬 減累也沒有意義啦喔 那 9899 測案 100是通案 101也測案 102也是通案 103 我看103是 103 立場委員的啦 改組決議啦 改組決議啦 好 那組決議 可以 好 那可以嗎 要不要宣讀一下 你們同意就好啦 要不要 你們覺得可不可行 好 可以執行 103改組決議通過啦 喔 有一個王毅民的啦 你們拿過來看看好不好 那104改凍結5% 105改病委員會決議 所以105這個也 那106通案啦 現在就是 97 97是什麼 我看 王毅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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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14幕 107改凍結50萬 時代力量改動 107 是誰的案子我看一下 改 凍結50萬你們可以接受嗎 可不可以 好 那107改凍結50萬 提書面報告後使得動之 第15幕 108-110 來請列 108 第15幕 醫院營運業務編列38億7297萬7千元 委員會審查結果凍結200萬元 第108案 改凍結5000萬元 第109案簡列1047萬元 凍結五分之一 第109之一案凍結十分之一 110案凍結500萬元 宣讀完畢 好 這個我跟各位報告喔 第15幕喔 他的預算是38億 他的通案是99.8 99.8喔 這是醫院的醫療業務的 所以 只有0.2大概6千萬 左右 那麼 好 那就動600 好 動結600 那外加400 好 外加400 好 委員會200 外加400 提書面報告喔 使得動之 來 主決議 主決議 主決議你們要看清楚喔 109 109成癮委員 這邊改主決議 109改 A跟109 1 B 他有兩個主決議 但是剛剛提上來的資料 他又改一些文字 是不是讓 你那 你就送給 這個也不一定在 15幕 你就在後面的主決議 齁 就128-1 128-2 128-3 增列 增列啦 你就拿過去 那外加部看一下 你們兩個拿給 那 1 來 我把它編好 你編多少 不要啦 我們用在主決議辦理 我編在128-2啦 128-2 128-2 128-3 然後128-3 你們去看一下 你們去看一下 齁 那個改 來 來 那個署長 你們要注意這個主決議喔 111案 有沒有問題 111案那個文字齁 是不是可以 因為是主決議齁 是按照體力齁 是不是 可以把那個 病經同意後 使得動資 這幾個字把它刪除 因為主決議沒有所謂的動 動資 對啦 對啦 主決議就沒有這個 這不是動這案啦 病經同意 使得動資 刪除 啊後面 三個月內針對 重點 科北培育工會醫師制度 計畫執行成效不佳 至此無法有效舒緩 四大科醫師人力 你們這個有沒有問題 不要三個月下會期啦 你們就針對這個喔 提出書面報告啦 可以 請解決方案啊 提出書面的檢討報告 請解決方案 如果你們 做這樣修正呢 啊後面 並經同意使得動資 這個不能這樣 這樣 這不是錢的問題 主決議不是錢的問題 可不可以接受 可以喔 可以喔 好 那就修正通過喔 好 那個修正文字你們整理一下趕快送過來喔 然後112 有沒有問題 你們要向社會委員會提專案報告還是改書面報告 書面報告 好 改書面報告我同意啦喔 112 改書面報告同意 113 你要上個月還是要下會期 下會期當然是比較有彈性 蛤 下會期 下會期比較有彈性 因為三個月喔 你們的事情下會期 因為我們大概月份都改下會期啦 好 那改下會期 113就通過 112也是改下會期 就是三個月我們都改下會期 那1是 好 遵照辦理 好遵照辦理 好遵照辦理 114那三個月要不要改下會期 好 好 三個月都改下會期啦 但是喔 但是喔 你這個專案報告要不要改書面 好 書面報告 好 不然你的專案報告 你一臉到每天都來做專案報告 對齁 我們剛剛提醒一下喔 差不多一算再來一次啦 整天報告 我看連法案都不一省啦 來115 你們要看清楚喔 115 你們主決議你們都沒有好好看過嗎 有沒有看 主決議啊 各單位都有看過 各單位都有看過要 你們要提出你們的看法 來115 115就是改三個月改會期 改書面檢討 一個一樣就是把三個月改成下會期 三個月改下會期 然後改書面報告 116 116 116通過 117 三個月改下會期 也一樣是三個月 三個月改下會期 然後提書面報告 118 現在是 119 118 118 115 建行 衛生福利部應持續重點推動安寧始終 退廣 你們怎麼樣 118通過 119 一樣同意 好,同意,120 一個月內 下位期 好 一二一改下位期 102、103是怎樣 102、103 102 要處理的 103 那個有問題 通案,那個通案那不處理 102 102通案沒有處理 那個通案,那個沒有 102就測案了,通案 103改主決議了 那主決議有一個問題 所以看嘛 主決議再看,你們再討論 那測案 剛才說要改主決議 103 103 103的主決議 衛服部要看一下 來 那等一下我們回來再處理 120 改下位期 改下位期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121 改下位期 好 121 改下位期,通過 122 同意 好,123 123 文字有效修正 什麼期內 跟委員 來 123 沒關係 123 我們有一個主決議文字的修正 來,你說 給大家一下好不好 這是衛服部同意的 他們可以接受 要求衛生福利部 除辦理說明會及座談會外 還需針對承辦長照2.0之社福機構提出之疑問或建議詳與回覆 並施行半年後與社福團體機構舉行檢討會 於會後一個月內提出書面檢討報告送交立法院社福衛環委員會以促進我國長照2.0政策之正向發展 我等一下會印給 你意思是改現在你的文字 改成現在這樣的文字 你這個比這個還嚴格 他這個我覺得講話案這個還比較 因為 這個是跟李燕秀委員剛剛前面的那個案子 其實是一樣的事情 就是在施行半年後 會跟社福團體舉行檢討會 好啦 如果你們可以接受 但是這個要併123一併 因為同一個案子 對123 那123修正通過 上次市長跟我們團體的承諾是三個月叫檢討 對啦 現在太 沒關係 六個月就六個月 太長了啦 因為現在問題一堆 其實院長 其實我也覺得六個月是有一點長 讓他們休會期間 休會期間趕快去溝通啊 不然地方承辦團體真的接不下去 我跟你講啦 我講真的啦 這三個月 剛好過年啦 大家也沒有心情啦 三個月眼睛一眨就到了啦 我知道啦 所以你給他多一點 然後把他周全一點 都三個月齁 也沒有無可厚非啦 就六個月就六個月啦 齁 好不好 因為剛好 因為剛好過年嘛 現在過年 大家過年那裡睡覺 沒什麼心情就開始 齁 就在無桌 人家座談會 過年期間也不想來啦 好不好 院長我知道 疫情委員在擔心 因為很多承接團員 過年 薪水發不出來 因為他都會想明年 我不承接了 所以長照沒有人要做了 沒關係 院長 我建議是這樣子 我們文字落六個月 但是他三個月內 他想辦法去做 好啦 文字寫六個月 阿你們越快就 越快做啦 但是 六個月是最慢的時間啦 你一個月可以把它做 就一個月 好 我看一下好不好 來 來 124 124改消費期 下個月 下個月 對 三個月改消費期 好 然後提出書面 齁 然後124修正通過 好 124 改消費期 提書面報告 好 128 也是一樣改消費期 提書面 改消費期 那這個沒有專案書面啦 書面 對書面 改書面 已經寫書面了 他沒有寫案 改書面嘛齁 夏費期改書面 128 128之一 可以吧 128之一 可以吧 可以 好 來 128之一 那個 院長 我們剛剛有 有提的一個 主決議 等一下 我要處理128之一 你這個是128之一 通案的主決議啦 我先處理完 128之一啦 128之一有沒有問題 好可以改建請案 128之一在哪裡 就這個喔 改建請案就好 那改建請案應該出他一中一嘛 要求改建請 好 那就改建 建請啦 要求改建請 OK 那這個就修正通過 這個 部長好好做 改建請案其實還是要趕快想辦法 128之一來 修正這個文字通過 看一下齁 這要說好齁 然後 128之二 剛才有128之二 我累的案 啊不是請你給部長看 啊他怎麼樣 來128之二給我啊 給我要寫通過才可以通過啊來 128之二在哪裡啦 128之二有沒有問題 部長 部長 遵照辦理 128之三 也是遵照辦理 不過128之二跟128之三 他原來是寫三個月 那如果是統一的話 是不是可以改下會期 128之二沒有三個月呢 128之三也沒有三個月呢 院長那128之二是什麼 我找不到 沒有啦 沒有啦 現在是 哪一個版本 你們到底是哪一個版本是對的 我現在是不曉得 有改資格才是對的 啊以三個月他現在是說改下會期 這早就跟你們講過了 下會期 啊這個也是下會期 OK 那 來 你們就看一下這個差不多都是正面的啦 對啦 齁 好 這個沒有問題喔 欸 有沒有問題 改下會期 陳委員的提案 沒有問題 好 那這個我就通過了齁 那你 128之四 是 陳超明委員的 你要講的是這個嗎 啊你有128之五嗎 來 那我來 我跟你列案 趕快copy 給助理去 來給我們 都有了嗎 128之五 你要給我們copy啊 你要給我們copy啊 哪一個 啊123 啊這個我剛才宣佈 好不好 以會後一個月 啊這個可以嗎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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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齁 來啦 你們這樣齁太亂了齁 123 123 123 到底部長看過沒 OK 剛才你是跟我說修正通過嘛 對 那是修正什麼 就是 半年然後一個月啊 剛檢署長有報告是 半年檢討 然後 會後一個月後 再做出面報告 開會 但是你這邊 但是你這邊 對 啊所以 但是這邊並沒有 OK 所以這個就是修正通過的案子 喔 啊你要簽名啊 不然我才知道你們同意 好 市長沒問題喔 123這個喔 講話安的提案 我們就修正通過喔 更名 好 來 128之五 陳超銘啊 對啊 你們要先處理啊 那也照出來 那是個案 那是個案 他這個要三預算 怎麼會在這邊寫 主決議呢 蛤 欸你有沒有看 啊怎麼樣 因為是今天剛 發的 新增的提案 那他是要排除 國會院的那個 統三 的部分 這個啊 排除統三 我們的預算 都已經處理好了 策案啦 策案啦 這個 這個預算怎麼可以 已經改後了 還要 他這個要 刪除預算 那個 不是刪除預算 那 那預算都已經 已經 好 院長 其實基本上 他就是要確保 人事費 我們不會刪他 但人事費基本上是 我們不會動的啦 對啦 人事會是法定支出 怎麼還要 來 我們也不要 我們也不要去測掉 看怎麼去 主事長看一下 那個 我 說明一下 那個 對於 那個國會院的補助 他是 對國會院 是衛福部 每年有 二十七八億 如果我沒記錯 對他的 那個所謂獎 獎補助 他有 二十七八億 他現在 那個二十七八億 以後 我們給了 那個 國會院以後 國會院他要多少是人事費用 多少是業務費用 那是國會院的事 所以他們現在希望 因為我們 我們獎補助一刪了以後 他的裡面就不好調配 所以他希望 以前的人事會 我們不要去刪他 只有 其他人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 你獎補助會是 給衛福部 給國會院一筆 你希望 民共人事費用 十億 十億兩千八 可是 給他的錢 沒有考慮 他裡面是什麼錢 他要 人事會 好啦 那你們自己 主技術在調配的時候 我 我沒有辦法調配 因為那個是 這個不行啦 我沒有辦法調配 好啦 就策案啦 這個不要限制 叫人家 我們給 我們統三就是要給人家 彈性 你還限制 這個策案 好啦 那這個 陳超銘委員親自送上來的 你們內部在調整 衛福部 衛福部 我們再跟他說 請那個 說明一下啦 去跟 我們會跟陳超銘說明一下 好不好 那個 一二五 二八之五 這個 我看 每一個黨團都有簽名啦 齁 就是 修正 並配合 那個移民委員 齁這個 齁 就照修正通過啦 齁 因為 你也簽名 各黨團都簽名 對對對 院長 這邊就是為了 我們剛剛都談過齁 但是這邊加幾個字 就包括 但不限於 醫師 護理師 醫檢師 藥劑師 語言治療師 復健師 心理諮傷師 臨床諮傷師等 好不好 有啊 你這邊就有寫 有啦 但是他們希望說包括 但不限於啦 以下列的這些啦 就有一些可能沒有寫到的 也希望能夠一併的 醫事人力 沒關係這下個會期再做報告嘛 對對對 對 好 那這個就照你們簽名的修正通過 來 謝謝 那個都有簽名的 就可以了 來 下一個 等一下還有 剛才那個103齁 林毅產也有提案齁 那我認為這個不妥啦不要 好不好 策案好不好 好 要不要保留一下 我看一下 要不要保留一下 沒有 醫有同意啦 因為這個我們要參加 怎麼樣 策策策策 好 那我們這策案 103策案 寫得這麼辛苦 你不能保留一下喔 不 這個 這個實在裡面 他有同意 民主黨對國民主黨策略是怎樣 怎麼會在報紙上講 不可能吧 103把他策 你也不會告訴我 那這個我們最壞的 103組決策 來 我們進入疾病管制署 疾管署來 129 129保留 130保留 那這個簡列2720萬 我們就照委員會的決議辦理啦 因為我們也不要去損及他的委員會 那第三幕 131改主決議 這個有沒有問題 看一下 你們要趕快看喔 改主決議 你們要看 1131 檢土法動詞法 好 我們同意辦理 131是王惠美那裡齁 是不是 那機關署 署長 因為 部長 請教一下喔 這個 肺炎鏈球菌 本來就是針對75歲的長者在施大嗎 所以 他現在要改成65 等於人口要擴大 我過去知道這一筆錢 大概都是民間捐贈的錢喔 所以你們到底有沒有預算 所以你們到底有沒有預算啊 那個機關署的 來 來機關署你看一下 131 可以嗎 對啊 做得到嗎 做得到嗎 那個 那個署長 因為我們最近 那個 懦弄病毒其實越來越嚴重 包括今年的疫苗 前兩天我也在媒體上看到說 我們明年度的採購 會從三架改成四架的部分 那三架的疫苗跟四架的疫苗 它在價格上的差異是 是不一樣的 它是有差異度的 那你採購的量會不會減少 第一個我要關注採購 我預算會完全支持 但是你錢從哪裡來 是我比較關注的 這個部分的話 那個接下來的年度 我們是希望在行政 提出跟那個行政員來爭取 第二遺備金 看看是有沒有辦法 它是 積極爭取啦 積極爭取啊 這沒有問題 它促進國民免疫力第三期計劃 108到12年度 爭取經費積極推動啦 爭取經費積極推動啦 提供長者完整的健康保護啦 這個修正動議我們 然後前面有一個陰 陰將65歲以上嘛 我們裡面的機 裡面跟委員這部分的溝通的時候 是說期待我們努力爭取啦 並沒有說一定拉進來 對啊 所以我們只稍微調整一下嘛 好 建勤啦 好啦 陰改成建勤好了 建勤 建勤爭取啦 對啦 更陰 建勤將啦 更陰化掉啦 建勤啦 建勤將 更陰化 把它修正來建勤啦 好不好 然後修正 131修正通過啦 齁 那第三幕我們就 齁 就 依照委員會的審議齁 齁 齁 不予簡列 不予凍結 那132的主決議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遵照辦理 好132遵照辦理 那就召喚通過 來 食品藥物管理署 一三三 保留 一三四策案 一三五改主決議 一三五改主決議 大家看一三五的主決議 時代力量黨團的提案 一三五改主決議 來 蛤 好 一三五改主決有沒有問題 你們看一下喔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們要看一下喔 四個月 四個月 一三五是四 不是不是 一三五還有一個案 一三五 一個主決議 已經溝通過了嘛 一個通案 四個月內 要不要下個會期會比較好 我差啊 我沒意見 怎麼樣 可以 但是喔 這個就沒有刪減所謂百分之二十 這個是主決議喔 對 這個就改 好 改主決議 然後修正改四個月 一三二我們就改主決議 那兩個月改四個月 好 沒有問題喔 一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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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五啦 食品 藥物管理署 一三五啦 沒有問題喔 對 齁 他們改主決議 提書面報告 四個月內 齁 沒有錯喔 沒有錯喔 持有 好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那 在 喔你們的 被 減累四千四百三十六萬一千元 這個是總預算 還凍結兩億六千六百一十七萬元 喔 我有 你們 蛤 院長我們有一個 一三五之一 那第一幕的啦 哇 那個是 一三五之一 你是要做什麼用 第一幕 是第一幕的 還沒到 那為什麼是一三五之一 應該是 是一三六的錢喔 喔OK 好 那我們 喔這個 這個怎麼會減累四千多萬 你們 你們 蛤 委員會怎麼會 怎麼會 你們那時候是怎麼會 但是你殺食安更有問題 你們這個 你們這個 這個要不要等我們 第一幕第二幕 因為你這個是總預算 你外 你這個總預算 你還要加 第一幕的預算 內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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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你是 所以 不是 你這個簡列 不是 在總預算簡列的 不是啦 是第一幕 第二幕第三幕 加起來的 喔 我還以為你們怎麼 喔 這麼殘在總 嘿 好來 我們第一幕 一三六至一十二請宣讀 第一幕 科技業務 編列六億兩千六百零七萬四千元 委員會審查結果簡列八百萬元 凍結六千萬元 一三五之一 凍結兩百萬元 一三六 改動九萬八千元 一三七 改組決議 一三八 改組決議 一三九 改凍結三百萬元 一三八之一 改凍結三百萬元 一三九 檢列兩百萬元 凍結一百八四萬元 一四零 改組決議 一四一 改凍結七萬五千元 一四二 改凍結兩百萬元 一四二之一 改凍結五百萬元 宣讀完畢 那麼 我們第一幕 喔 檢列八百萬 凍結六千萬 喔 這裡面 一三七 改組決議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可以 那麼 一三八 改組決議 有沒有問題 沒有 一四零 改組決議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 到一四二我看一下 院長 院長 我一三八保留一下保留好不好 阿你不是要改組決議 沒關係 我保留 十安的問題表決一下 好 一三八保留 可以 可以嗎 那就是保留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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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列啦 他要表決啦 保留檢列啦 保留檢列啦 他是檢列一百七十七萬六千元 一百七十七萬 如果同意你呢 不要表決啊 你要同意 好啊 所以我希望你做好 我沒有要 既然這樣就不要表決啊 我當然要表決 我對十安的管理 我還是很有意見 放寬 農藥殘留值 跟農委會 一個上 一個 一個上游單位 一個下游單位 我覺得還是要表態一下 表態你就 你就弄個前三 有沒有關係 我不要三 我要他把事情做好 阿你用主決議 反而更有收服力 主決議 他要落實 但他做得到嗎 代表性的表決 總共前三 代表性 代趴 我改全三 不行啦 到時候你又放話罵我 不會啦 而且喔 而且這個是委辦會 厭秀委員 沒有我找一個 但是我覺得十安的管理 我覺得要 不要找這個啦 找另外一個 好沒關係 但是我要跟主席長 拜託剛剛那個疾管署的 疫苗的部分 三價改四價 因為對國人的健康 這兩年感冒會很重要 你要想辦法幫 找錢給他 我會尊重他們的計畫 要支持他喔 還有全靈疫苗的部分 好 都要你支持喔 那我們繼續處理喔 時代力量有135-1 要不要說明一下 欸院長我139先測齁 我改135-1 好 139測 135-1 有拿到嗎 實藥書 有有有 啊這個裡面齁 那個一週內我可以拿掉 就下個會期 那這個要求你們可以做得到嗎 CD還沒成立啊 不是啊他現在就是變來變去嘛 他之前本來是說 那他現在就是要他把這個規劃 就是送交立法院這邊而已啊 那這邊可以改書面報告 好 等一下 看一下可不可以 看一下 你看嘛 書面 下會期提書面報告啦 喔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嘛 對 OK 好 那個 那個 署長部長有沒有看一下 那你就沒有減累預算 沒有凍結 凍結啦 凍結兩百萬啦 對 我看你這個凍結就併入 併入第一幕的凍結啦 好啦齁 好 所以 這個 135-1併入 第一幕的凍結八百萬之內 的兩百萬 等一下等一下 沒有他改兩百萬嘛 那是凍結六千 那是凍結六千萬 他現在在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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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凍比較多啊 這內農比較重要啊 他凍結兩百萬 他現在內農啊 兩百萬他是要內併嘛 我們現在動的比較少啦 那你併進去OK啊 內併啦 內併 所以還是在六千 就是六千啦 啊 這個改書面報告 下會期 多一個下會期 一百三十九案 測案 等一下等一下 一百三十五至一是怎麼樣 可以 就是那個 趕快看清楚啊 專案報告改成書面報告 他改成書面嘛 下會期 啊董姐 兩百萬併入 我知道 要求你一些東西 你做得到嗎 裡面的內容比較重要 不是 你要看內容嘛 內容比較重要 因為才剛發是不是讓食藥署指導先看一下 你慢慢看 慢慢看 這你叫你 怎麼樣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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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是有一棟 針對我們的那一棟 記者 這是報告又不是專案 又不是因 他只是要提他針對這個案子的報告 還有嗎 可以喔 CDE還沒成立 不是啦 總照那個不是那個啦 他本來是說那棟要留給CDE用 現在又說沒有 又要給另外一個用 現在要他就是把整個你們到底那個實安大樓要怎麼樣去規劃 這個評估而已啦 現在裡面也有實安大樓吧 有沒有併在一起 看待這個事情 就說這個齁 我倒是比較擔心 因為這個規劃 所以要是一個規劃 並不是一個真的要建的 所以不管是土地的取得 那地方的選舉 所以我怕說在這個會期 我們這個規劃其實不會完成 那你就這個會期你就跟他 那你現在 你現在這樣跟他說明就好了 因為之前溝通的時候是說你們那個可行性評估會4月的時候會好嗎 那就下一個會期 這樣應該也沒什麼問題啊 這之前都有溝通過了啊 規劃不行 你就講問題出在哪裡 書面報告給他 規劃的方向是可行 是朝哪一個方向 這個也是可以提書面報告給他這樣子 不是定案喔 他只是講了解你們的動向而已 那個院長 我補充一下齁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我們也非常關心啦 部長也知道 就是說其實在中研院規劃的這個南港生意園區 就有一棟大樓 是他們本來衛福部要做CDE的 那這棟大樓其實已經拿到實用執照了嘛 對不對 快拿到了嘛 三月就會拿到嘛 應該是三月 對啊 三月就會拿到實用執照 這件事情其實我們非常的關心 因為坦白講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就算是要做個實案大樓 四年後蓋不蓋得起來都不知道 那如果說我們的實案的問題這麼的嚴重的話 實藥署應該先考慮有部分的檢驗設備 應該是要在我們這個南港生意園區的這個CDE的這個大樓裡面來使用 中研院他們其實有來跟我報告 他們說這種大樓是可以 就是說是尊重衛福部實藥署的規劃 使用指導拿到之後是可以進去做這方面規劃的 所以在這邊我要再次的說明 而且我要要求實藥署 上次在我們在談這個預算的時候 來跟我說明的時候 那個承辦人員甚至跟我講說 不能更改設計 可是當初的設計就是要做讀理的讀物學的實驗室啊 是後來你們自己更改設計的啊 所以這個跟誤導委員這樣子是不可取的啦 所以我期望為了國家的食品安全著想 食藥署對於要怎麼樣的利用 現在三月就拿得到的這個大樓的內部規劃 一定要好好的規劃 因為中研院也說尊重 甚至之前你們還跟我講說 中研院要用一樓去當餐廳使用 他們說絕無此事 我希望部長在這邊還有書長在這邊 要好好的規劃啦 所以一樣的 不只是為了那個前瞻的那個大樓 甚至現在你要搬進去中研院的這個 南港的這個聖醫園區的這個大樓 就應該要好好的規劃 這才是國家之福啦 謝謝 OK嗎 可以嗎 就是我們比較有一點的 這個 書面就專案報告並經同意 沒有啦 他只要你提 並經同意是不是拿掉 就提出書面報告使得動一百 提書面 沒有啦 你這個就改主決議了嘛 他 他的 動一百 你喔 這個本來就併入前面的書面報告 那個不會有問題了啦 他已經併入 動結的六千萬之內 因為他不在意 他不外加嘛 所以那也併入 他只是要你的書面報告啦 對 但我說 但是說同意是什麼 阿當然是要委員會 你這個要併這個六千萬 六千萬都要委員會同意阿 我說是同意我們的可行性 阿但 不是同意你的可行性啦 你的可行性是 你們 你的可行性不是 不是委員會來同意啦 是要 委員會 同意你動資這一筆預算 不是 你的可行性怎麼會由他來判斷呢 這樣寫文字上很容易被委會啦 那你就說 這個 立法委員在指導你怎麼幹行程 你的筆子應該怎麼幹 對啦 這整個國家 不是啦 CDE現在都還沒成立耶 不是 執永委員你的意思 是想了解他的方向跟進度 是不是這樣子 對你就是把書面提出來 然後你們就是 因為你們之前就是變來變去嘛 那你們現在就把你們確定的規劃 規劃中一定會變來變過去 我們就不用去規劃啦 他只是 他只是要你有一個方向啦 方向是什麼了解 但是不能夠 是由他決定要怎麼做啦 不是啦 你了解我的意思 好 他那個洞杰安不會有問題 那就是書面報告 人家他也要求書面報告 好 好不好 書面報告但是把那個同意 啊洞杰安是併入那個沒有問題 這樣我們把講清楚 這個和預算先撇開 你把你的構想齁 提個書面報告來就好了 對啦 對啦 但是同意齁 變成立法要指導你 不會啦 沒有問題啦 主要的建築基地應該怎麼配置 包括跟實安大樓之間的副動是怎麼樣 這是高度的 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要知道 他不是說 啊你一定要怎麼做 不是啦 我們要怎麼做 讓他知道這樣而已 這沒有問題 好喔 這個應該不會有問題 我沒有不可 死的動詞 同意死的動詞 要為了就好了 要報告你整個計劃就很好 提出書面報告 我大概 那洪生委員想邀請你 對啦 好那 第一幕我們就這麼處理了喔 院長我的138齁 我就不表決 但是 我要求 呃 委辦分業我們不處理 我們通案處理 但是 我可不可以動一個分支計劃 然後意思意思動一下 但是我要求對於實安的管理做一個專案報告 那讓給委員貴的招委兩個去排 沒關係怎麼並沒有我沒有意見 那對食品安全我要一個專案報告 好沒有關係 這個 燕修委員 這個案已經凍結6千萬了 對沒關係我就不要再加凍也沒有關係 我們改專案報告 對 並前面的專案報告 對 但是要有一個食品安全的議題的專案 好 就是把食品安全的議題 啊你138案就不保留了 齁 那邊錄啦 我的案子不能吃掉啦 不是啦 我了解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你就不保留 但是你納入那個專案報告啦 對對對 那我案子不可以不見了 我看文字怎麼修作 喔對不對 對對對 對 主決議我還是留著 對對對 就是後面 就是報告裡面要加一個專案報告 對 好 那就 這個 那這個 凍結6千萬元 然後 並其他案 提專案報告啦 對 並 前面有一個專案報告嘛 那你會 那很多 那我會裡面就已經很多專案報告了 沒有 那剛才我們都改書面了 現在大概就一個專案報告 把它整合啦 好 專案報告 OK 那這個是減累800萬 凍結6千萬 不要變啦 好 來第三幕 第三幕 143到148 第三幕 食藥管理業務編列14億2411萬5千元 委員會審查結果 簡列2916萬1千元 凍結5441萬9千元 第143案 改凍結200萬元 第144案 通案 第145案 改組決議 第146案 改凍結1千萬元 第147案 改組決議 第148案 通案 宣讀完畢 好來 好來我先處理 主決議 你們要看清楚喔 145案 改組決議 有沒有問題 145案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就改組決議 通過 147案 改組決議 有沒有問題 147 沒有問題 好 147案 我們就改組決議 通過 我看他這個 你要注意時間喔 時間 我們改下會期 對啊 一個月都改下會期 是 然後 專案報告都改書面報告喔 是 好 是 好 OK 這兩個組決議 那剩下的喔 我跟各位委員報告 這邊已經檢列 一 總共檢列 三 兩千 呃 九百一十萬一千元了 那 那凍結已經 五千 四百四十一萬九千元了 我們是不是照委員會通過的 三檢數跟凍結數 提數片報告後 使者動之 好不好 好可以 院長我148保留好不好 第七八 好 148跟他保留 這違反耶 沒關係啦 他要保留 保留新南向的 好啦 好啦 保留啦 他不是要刪掉 他要保留表決 表達立場啦 我知道 好 那我們 就 簡略 一二 兩千九百一十六萬一千元 凍結五千四百四十一萬九千元 提數片報告後 使得動之 來 主決議 149有沒有問題 三個月改下會期 好 上個月改下會期 那提書面報告還是專案 這邊是書面報告 好 改書面報告 三個月內改下會期 150案 150 主決議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沒有問題 有沒有那個時間性啊 什麼的問題 你們要看清楚喔 因為我沒有辦法看到這個問題 基本上我們黨團應該是沒有壓時間性啦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是修正通過的主決 好 排除以被委員會刪除之委辦計畫 幾經會幾戶表執行 幾戶件執行 當然是這樣子啊 不然要怎麼處理 對啊 對啊 所以這些人是建議的 我們應該增加兩個字 你公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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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 你是要他們提供資料給你嗎 沒有資料啊 啊你要 啊你要增加提供兩個字啊 對 只要史字委辦經會 應提供 應一 應一 107人 等等等等等等 幾戶件執行 喔 提供 喔 對啦 提供 委辦經會分析表 排除以被委員會刪除之委辦計畫 幾經會幾戶件執行 因為那個委辦經費分析表 本來就在預算書裡面了 沒有在提供 對那他們是 那個黨團是怕說齁 這個過去啊 他這個沒有按照那個 委辦經費的分析表 一項一項在做 他會做到別的 我知道啊你們就坦然嘛 就提供啊有什麼問題 我們預算書本來就提供過去啦 我知道啊 再提供 他的意思是 你在執 不不不不 你在執行之後要提供給他咧 但是那個決算其實也看得出來 那個 那個到最後決算書上 12月底的時候 他基本的決算書都會有 不過一樣 既然是決算看得出來 你就決算的提供給他也一樣嘛 OK啦 好啦 那個還好 我們就同意了 有沒有問題 好 可以 好 你只要不挪 他的意思是 你不能挪作他用啦 對 對 對 你要追蹤就對了 對 150之一在哪裡 150之一 來 150之一有沒有問題 提書面報告 改組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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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這個動節要修正喔 文字要修正喔 151在哪裡給我看一下 修正文字啦 在哪裡 喔 下一頁 那修正文字 並數以六個月內完成法定程序 農委會以衛福部因主動提出目前 什麼自愛 這邊是有預算啊 但是 來來來哪裡有畫掉 繼續3675元 預算比一般人的交易相似 誰 這邊是什麼 六個月 我們兩年都做不起來 六個月做不起來 按要求問 阿前面那個畫掉 好 可以啦 好 那個 那可不可以 可以 書面有沒有 他提供書面 書面 好 那 這個是150之一 150之一 我們就通過 150之二 六個月 可以啦 六個月 可以啦 六個月 你有 管你辦法 法定程序嗎 你有沒有辦法跟農委會在六個月內提出 法定程序 法定程序 人用藥品用於 淺貓集灰禁慾動物之使用 使用 使用管理辦法 人用的用的 用的辦法 沒有辦法你們就要講沒有辦法 不行 沒有辦法 如果各位要求他們 跟農委會跟衛福部 提出 完成法定程序 這個 人用藥品用 且貓集灰禁慾動物之使用管理辦法 動物要用人的藥 人用的藥物要用在動物 可以 農業縣市大概的委員都滿關注這一個議題 那 你們要多久的時間 沒關係啊你們講 完成法定程序 沒關係啊你早晚要把它做好 你是要一年兩年還五年還是十年 你要講清楚嗎 不要不要 柯總知道我們不要獲悉你 我時間可以寫 沒關係如果說三年我就給三年 沒關係啊但是 就是 你看到什麼時候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好 副部長 這個困難 這問題困難在哪裡 可以說明一下 跟委員了解一下 都不一樣耶 不然我們先聽他講一下 看這困難在哪裡 我們了解一下 是你們在人用的用藥裡面 其實相關的規範是比較嚴格的 還有動物要所以一個要緊一個要生 所以這兩個在這裡面就是會堅持不下 那我想我們會盡速再來開會 就大家預告時間大家所提出來相關意見 我們盡速來研治研議 那其報告到委員會來 副部長我不同意你的講法 今天的狀況就是有很多家裡有毛小孩的 他們其實就很關心就是說 明明的我這個 就是我們有接受到陳情 這個狗的那個長肉流 痛得他都沒辦法走路 明明就是有藥 可是只是人有藥狗沒有藥 對不起啊 現在真的就是這樣的狀況 狗的那個藥還在臨床試驗耶 而且因為劑量的問題 你TFDA農委會這邊一直在跟TFDA溝通 希望有一個辦法趕快定出來 今天的情況是人要用這個藥 其實是動物實驗的結果 人體實驗結果然後人再用 反過來是講人已經可以用了 動物不能用 那不是很奇怪嗎 動物是比人還高尚嗎 反過來講是我們人都已經可以用的藥 如果你要用在動物身上 當然是可以的 只是計行方面 計量方面要做討論嘛 對不對 沒有院長 院長 反正這個法令其實蠻重要 大家都覺得要做 我們可以給多一點時間 但是 那是什麼樣 人家沒有藥要提到 到這裡就對了 這是什麼 你必須要去 膠水不一樣啊 肚子也不一樣啊 當然是不一樣啊 所以今天主方是收益是開嘛 對不對 但是你今天一定要協調要來處理啊 你不要見死不救嘛 拜託一下 所以我們要來處理啊 我們來處理這相關問題 沒有 那個署長你好像有答應 陳昌明這個 那還是給你一年還是兩年 一年半 你要完成立法程序 好啦兩年內啦 不是啦 都是我們的任期 不要啦 不要啦 這太久了 院長已經兩年多的協調了 你還要再兩年 這樣子 這樣子好不好 陳昌明 你立法委 你自己提個法 我來審看看 這樣比較快吧 你不能這樣告一 你不能這樣告一 啊不你 你叫他們的人來 我來辦個聖上班嘛 我來知道他們遞這個法 人要來上班啊 你叫我一個人 什麼人要上班 不要這樣告一 沒有啦 你要完成立法程序 不不不不 那個人 完成立法程序 是我們的權責啦 你應該請他們 送到立法院啦 但是不能完成立法程序啦 可以齁 送來送不來 那是他的原則啊 蠻懷疑的喔 好不好 那這樣 你不是這個 報告主席啊各位 其實這個動物用藥的主責單位 是農委會 今天這個是農委會 他們要負責 但是他們現在 不願意去 有很多的一些動物用藥的 查驗登記 他們合可的那種證太少了 所以才需要用到人的 所以說真的其實是 如果根本的辦法 就是要從農委會那邊 去增加你動物用藥的查驗許可證 是他 那咧 我們動物用藥 動物的管理是 是農委會是對 因為我當過農委會主委啦 豬啦貓啦 骨都是農委會在管理 但是你叫衛生署 去訂 這個貓狗的 那這樣子 院長 院長 這樣子我具體建議好不好 因為 這件事情其實 法令遲早 他們要行政院遲早要送出草案 不管是幾個單位的事情 都是行政院要把事情做好 所以我們是不是給他一年的時間 讓他送出 但這就不是他的問題 我們來叫農委會送啊 對啊 但是我們在這邊 我們只能具體要求他 不是 那我們應該最後 你們再提一個主決議 到行政院的 請行政院 請農委會那邊送啦 我們不要把不是衛生署的業務 那這樣沒關係 我們就提行政院向下 農委會跟衛福部 一年之內 提會同 會 他們就會會寫 他們就自然 行政院 你只要做決議 對啦 會責全責單位好不好 好啦 全責單位 請全責單位啦 全責單位 然後一年之內 送出相關的 這個應該是寵物藥比較貴的樣子 好 所以這個案我們就測案 不要把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不要再給衛生福利部 增加這個麻煩 院長我們要加在行政院底下哪裡 問題是 行政院向下 行政院我們有向下 有主決議 那沒關係 那是二輪再加這一個 是不是 不是啦 你到院會大家同意 你看一下文字 你們看一下文字 安全者機關是誰 反正我們明天會討論其他的 我們再加討論看怎麼處理 我們這個齁 這個不要再給 這個不是衛生署的案子 好 我了解 我了解 好 那我們下一個 中央健康保選署 每次農委員會不願意啊 對不對 不是 他不願意再做 就跟我們不願意 他要做衍生用藥的問題一樣 其實這邊 他那邊衍生到我們這邊 他現在叫我們要衍生 我們現在的保留數已經有五百多案 到中午 現在下午來不算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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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六要上班了 表結了 來 好了啦 那個 署長 那個 介紹一下 我們來介紹一下 大家比較認識 李署長 李署長 因為我沒有在衛福部 我們 健保署 健保署 李署長 好 對不起 李署長 好 好 好 來 151 152 我們就保留 保留 憲修委還是要測案 測了 保留下班 保留太多了 好 第一幕 153 改 凍結50萬 你們 153 改凍結50萬 可以接受我們就通過喔 好 通過 不是 書面報告 跟時間線 看一下 好 那這樣子就變成 凍結 550萬 還是改凍結50萬 加凍50萬 提書面報告 好 加凍50萬 提書面報告 好 就不要三 好啦 那就不要三 加凍50萬 提書面報告 三個月改下會期 對 對對對 都改下會期 這個一個月三個月都改下會期 好 好 那 第一集三幕 154 改主決議 有沒有問題 154 看後面的文字修正 主決議 兩個月改下會期 好 你們有沒有看 不要一直說好喔 就兩個月嘛 兩個月 對兩個月改下會期 然後那個修正相關執法規 那個幾個字刪除 那個刪除了 那個你們有做文字修正 對 但是兩個月改下會期 好 修正文字通過 153 第一幕 154 現在第二至第五幕 155 他要150萬改凍結 500萬你們接不接受 你們覺得怎麼樣 不要凍結那麼多啦 燕秀委員 我們是不是 一百五十萬 增加個五十萬 改兩百萬啦 啊 這個凍結都沒有意義 他都提書面報告 好 就改凍結兩百萬 第二至第五幕啦 155案 改凍結兩百萬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喔 來第三幕 三個月都一律改啦 三個月都一律改 都改下會期啦 這個自然 剛才已經做宣告啦 凍結案的解凍是下會期 不是下個月 下個月也不開會啊 好 那156至157 156改組決議 156你們看一下 改組決議 就是 建議違規查處 是監控不當醫療費用支出 最後一道關卡 中央健康保險署 至當持續加強 仿查及查組 以防度不當醫療支出 我覺得這還好吧 好 那就修正通過啦 改組決 這個修正 那157 156啊 你要翻過來看 他有修正啦 那157改動結 就增累 動結50萬 就150變200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資 怎麼樣 可以齁 可以 好 那就動結200萬 提書面報告 來 主決議 158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相關需要時間上 書面報告 書報 他這邊是書報沒有問題 好 但是有沒有時間 時間不是有多餘率改嗎 做書面報告改書面報告 他沒有時間 他沒有時間 158 改書面報告 文字修正後 通過 這個改下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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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改下會期 159 159有時間 一個月改下會期 這個 其他文字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修正下會期通過 161 一個月改下會期 161 一個月改下會期 通過 那 161 161 有文字要修正 來 文字修正 我們看文字修正 隔壁的 161 這個東西 因為市場我們非常就是 對 對於那個就是 婦產科這部分的生產的話 我們是很極力的支持 不過因為這個在共女會議 跟共同專家會議裡面 要去做調整 所以說 他在三個月內優先公告 我們是覺得有困難 那時間長一點可以嗎 沒關係 這個部分就這樣子好了 因為我們還是想強調一下 就是說 對於就是 有關於那個婦女生育醫療 整合的部分 其實是我們非常重視的 那 看這邊就是要怎麼樣 院長才是我們就尊重了 好不好 就是你送時間嗎 其實我們只希望我們的訴求 我們是透過這個提案 希望就是 我們的訴求你們非常的清楚 因為這個 畢竟是花東地區 其實對他們來說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 花東婦產科的醫療資源 真的是的確嚴重的不足 所以我們想透過這個提案 就是明確的表達親民黨團的立場 那當然就是說 未來要怎麼實行 或政策面上應該要怎麼樣改進 我們都給予相對的支持 這樣子 那如果 你們真的做不出來 這其實也是空話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提案 就是說明清楚這樣就可以了 他是用賤情啦 他沒有特別 這主要是那個 他只是用賤情 這支付的制度的問題 這個政策差別在這裡 還有時間 他時間長短是一回事一 他有 沒關係 那我們尊重 我們尊重行政部門 但是最好是能夠做 所以他用賤情 對啊 我們用賤情 但是請你們好好去上考 我們當然可以體會到 這個委員對這問題的關心 但相關的支付制度或支付範圍 或相關點值的規定 都應該在總額的委員會 健保會裡面做討論 然後支付及給付的會議裡面做討論 如果這樣一立一開 那所有的委員都來提案 都來通過 那整個健保的支付的體系 就會相當有問題 所以他沒有強制啦 他沒有強制啦 對但我覺得這樣都不是那麼的理想 我們願意尊重這意見 那交到委員會去討論 好 你就說委員有這樣的賤情啦 OK 不是做主決說要求啦 賤情就是 你是賤情你們也沒有辦法嗎 賤情你們去反應 大家覺得不妥 我們也要建保會去提案 對對對 就這樣就好了 好 那這個我們就賤情啦 因為我們也知道 這其實會有其他的問題產生 陳菱姐委員是很善意 但是 但是就是 因為其實高經委員也特別關心花東這一塊 建勤啦 所以還是請各位政策眼裡上 好 你們就轉達 說委員有這樣的一個主決一個賤情 建勤你們接不接受是審議委員會你們去做 好 你們自行決定啦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們也用一個161-1 因為林維周委員也寫了一個 162-1 162-1 162-1就跟你併在一起好不好 併在你向下 因為也是一個賤情案 西肝的治療 偏鄉原住民 在哪裡 開發了 什麼時候出現了 沒有我加最後一段的第一行 原始 後面加一個賤情衛福部 應競速研議好不好 這個有必要 西肝扁 衛生服力不住在研議了 剛在後面 好 那個 162-1 建勤啦 就是西肝的問題 偏遠地區 其實喔 我們有一個什麼 好心肝他們都在 各偏遠都有在做這個 這個 因為我知道我幫忙他們很多 到很多的縣市 這個 這個 那個部長 這個建勤應該是OK啦 然後這個 162-1 我們修正通過 改建勤 那161 這個也是建勤啦 好 來 那162 162 有沒有問題 162-1 是不是可以改為書面報告 什麼 162-1 剛剛那個162-1 162-1 那個當然是書面報告 你沒有辦法 好 來 好 改書面 好 書面啦 162-1 改書面 書面報告 下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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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改下會期 然後 改書面報告 OK 那161 162了 162 要求改建勤好不好 好 那個 余姐 那個 要求改建勤啦 好 OK 好 那修正文字通過 好 那我們現在進行 國民健康署 好 國建署 國建署 王署長喔 好 國建署王署長 好 請坐 謝謝 163-164保留 165是什麼案 我看一下 165是怎麼樣 這有溝通過了嗎 對對有溝通過 對 所以現在OK嗎 對 那個是科目自行調整 對 動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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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科目自行調整 對 動500 要加動500 本來就是動500 他原來幾乎是480 那種動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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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動500啦 因為480 後面有一個 又要多一個200 你這個 動結這麼多 你的用意在哪裡 你可以請他講出來 這溝通過了 他們OK啊 動結 動結沒有關係 但是問題是 你要他們提出 書面報告 好不好 可以啊 好 科目可以調整 科目自行調整 那個 報告院長 他現在是動結 那個01 那署長 他是希望是說 齁 就直接動結在幕 不要動結在節 他不是動結他要你 沒有啦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們的現在討論是第一幕 對對對 所以你的動結案就是在第一幕 對啊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對對對 因為他這個文字是寫 所以我們如果 沒有啦 你就 你就針對他的問題 因為我們是以第一幕 他是要動結你第一幕的 01全人健康促進科技政策研究這一項 這個結啦 你覺得 應該是可以在另外的 讓你們彈性啦 所以這個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齁 這個 他們只要在第一幕 齁 我現在齁 等一下宣告 是第一幕 凍結多少 OK 那你們都自行調整 好 這個 從 第一個部位到現在就是這個樣 都以幕為單位 沒有問題 我沒有指定哪一個結 齁 這個就是 就是讓 委員都讓你們彈性 齁 來運用啦 齁 所以我們現在是討論第一幕 那 166是改動結200萬 是增加動結200萬 咧 對對對 動結200萬 改書面報告 好 這個都沒有問題 那這樣子啦齁 也是第一幕 你原來是動結480 那 那 雲維州委員這邊是 動結200萬 齁 那我們就 是不是就動結 欸 宣秀委員 乾脆就動結600萬就好啦 增加120 增加 480 增加120 那也超越他的500 那也超越 維州的200 好 就動結200 然後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之 那書面報告你就要針對 內容啦 內容跟他們提那個書面報告的內容 那 你要動結第一幕 哪裡的預算 這邊是授權的 OK 這樣很清楚吧 好 那現在第三幕來 來 167改主決議有沒有問題 167 可以 下位期 下位期 這個 有啊他這邊就是書面啊 但是兩個月要改 下位期 可以 可以 好 167 同會沒了 那就 改主決議通過 好 那168是改動結50萬 他就要增加50萬 動結 好 那我們就介紹 就652萬 那169改主決議 你們看一下 169 黃國昌委員的 下位期 可以 改下位期 當然是改下位期 好 改下位期 三個月改下位期 可以 提出書面報告 對 好 那 第三幕 就是 動結650萬 7千元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支 好不好 好 然後 現在 進行主決議 170 有沒有問題 改下位期 好 都一樣 改 17 改下位期 改下位期 通過 172 遵照辦理 好 172通過 好 現在 下一個單位 那個 社會及家庭署 社會及家庭署 等一下 等一下 請坐 怎麼樣 怎麼樣 請問一下嗎 請問一下嗎 我們稍微問一下 就是 嗯 署長我們在第一個會期的時候 就有 跟林皺炎林部長就有提醒 就是 子宮頸癌疫苗 接種的重要性 這國家疫苗的這個接種的政策 全國只有七個縣市都是由縣市政府來補助 但是 國民健康署 當初只有針對的是原住民還有就是低收入戶 才有給予補助 我們一直覺得說 子宮頸癌疫苗 在國外很多 已開發國家 包括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都已經 全民的這樣子 接種 尤其是 加拿大是 國小六年級的 男生跟女生都接種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很重要 那不曉得現在進度到哪裡 我知道說你們已經編了 預算兩億多嘛 那疫苗採購那個接種好像 是不是碰到了什麼困難 為什麼好像這疫苗的接種好像在執行上面 從去年一直希望能夠開始做 又拖過了一年 是不是可以稍微說明一下 因為這個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預算執行怎麼樣 預算執行 現在來講我們已經跟新市衛生局已經溝通過 讓我們大概是三月前要確定是我們施打的一個方式 預計是今年十一月全面的施打 十一月 十一月 今年的十一月 因為它要配合那個年度的部分 還有 這樣子太久了啦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要跟學期跟國中的要配合那個部分 年底是吧 對 本來是九月跟十一月中間這個時間 那個署長 這件事情我覺得很重要 而且這不是只是國劍署的事情 這牽涉到的就是分級醫療 這牽涉到我們在推動的分級醫療制度 我想部長也很清楚啦 因為我們不能夠一昧地去追求接種率 所以你一定要配合什麼學校開學才施打 這不對 其實很重要的部分應該是要把這個東西 藉由基層的醫師 不管是家庭醫師或者是婦產科的醫師 讓他們能夠提供性教育 在接種的之前有一個諮商然後來做 你如果是在國中來處理這個東西 那你沒有注意到的這些被接種者 這些國中女生他們的隱私嘛 而且你要給提供衛教嘛 你不是每接種一個不是都給100塊嗎 而且這要打三針不是嗎 那這個其實是很重要 是要讓我們的這個國醫的女生 她去到這個婦產科 能夠有好好的接受性教育的諮商 然後接種這個東西 甚至了解她的性行為的情況 這一定需要好好的來處理 不要去一昧地去追求接種率 而忽略了其他因為提供這個接種 可以造成的邊際的效益啦 我這邊真的是希望你們在執行這個東西的時候 要注意到那個細節 好那我們就請 好再注意一下好不好 再請 國民健康署在 剛才委員的指示再注意一下 來社會及家庭署 173174保留 我們測案 測案 社家署 那1715改主決議 有沒有問題 特別會 就是時間是不是改成下會期 原來 特別會 175看一下175 對啊 我看一下 那個 那個 那兩個175 哪一個175 前面 前面 你要看後面 看後面的主決議 看後面的主決議 大概一個月 改下會期 OK 好 這個就改組決議通過啦 那委員會是凍結117萬1千元 我們就照委員會的意見通過 提書面報告後使得動資 好不好 等一下 你這個是兩個是後面再一個嗎 後面啦 已經修正過了啦 176至182 第四幕 來 176改組決議 176 改組決議 我知道 然後請衛生社會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針對增定不定其訪查及強化 怨聲通報申訴機制進行研議 我覺得還好啦 修正通過 然後177改組決議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就是 他那個會六個月 六個月內 那個因為他有一些的要去盤點資源 所以這個是六個月 好 你們可以接受六個月 好 那就修正通過 179 這個就是時間兩個月改成下會期 1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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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兩個月改下會期 兩個月改下會期 好 179 這是可以 可以 遵照辦理 好 就改組決議 好 179 那修正 改組決議 通過 對 孔文綺委員 改組決議 通過 180 180 180就是 那個 時間 三個月改下會期 對 下會期 專案改書面 對 專案改書面 好 我們就修正文字通過 181 也是那個 三 兩個月改下會期 兩個月改下會期 專案報告 他是書面 好 沒有問題 181 修正文字通過 182 182 也是三個月改下會期 好 下會期 書面 對 也是書面 好 修正通過 現在 主決議 183 遵照辦理 三個月改下會期 下會期 通過 184 一個月改下會期 好 一個月改下會期 修正通過 185 建請案 建請案 好 那就 185通過 來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 還有 保留吧 兩個都會用 這兩個 測案吧 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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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187 測案 國家中醫研究所 你兩個都要保留 這個 真的是很大條 不用來喔 保留兩個案不用來 這真的是 他剛剛有 他剛剛有 他有 還是要保留啦 蛤 真的是不尊重 他為什麼不要來 他有來 他的案子還沒有省他就走 好像身體不是很舒服的 阿也要跟 跟我們請假 要跟院長請假一下 要跟院長請假一下 好啦 我們就策案啦 策案 院長 你多講兩句話就策案 保留 好啦 主機長 部長 你在審完預算就知道說 社服務員真的很認真在審預算 所以 那個 那個 不足的要跟那個 調度的 好 謝謝 謝謝 衛環部 好 現在 換 環保署 環保署 你先支持他 好 你先支持他 你先支持他 你先拜會了 要拜會了 要拜會了 欸 為了 嚴重違反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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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重違反健康 嚴重違反健康 唉 你累了 後裔 嚴重 informed 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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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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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來 請坐 來 你不用社會 請坐坐坐 我們都留朋友來來來... 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這麼時刻都不用分 四天這樣好 我快來 很簡單 我們都台北都學生 妳就換監控才能 這個...妳就換監控才能 有沒有問題 妳就換監控才能 這樣 我們就換監控才能 哈哈哈哈 好,我們現在進行環保署的預算 那麼稅路改組決議 有沒有問題 稅路改組決議有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就改組決議通過 那麼總額減列 總額減列,第二案,第三案,這個是通案要保留的,這個沒有辦法 還是你們要測案 測案 待會,來來來,處理只等 這個不能亂講話 第三案測案 三至一,親民黨黨團 因為我們第十案跟第十五案測案 那剛剛有溝通,在這邊稅處還是通案刪除兩百萬 好,減列啦 但是你要減列在第幾幕 就 科目自行調整 讓他自行調整 那我後面的十一案跟三十五案就測案 謝謝 好,減列兩百萬 謝謝 然後 科目由環保署自行調整 好,謝謝 減列兩百萬,科目自行調整 來,第一幕 第四案 是通案 這個通案處理 第五案改 凍結一百萬 第六案凍結 七百九十一萬六千元 第七案通案 第八案通案 那現在是 第一幕是 委員會已經減列一千萬 凍結一千萬 那你們現在這個凍結數都沒有一千萬 我們是不是照委員會的通過 院長,院長 這樣子好了 來 這個第一幕是屬於科技發… 第一幕是屬於… 科技發展 科技發展對不對 科技發展,對 我看大家對於噪音啦 環境的監測啦 大家都還是寫了很多組決議 我建議這樣子好不好 凍結的部分再增加五百萬 然後書面報告 再增加五百萬 除了委員會再增加五百萬 好啦 人員多少啦 好 可以啦 提書面報告後啦 使得動之 書面報告使得動之 其一幕 可以 那就 減列一千萬 凍結一千五百萬 提書面報告使得動之 來,第二幕 好,謝謝 這個第一案是那個 陳學勝委員 委員跟他溝通 他說改成組決議 對 好 改成組決議 第九案改成組決議 對 謝謝 組決議在… 有看過嗎 有看 組決議在哪裡 還沒有送過來嗎 可是第九案是… 我親自和他送到的 是好,謝謝 那有簽名嗎 麻麻麻麻 等一下 等一下 第九案是同意策案喔 同意策案 同意策案喔 因為我是有話沒說到 這個是第三天然氣接收站耶 對,沒錯 就是那個藻礁那個部分 他就是說 有關的環評 同意策案喔 有啦 我和他親自講 那個彥秀偉 這邊有黨環的簽名 我還沒清楚說耶 彥秀偉 這邊有黨環的簽名 他前天有到環保署耶 第九案策案 謝謝 謝謝 好,第九案的主決一來了啦 好,第九案的主決一來了啦 這個策案主決一來了 謝謝 來,我來練一下喔 關塘工業區開發案 可能對藻礁生態產生不利影響 請翻保署 於後續環評審查過程 持續積極審查該案有關藻礁生態議題 確保達環境保護之目的 好,這樣子 你們可以接受吧 好,謝謝 好,那我們就通 這是漸行案是吧 對 對啦 這十案表情 請啦 那就要請啦 通過了,OK 謝謝 來 第九案 第十案 改動一百萬 那個江海新聞委員有同意要那個 改動十萬 好,加動十萬 好,加動十萬 你們可以接受吧 可以 好,那加動十萬 那十一案 側案 十二案是通案 十三案 改簡略三十萬 你就是要簡略三十萬 接不接受 那個是特別費 蛤,三十案 第幾 十三案我看一下 徐一仁這個呢 這個 院長通案處理 沒有啦 特別費我們都沒有處理了 都策案了 好,謝謝 通案不處理啦 好,謝謝 特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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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現在沒有列入通案 但是 我們都有策案啦 我們到最後都策案了 只有 好像 沒關係,因為我不知道後面大家對於 沒有,都策案了啦 沒有關係 後面他 只有那個法官沒有而已啦 十二案那個法官而已 平良心講 我覺得有一些部會首長的表現 真的是讓國人不滿意 啊,那個李議員 三多三少是一回事 但是最後 整體各黨團 我覺得應該要做一個總檢討 撿一塊也是 也是代表對他的不滿意啦 所以我覺得 但是 我這個不是指你啦 所以 所以這現在是他啊 這個部分 改天再黨團協商說另外除以量 好不好 和老柯去講 這個部分 請你再多跟許委員再溝通一下 這個案子我就策案 好,謝謝你 策案啦 策案要跟許委員再溝通 謝謝 謝謝 好 那 第二幕喔 就凍結 一千零一十七萬四千元 提書面報告後 金委員會同意使得動之喔 第三幕來 十四案 改簡列二十萬 十五案簡列一千萬 凍結一千萬 十六案簡列一百萬 我看看 十四案簡列二十案 應該二十萬 你們 可以啦 可以 十四案是 那十五案簡列一千萬 十五案有改成主決議嗎 改成凍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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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動一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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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就好了 好啦 簡列一千萬 但刪除啦 增加凍結一千萬 可以 專案報告 好 好不好 可以 可以 那十六案 十六案 十六案改成主決議啦 十六案改成 請環保署韓文要求經濟部能源局 依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為辦法 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我跟吳委員聯絡過 那這個就改組決議 改組決議 然後加一個專案報告 那個不用專案報告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 皮躺的光電 要注意環保的事項 那是經濟部的事情 但是我們來報告 那個齁 那個齁 你這個 第四五案 你 凍結一千萬 你已經要求他來專案報告了 就病得一起處理 你們到時候你就可以問他了 對啊 就病得一起處理就好 我的意思就是病 好不好 好 第七案改動十分之一 那這個就不要了 你已經動這麼多 都動結兩億了耶 好 可以 好來 簡略 十八案來 十八案是誰的 十八案 時代力量這個要問那個 持庸 我去跑通 我每天都沒有跑通 我趕快回去 謝謝洪委員 謝謝 那主決議你們有看過齁 改為主決議內容 沒有問題吧 沒有問題 有沒有時間的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就 改主決議通過 十九案 改主決議 通過 有沒有問題 三個月改 下會期 下會期 剛剛院長都是全部通案改下會期 喔 你都給你看電視喔 我看三點鐘 跟他說齁 五十分鐘下去結束 我看三點鐘 好 覺得大家很英明 謝謝 然後二十案是通案 二十一案是通案 二十二案也是通案 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 我們有跟委員做了一些溝通 是不是可以同意就是一委員的朋友 那同意什麼 同意有一些動靜 有一些動靜 二十、二一、二二 這是我們會計洛主任 好 洛主任 二一、二、二、三、二、四 都有溝通 因為都委員都溝通過 那二級 二一、二、二、三、二、四 二一、二、二、三、二、四 你們要動靜 同意動靜多少 來 這通案通案會刪減 你 不是 通案是刪減 不是你動靜就不要刪減 你是刪減之後還要動靜 那我是沒有意見 通案照通案 因為你這個通案 通案你被刪的預算就會很多 你這邊已經凍結兩億兩百萬 現在又增加一千萬 就兩億一千兩百萬 而且你還要來做專案報告 我們在 就是說通案就是尊重黨團的集體處理 不是 對 就是尊重學商之後的通案統籌處理 好 所以第三幕 我們減累 930萬 凍結 兩億一千 兩百萬 然後專案報告後 使得動之 好 沒有問題 來 第四幕 二十七案 改動七萬四千元 二十八案改動七萬四千元 二十九案改動一百萬 三十案 三十案 是誰我看一下 三十案改主決議 柯智恩 柯智恩 這個主決議有沒有問題 三個月改下會期 對 時間都改成下會期的話 就更成容了 好 那三十案你們就照 修正文字通過 三十案改動五十 三十案 三十案是誰 那個 植擁這邊 三個月也改下會期 好 謝謝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改下會期通過 那其他的 改動結的部分 一個七七 一百 一百五 一百六 我看就乾脆凍結 增加8 就凍結到200萬 這樣比較好算 反正你們都提書面報 就凍結200萬 提書面報告後使的動資 那簡略202萬1千元 這個委員會通過 我們不要跟人家刪掉 那第五目 簡略 委員會通過簡略200萬 凍結200萬 那第33案 是蔣乃馨他特別 改簡略追加量20萬 就變成簡略220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那這個是簡略220 凍結200萬 提書面報告後使的動資 第六目 34改成簡略10萬 那就變成460 35案測案 36案 蛤 應該是多10萬啊 檢列10萬 36改檢列10萬 37改動結610萬5千 37案是誰的 陳超明 陳超明 可是委員會通過比較多 陳超明 陳超明 他可以 陳超明 李洞結這邊預算的20%太多了吧 太多了 當然是太多了 但是齁 就看這個 陳超明 一般都10%啊 那後來修正 他修正 他修正 他修正層多少 10% 10%是多少 610萬 610萬 那你這邊怎麼 這邊已經被凍結 1719萬了 所以內行嗎 併錄 併錄啦 併錄啦 併錄 好 那這樣子 我們這樣子啦 那個 檢列的部分 都20萬啦 就470萬啦 那動結的部分就照原動結數 但 呃 陳超明委員的就併錄 就是1719萬9千元 這樣 好 提書面啦 兩千萬就好了 好了 併兩千萬 不要啦 沒有啦 這1719萬 對啦 1719可以啦 內涵啦 內涵喔 內涵可以啦 他沒問題啦 他沒問題 我今天有個拜託 提書面報告或使得動資啦 謝謝 來 第七幕 增加 那就是變成 簡約115萬啦 對 那39是通案 但是你被凍結500萬 500萬就提書面報告或使得動資 可不可以 那個 給院長拜託一下 這個旅費的部分 是不是按照 立法院那個 整個院的通商那個部分 所以這個通案我就沒有處理了 所以就維持 凍結500萬 所以就沒有處理 這委員會通過凍結500萬 所以就照委員會的 我們都沒有處理 然後提書面報告使得動資 因為 因為 委員會我們要尊重 那第八幕 那第八幕 減結100 減結100 這個沒有問題 他們現在有四案都是凍結115 那我們凍結115萬 提書面報告後使得動資有沒有問題 好 沒問題 提書面報告後使得動資 來 您說 這三個案子都不一樣 只要動一個沒問題 但是是同一幕 同一幕 但是是不同的案子 這個 給車委員拜託 管考處 你這個總經費是多少 其實 很少 兩千多萬 你凍結115萬 就 將近百分之十 而且你還跟人家減結100萬 只有百分之五而已 兩千多萬 一百一十萬 就百分之五而已 兩千萬 兩千萬 而且你減結100萬 那就 動百分之十 沒有 他的業務很少 好 凍結200萬 提書面報告 凍結200萬 提書面報告 然後動資 第九幕 減結810萬 凍結2831萬7千元 那這邊 要 43是要改動 增加兩百萬 44是通案 通案處理 45是改動一百萬 46是改動十分之一 你這邊預算是多少 1 2億 可以啦 那這個是 剛好是 10分之一 好 我跟各位報告 這是2億8 但是通案是90喔 所以你剩下2千8喔 2千8你完全都被凍結掉了喔 所以你再增加凍結 這個 清楚出國 這都超 超 超過 超過 就照委員會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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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資啊 委員會已經算很多了啦 2千2千 這個 這個 810你知道嗎 這個 減累810 你這個2億8千萬 假設通案是3 3的話 你這邊會被減累掉多少你知道嗎 324 326 將近 8 多少 2億8乘以3 多少 840萬 你就被 減累1千6百萬了耶 1千6百萬 對 哪一個比較大的 對 我實在是報過啦 做一行就好了 環保育的意識很少耶 公益算是0.23 是說你怎麼會被減累810萬 這時候都是通案為什麼會有減累呢 這是委員會的決定啊 好啦 委員會的決定啊 我們就照委員會的 好啦 照委員會啦 然後照委員會810萬提議書面報告 好啦 照委員會 好啦 照委員會啦 謝謝 然後第10幕 改動50萬 改動200萬 改動400萬 第50案 通案這沒問題 改動 這我看一下是誰的喔 47 但是他是改動 他這邊有改動50萬啊 他有提書面報告啊 然後 100萬 然後一個是 縱節1分之1啦 都沒有超過5元 5元500萬就好了嘛 那個旅費的部分齁 那個是通案 通案 不然那些前列都想一下 你這個預算數多少 全部啦 全部 八千多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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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千七百萬 八千七啦 這總隊處理專構 這裡面嘛 這裡面也有通案 通案大概50啦 一半啦 那你四千 凍結五百應該是超過百分之十了 我們照委員會的意見啦 好不好 來 找委 就是照委員會 謝謝 然後提書面報告後 謝謝 謝謝 那主決議啦 五十二案的主決議 你們意見怎麼樣 現在進入主決議啊 主決議可以啊 主決議可以啊 五十二你們同意 五十二你們同意 要要我 欸這不可以當這麼花花 這要看好 五十二改書面嘛 有啦 有溝通啦 五十二改書面嘛 五十二改書面 五十三改下會期 五十二改書面 五十三改下會期 五十四策案 五十五呢 五十五是要改主決議的文字嗎 那個後面的 後面的 五十五是要 五十五是要改下會期 那兩個月改下會期啦 時間都改成下會期啦 好不好 那 連度終了好 兩個月 你這個連度終了 喔對 連度終了 連度終了兩個月內 那這個就好了 那這樣 當然是越慢越好啊 那就 那就一一原主決議 他是每年檢討嘛 55就照案通過啦 55照案通過 56 56那就照案通過 57 好 照案通過 58 遵照辦理 59 委員同意文字修正 來 我看一下文字修正 書面報告 改書面報告 大聲一點 三個月改消費期 三個月改消費期 然後改書面報告 然後改書面報告 三個月的都改消費期 中央報改書面報告 那修正文字通過 50 這是59 60 六十也一樣 六十也一樣 改消費期 改書面報告 那個 院長 五十九 五十九那個案子 是不是可以 提這個專案報告 不要書面報告 五十九 五十九是什麼 五十九啊 就是這個 醫療廢棄物 事業廢棄物的管理 叫專案報告 那如果你專案報告 你就併前面有一個 專案報告 對可以 你併前面的專案報告 一個藻礁的專案報告 好 好 那個 藻礁的專案報告 署長 五十九 他是建議改專案報告 併前面的專案報告 一併 好的 好 那六十 就改書面 六十一 六十一 六十一到六十三都遵照辦 有沒有時間啊 專案報告 書面報告的問題 有時間的都改成下會期啦 啊 六十一呢 六十一是 你們要專案報告還是書面 提案委員是說專案報告啦 你們也跟個別委員溝通過啦 就專案報告啊 好 好 那六十一 你們也要專案報告嗎 都病 都OK啊 合併啦 病 病六十啦 好 可以啦 好那就專案報告 但是在下會期啦 六十二 主席請問一下 六十二他是電地安全檢查 那為什麼 這個好像應該是內政部的業務吧 六十二你們自己看一下 環保署看一下 六十二是電地安全檢查 這是公益大廈管理條例應該 大樓的電梯安全怎麼會環保署 欸你們六十二要不要看一下 這是不是你們的案件 這不是我們的業務啊 還叫測 對啊 六十二 好 六十二測案 六十三 您書記長 六十三 好 遵照辦理 好 遵照辦理 要求改建勤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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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修正通過 六三修正通過 要求改建勤 現在多 六十三之一 要新發明了是不是 新發明了 沒有發明啦 六三之一可以嗎 等一下 那個神絕聖誕早交案子在哪裡 來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是 主決議這個是剛剛 那個我們世代黨的提出這個 這是替代 替代第幾案 沒有替代 沒有替代 新增的 新增的是吧 那個不是說在這邊不是新增案子嗎 早上就提了啦 早上就提了啦 在院長說不能再提之前提的啦 好啦 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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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案 我就交給你們了 我都交給你 部長你那種在看電視 很關心 最後一個 所以很關心 第九案來看一下 哪有 要找不到案子 也不畫給大家 這麼重要的案子 藏起來幹什麼 來 來 健情啦 是健情啦 健情環保署移到南部去 你這有 去喔 不行啦 不行啦 你現在要你提出規劃的專案報告 你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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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建情就好啦不要再作案報告 這件事喔 這件事要院長決定的事情啦 哪一個 他說要把環保署移到南部啦 環保署移到南部去啦 他這裡有什麼建情啊 建情沒關係啦 但是說要再作案報告 這房子不是我辦法帶的 請環保署下位之內提出 這不是環保署能夠決定的 那是院長曾經的事情 他說建情沒有關係 就表達一個態度啦 不要浪費時間保留 好那就保留啦 63-1保留 來63-2 這研議而已應該可以吧 就是現在如果AQI打到紅包 這研議而已 就是預警 好啦研議好了 這個沒關係啦 要三個月還是要下會期 下會期 63-1保留 63-2修正文字通過 63-3 陳委員 陳委員那是建情嘛 就尊重那個陳委員的意見 對啦 我們來研議啦 這個很重要啦 你這個 63-3 謝謝 陳委員 陳委員 這個怎麼樣 我來講一下 陳委員 現在具有31個手動的監測站啦 好 但是這個群工各有 紀錄機關前陣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在我們的這個 美農啦 可是其實這樣子的分佈是不均的啦 所以我們的建議是說應該 增加到73個手動監測站 因為這個手動監測站 是具有法定的效率 是能夠來評斷每一個地區 是不是到達一級或二級或三級的空屋的等級 那如果這樣做的話 才能夠兼顧到地區的分佈 還有就是人口的分佈啦 所以我們為什麼73個 其實就是由區域委員的每個區域裡面的 空氣品質都要去做 我說明一下 這樣啦 這個怎麼會難 這個就當然是這樣子啊 每個區域大概就30萬個人口 不然你現在高雄達人無異 你這樣是議院委 對啊 每個區域委員要關心自己的那個區域的 空氣的品質啊 是因為是建潛案 是建潛案 我報告一下 第一個 其實像日本他都是用自動 為什麼 因為自動是即時的 手動要20天啦 手動這樣要研究20天才出來 他對服務 現在大家都期待說即時 所以我們現在是有每個小時 換到每一個縣市比較好 沒有 已經每個縣市都有 每一個縣市都有 每一個縣市現在都已經有了 那另外呢 但是這個數字 因為是法定的 就是你這法定的數據 可以判定這個區 到底它是屬於哪一個等級的空污的狀態 但是那是20天以後的數字 對 但是這是法定數據啊 不過有一點喔 有一點要小心啦 這個是建潛案 比較沒有關係 像台北市 它議區只是幾個區 幾個 它的範圍很小啦 就 就議區啦 但是在鄉下 是非常大才議區啦 一個區域啦 所以 對 所以 不是啦 這個喔 你都會區 有需要那麼多嗎 但是 反而鄉下 土地那麼大 像高雄屏東 土地那麼大 反而是少啦 所以用選區也不見得是對啦 嚴重的地方才做就好 這個 陳委員其實我是說 這樣 我們可以到陳委員辦公室大家來研究 第一個 我要用區域來一個必要的地區 增設啦 不要 險區啦 每一個立法委員都要了解自己選區的空氣品質 沒關係啊 但是你 不是啦 目前是怎麼樣 不是啦 你七十三個 陳委員這樣搞不好啊 那多少錢 好 現在三十一 蛤 多少錢那個啊 錢的話齁 設置費是三十萬 但是 這預算增加違憲了啊 對 但是呢 不只是這樣 為了維護 要維護的話 要兩百萬 所以維護 因為他是手動的齁 所以他 維護的費用非常高 所以全部的話 至少要一億啦 要增加一億啦 沒有 我說說 走建勤案 但是數字我來說明一個齁 不不不不 這個建勤落了 好 第一個齁 寫得太清楚了 建勤環保守比照七億立委險期 手動七十三個 讓每一個立委 都能夠了解自己選區 這個第一個 這個很明顯 第二個齁 要增加預算耶 這個已經 這個 你拿一拿這筆預算 這違憲啦 你拿個總結啦 不是 陳偉我們 來研究 所以我想 我到你辦公室來報告說明 這個要馬上增加預算 好不好 因為這個齁 第一個 我們過去的資料齁 手動和自動的齁 它的相關線很高 連結線很高 大概九成以上 90% 相關係數九成以上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其實像日本全部都用自動的 第三個 因為手動要二十天才知道資料 那只說我們設三十一個 是有它的政策目的 有的是要 當成背景資料來 來對照的 有的是要測它的 臭陽的 所以它三十一個 都有特別的目的來做的 所以對了 理論上是這樣 所以委員的意見 我是想說到委員辦公室 我們來研究 沒有啦 我們 你也做不到 你這個增加預算 下個問題 沒有啦 院長我說明一下 陳明委員這提案喔 基本上署長也很清楚 對啦 院長也了解 就是說中南部有些地區 基本上你現在手動側站 側出來其實只是 比較偏頗 因為 服務員比較廣大 那我們現在當然有決心 要來解決問題 署長剛剛講的一個關鍵 我們手動側站 雖然二十天出來 但是它是有參考價值 作為背景資料 有參考價值 這是需要增設的 那至於要怎麼增設 我想 署長也了解 這可能 可以再跟陳明委員做說明啦 那這是很清楚 這是需要的 因為 照現在三十一個手動側站 黃寶署也有說明過 是不夠的 黃寶署是 下年度在天天一雙 現在 我們需要 了解到 這個被你知道 對啊 而且這是賤情嘛 黃寶署也可以做一個說明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來 陳曼立委 好 那個 我想 可能我們現在 要這個 老百姓比較喜歡看到的是 自動連續 而且就是說 能夠立即顯示 我想這個才是大家比較關心的 因為呢 就是說今天要出去外面運動 或者要上學 要不要戴口罩 或者是說他的運動的活動量到底多大 所以呢我是在想說我比較支持是自動連續啦 所以我想是說 環保署其實可以是盤點一下 我們是不是在每一個選區裡面 都有設置了這個連續偵測 應該這樣子啦 這裡面最大的 也是 柯總召比較 比較擔心的是 我們把每一位區域立委的選區都要設一個 然後立委都要了解 但是都會區跟 跟一般的 呃 縣市比較偏遠的縣市 不一樣的 所以應該是 需要的地方 環保署 應該是幾公里的範圍之內 應該設 那這個點 應該是環保署裡面來 用你們的專業來判斷 但移民委員的出發點是善意的 就是要 哪一個 比如說台北市 你只要三個點就夠 就三個點 你們有八個委員 八個委員也不要八個點嘛 那三個點就好了 但是南部你看 恆春到 到哪裡 到新園 齁 登陸就百多公里 才一個 那這個就沒有道理 像高雄你進入到美容 你看那邊也只有一個 所以 不能用選區啦 所以這個讓 環保署跟陳偉你們去 討論一下 不要讓人家覺得 我是一個選區 一個好像 他就覺得 有一點 這個有一點圖利啦 好啦 依姐 而且你這怎麼執行預算 你沒有證明預算嘛 沒有 下面預算 那預算可以之後 預算增加了 沒有 來 依姐委員 沒有 開玩笑 沒有 這個人家要怎麼看待這個事情 沒有 就是那個 院長跟委員 這個絕對是好事啦 因為我們看一下你這個案子 其實我們也是支持啦 但是我想你擔心的就是說 因為高頻地區其實是比較嚴重的 所以 他的偵測站現在可能你會認為應該要偵測 所以我意思說是不是就把後面的文字畫在他們說 建慶環保署增設手動策戰 然後 都換了 是需要 是需要 文字 文字再去做修正 然後就是說 去做一個可行性的品質之後 然後 為台灣空氣品質 興奮吸引 我覺得這個部分 因為我覺得 這個應該是大家都非常正式的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親民黨團跟你們再來共同提案 這樣好不好 利益良善 這樣就沒有就是柯總召擔心的這個問題 那這部分我們來修正好不好 然後 就是剛剛就像院長講的 其實就是以高雄來講 嚴重的地方其實都沒有啦 男子 左衣 小港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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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增加啦 我覺得要增加啦 這個 這個都是 我有修正了一個文字 我唸給院長總召大家 委員們都聽一下 就在那個 鮮有美化數據之餘 然後後面就加 類似很 那陳委員的意見很接近 陳一姐委員 就原建型環保署 研議在 空氣品質需要加強改善的地方 也就是院長的概念 就由環保署的決定 增設手動策戰 共同為台灣空氣品質 禁分心力 就這樣 那關幾個讚啊什麼都不要講 其實 市長的意思 就跟我們親民黨團的意思是一致的嘛 你什麼時候要執行 當然要明年以後啦 今年沒有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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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做這個建議幹什麼 我們做一個 就是你去做一個可行性的評估嘛 哪有另外一省啊 預算要求這個東西啦 要明年的 他是建請案 白搞了 不是建請 建請明年嘛 建請明年 建請明年 優先爭取經費啦 這樣子啦 這樣就沒有你的問題啦 這樣就沒有你的問題啦 下一個的 不能增加預算的決定 沒有啦這個喔 這個中南部要增加 這個你反正我贊成啦 他自己會處理嘛 他自己會處理嘛 你就建請啦 因為這個是建請案 你不用馬上做嘛 而且加上可行性評估去 這是可行的啊 好 就這樣子啦 來 毒物及化學物資局 好 來 就是 那個64 加一個明年 加一個明年 64 64來 64要測案吧 欸 帥哥 64 這個毒物 小心一點啦 蛤 64要保留 65呢 好 66 66 66齁 早上我們跟那個 陳超明委員 辦公室邊 來協調齁 改 凍結641萬 改凍結 改凍結多少 641萬 好 那我們 改凍結 641萬 提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資 是 抖 判委員會 5萬 5萬 就含在內啦 好不好 好 來 環境檢驗所 67 68 這個要不要測案 好,保留 那69改主決議 69案,你們看一下 主決議 可以嗎? OK 可以 有沒有時間的問題? 有沒有時間的問題? 有沒有三個月那個時間的問題? 沒有 沒有問題 69改主決議 有 一個月內喔 你們怎麼沒有 改下會期 對啊,所以你們要看清楚喔 然後提出說明是專案還是書面 他提出說明而已 並沒有說專案或書面 我覺得是書面 因為專案太多了 你們都可以在裡面問了啦 對啦 剛才前面就有一兩個專案 要問都一起問 好 來,再過來 69之一 時代力量 來,這個怎麼樣 現在提出我們要看一下 好,你們看一下 就是那個 許錯國小那邊的問題 之前就是有 因為他有監測車 有去測到那個 綠西嘛 那你們後來又說 其實那個監測車會有落差 所以這邊我們有提出兩個 就是要求 就是這個監測車它的數據 它產生會有落差是你們認知嗎 那怎麼樣去提升這監測車的一個 監測的一個數據的準確性 那以及就是這個資訊的一個公開的部分 那這個可以改書面 那這個可以改書面 你這還去動家 沒有啊,可以改主決議 這個動... 動... 動... 沒有啦 改主決議啦 你書面報告啦 現在是多少錢 他現在是要... 你要動兩千... 沒有啦,這個改主決議啦 這個動兩千萬太多了 太多啦 太多啦 你還要給他做事情 他才三千五百零九萬 你就跟他動了兩千萬 你不斷的就處理案子 不要這樣啦 都突如性的這樣 要用主決議啦 主決議一樣有效 署長,你先... 這個突然都突如性 你先看清楚內容啦 這個蠻專業的 而且喔 剛才我們也講不收案了 你們一直都... 沒有,之前一起提的啦 蛤 之前一起提的 什麼時候提的都沒有 有收案的時候提的 不是後來提的 沒關係 沒關係啦 我們照相關內容啦 你看這個啦 主委你看一下 沒有主委 那個動電兩千萬太多了 光學監測車和光化監測車 我比較不了解 有什麼差別 我們對於... 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 SOP啊 我們是有信心的啦 嗯 當然因為你是用疑問句嘛 你是用疑問句嘛 你是用疑問句說 到底是因為沒有依循標準方法 而形成這個 或者是不夠精確 都不是... 都不是... 它的量就是那麼少 它就是PPP0.2PPP嘛 0.2PPP 0.2PPP 就十億分之0.2啦 齁 所以它的值本來是很低嘛 這種事情不可以維繫的事情 這健康事情不可以維繫 但是就是說 希望我們改... 繼續要精進 如果說是一種期待的訴求 那我們可以接受 你把它修正一下 你們修正一下啦 用主決議的方式 你們修正一下 李署長啊 我現在... 這個我是不懂啦 這裡面一下出現一個 千萬的光... 光學監測車 然後又下面一個 光化監測車 這兩個有什麼不同 這...文字寫錯還是... 那是同樣的 同樣的 同樣的 就同樣一樣的 這兩台車子有沒有一樣啦 就一台車啦 同樣一台車啦 他怎麼有名字不一樣 光學還光化 就寫監測車就好啦 就寫監測車啊 有什麼監測車 你要講... 我們就是... 監測指紋還是監測什麼東西 監測空氣指紋還是... 就是光化啦 蛤 那個...各種... 各種... 主長你也... 你也不懂這個監測車啦 我... 我... 我看過啦 我... 名字先統一一下好不好 光化... 什麼不對啦 光化而已 對... 對...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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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醬子啊... 那什麼... 你監測什麼東西啊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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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都是... 0.2PPV嘛 那種... 那種... 都很小 保留嘛 保留... 保留才說啦 好... 保留才說 69之一保留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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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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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數字啦 對... 他那個... 前面也都這個樣子 你們要保留才要策案 好保留... 策案保留啦 齁... 那71... 改凍結... 改組決議... 改組決議... 你們可以接受嗎 可以... 可以... 好... 好... 這個... 時間久了... 改來改去喔 這個... 到時候做不到完蛋了 有啦... 陳委員... 專案報告改書面啦 專案改書面啦 改書面... 反正被查沒有關係 好... 書面被查 好... 來... 那我們71案就改組決議... 通過喔 那... 環保署我們的案子就... 這邊告一段落 就... 剛剛那個陳議員委員 改成明年後那個部分 是不是... 因為... 我尊重... 我尊重... 不要啦... 你知道就好了 那... 陳委員... 反正我會到你辦公室 我們來研究啦好不好 好... 好... 院長... 那個... 剛剛啊... 勞動部... 本來58之一... 改組決議嘛 啊...他們後來他們... 不想要 所以這一個就保留 勞動部... 勞動部... 他們不要... 我決議他們不要 所以就保留表決喔 對... 就是那個最低公司法 在... 今年年底要送立法院這件事情 他們不要了 他們事後反悔 啊...所以就保留吧 他可能也沒辦法... 連我也沒有辦法接受啊 五十八隻又沒保護 這樣... 我們才有可 我們結束了嗎 對...結束了 好...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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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是... 後面是... 不要管 好... 謝謝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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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啊 好... 好... 謝謝... 好 那各黨團先坐一下齁 我們八個委員會都已經審議完畢 那我們今天會 明天早上 我們會把所有保留的 然後刪減的預算數 以及凍結的預算數 保留的案件都做一個整理 包括主決議的部分都做一個整理 那麼我們明天九點半繼續協商 九點半繼續協商 是可以十點半開始嗎 可以嗎 因為我們 今天要部會跟特別委員先溝通一下 這樣會比較有效率 不是 因為 看什麼部會嘛 明天早上想要什麼 因為 因為 各部會可以跟委員溝通一下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啦 因為 所以 因為 你聽我講 因為其實齁 我們最多的案件 大概都在於 會委員跟賴委員保留的那兩條 那個是 就是 絕對 部會沒有能力協商的啦 那其他的個案 很少 這兩條就兩三百案 然後 大概 在時代曆呢 有 有 一百 一百 五十案左右 這個 所以 這個 法務部要趕快 跟 那個 處記長 法務部要趕快 請部長去跟時代曆說明一下 那 也請國民黨黨團 內部 再檢討一下 齁 我們十點啦 好不好 十點 那十點好不好 十點啦齁 沒有啦 你明明在台北會討論什麼問題 你們是中午黨人會議吧 那個 剛才李 李委員 我剛才跟 十點 十點 李委員是有講看是 十點還是十點半啦 那 那 但是 好 十點半就好了 不差 十點半齁 我們就 要出什麼怪招 不會啦 你們內部齁 討論一下 那我們大概十點半再進行 齁 把保留的部分 我們再重新 重新檢視一遍啦 好不好 齁 那我們 呃 也請各黨團回去齁 真的 思考一下齁 這個 預算 齁 今年度的編列齁 齁 我們已經增加3%的 117億的公務員的加薪 總預算數沒有增加喔 齁 齁 這個 這個主記長在這裡齁 齁 總預算數 齁 齁 而且 而且 不但沒有增加 還 增加了3% 117億 加薪的 這個 預算 所以 今年的預算 真的是 非常的 拮据齁 齁 我知道各部位都 唉唉叫齁 齁 所以我們希望各黨團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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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來 讓我們的人民有機會 來創造更好的 一個 一個 經濟的 一個收入齁 這一點齁 請各黨團 回去想一下齁 那我們明天10點半 繼續學商齁 齁 好 謝謝 好明天一定要來好好談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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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